男人在长椅上歇息 却无故引来一个小萝莉搭话 还说让他回去冥界继承遗产 还要继承先祖北齐王的意志 一统冥界 成为冥界大帝 原来当年恶龙府是大帝 万年浩劫降临 三界之一的冥界也危在旦夕 而放眼整个冥界 能与之抗衡打破浩劫的只有一人 那便是冥界十二府军之一 北齐大帝的王者 北齐王 他为了拯救冥界苍生 赌上自己的百年修为 虽然最终平定了浩劫 但却陨落在为了统一冥界 成为冥界大帝 而打造征战神器的最后阶段 那昔日的心腹也都尽数叛变 无数珍宝与领地被瓜分殆尽 所以你要替你的仙子 向那些曾背叛他的属下们报仇血恨 陆无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那你要不要来帮我 成为我的左膀右臂 北齐的脸蛋滚烫了起来 好的 陆无继续说道 那我们到时候打完冥界打天界 成为三界主宰 不过你要先等我过几天 打电话向冥界的秦始皇 借个几万人马仙 听到这话 北黎当即发怒 你在敷衍我 你根本就不信 说完便一个铁血头锤撞了过去 让你骗我 我这就让你跟我去冥界 任祖归宗 只见陆无双膝跪地 嘴里不断呕吐着昨晚的隔夜饭 想不到小小萝莉 力气尽出奇的大呀 吐了一会儿后 他又突然想起女孩刚刚说什么去冥界 可刚抬头就看见一个黑点 在旋转中迅速扩大 陆无还以为他要做傻事 孩子啊 你可不能想不开自寻短见了 可话音刚落 一股失重感随之浮现 陆无就这样硬生生被吸了进去 我还是个畜 我不想死啊 与此同时 在冥界的某个区域 那道光柱从天而降 与陆无的呼叫声一同降临在大地之上 陆无满脸的不可置信 我去 难道你之前说的都是真的 我的先祖真的是北齐王吗 北离边走边说 是的 这片区域曾经是你先祖的地盘 被称为北齐 是冥界十二大狱之一 陆无继续问道 那我就是新的府军 冥界主宰之一了吗 北离回答道 当然了 不过在那之前 你得想办法收回丢失的领地 毕竟属于你的兜贝 听到这里 陆无来的精神 收回失地那是必须的 背叛我先祖的叛徒也必须惩罚 所以先祖有没有留下什么千军万马 盖世神功 又或者是无双系统啊 待我等级提升 席卷整个冥界 横扫八荒什么的 只见北离耸了耸肩 并没有 严格来说 你就是个光感撕裂 一切的从零开始 陆无正了正 啥老祖啊 你这是把后人往死里坑啊 说完便扭头就走 这活我干不了 完事我在上面给你多烧点 你就另请高明吧 北离淡淡说道 虽然你说的那些的确都没有 不过你还有征战神器和我 陆无听到立马回头 虽然你看起来就没什么战斗力 但这个征战神器 听起来就很不错的样子 北离连忙点头 那是自然 这可是冠绝冥界的神器 是你的先祖北离王 为了统一整个冥界而精心打造的 虽然在打造神器的最后阶段陨落了 但我帮他完成了最后一步 所以这个神器的功能 是绝对完整而强大的 征战神器的最强功能 就是冥界无处不在的 引起凝聚出不适的肉身 只要有灵魂存在 躯体可以随时更换 达到几乎不死的目的 只要拥有足够多的灵魂 就能拥有杀不死的阴兵 说完便把戒指套在陆无的拇指上 很快响起一个声音 征战神器启动 正在检测佩戴者身份 检测血脉成功 宿主为北齐王后人 正式绑定征战神器 肉身往返阴阳 灵魂往返阴阳等基础功能开启 陆无呆滞了片刻 这种能力的确非同反响 但是要上哪去找那么多的灵魂呢 要是没有灵魂 又会是怎么样呢 听到这话 北离当即哇哇大哭 我怎么没想到 没有灵魂这神器似乎就没有作用 陆无又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好了好了别哭了 这件事在我看来也并非难事 你应该知道我是从事哪种职业吧 只见北离抽气了两下 然后翻开小本本面脑 陆无 23岁 北齐王365代后人 创业三年 逼就是一名屌丝 开了一个点击量近乎于无的小游戏网站 至今单身 陆无立马打断了他 喂喂喂 别借我老底啊喂 你也知道我是做游戏的 能不能把这个神器的功能丰富一下 只要游戏够活 这样我们不就能拥有无数的战士了吗 你懂我的意思吧 北离认真思考了一下 认为方法可取 玩家的躯体死亡 完全可以重新凝聚阴体 就等于游戏里的复活了 它的反应让陆无感到差异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领悟到这个方法的真定 北离哈哈大笑 我可是百年的老玩家哦 陆无有些担心 因为把冥界做成游戏可是个大工程 必须要有一套游戏体系 比如任务 商城 副本 职业等等 北离却让他放心 征战神器的作用可不只是创造不死战士 还可以用阴气和魂力凝聚成各种东西 也包括建筑场景和装备道具 魂力是衡量一个冥界生物强大与否的重要指标 越是强大的冥界生物 产出的魂力也就越多 玩家可以用它来升级或者购买道具 最关键的是 我们可以抽取玩家打怪所获得的魂力 一是用来让你自身变得更强 二是用来重建北齐王府 以及作为发布任务的奖励 这个比例设置为20%如何 陆无当即让他改成30% 说干就干 在确定了方向后 北离带着陆无走进那已经变成废墟的北齐王殿内 然后将一旁的暗门推开 这里就是先祖研制神器的地方 而我就是先祖唯一的助手 从头到尾参与了这件神器的研发 这里虽然已经破烂不堪 但仍然能感受到西约的雄伟辉煌 大约两个小时后 北离直接泪趴在地上 终于改造完成 现在只要把神器连接上你游戏的服务器上即可 陆无心中兴奋 辛苦了 接下来就去我家吧 这是一款由冥界打造出来的网络游戏 在VR游戏头盔上加入了灵魂引渡法阵 只要玩家下载并开始了游戏 那么他的灵魂就会被吸入游戏服务器 通过VR游戏头盔送往冥界 陆无佩服的五体投递 玩家不但发现不了冥界的存在 还会认为这是一款真实度极高的游戏 北离就连游戏的名字也想好了 比神器的名称命名 叫征战在线 这是你先祖北齐王大人心中的眼望 很快这款游戏便在陆无的游戏平台上线 为了吸引游客 还声明游戏无充值入口 真实度高达100% 可两个小时后 就连一个下载试玩的用户都没有 原来陆无的游戏平台原本就没什么流量 这让北离很是担忧 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浪费了 因为在主城北齐王府东面的琉璃区域 驻守着一位刹那鬼江 他拥兵50多万 而且还在不断扩张 谁也说不准他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入侵 但要是主城没了 我们可就彻底失败了 而你的灵魂在冥界 也会因为是北齐王后人而饱受折磨 永无超声的可能 听到这话 陆无下的脸色发青 你特么的不早说 这么重要的是 我现在可到哪去给你找50万的玩家呀 弄不到这50万玩家 此后也要折磨我吗 就在两人一脸沮丧 想要另寻办法的时候 主机突然传来叮的一声 一个叫做王大莽的玩家登陆了征战服务器 原来男人是来打假的 一个800M的破游戏也敢自称你真度100% 现在最火的游戏 亚特兰蒂斯的你真度也才55%而已 这已经不是夸大宣传了 这根本就是在诈骗 于是他按照流程登陆了游戏 看野职业游戏玩家检验打假一波 反手就送你个举报正点奖金 此时两人在幕后的角度正在观看 陆无问道 100%你真度介绍果然让玩家难以相信 就像北离你当时要我回冥界继承遗产 一统冥界一样 北离随手砸出一拳 都怪我了 我只不过是说实话而已 陆无再次呕吐 怎么又是这种和身材不相称的力度 对了 如果是100%你真度 那玩家承受的疼痛感也是百分百真实吗 北离却说 放心吧 这个我早有预料 已经对玩家的疼痛感尽可能的削弱了 当然也仅针对疼痛感 与此同时 几滴血雨滴落在玩家王大莽的脸上 此时朦胧的血跃下 天空挥洒着血雨 四周阵阵阴风刮过 仿佛置身在地狱 眼前的一切都太过真实 让他无法相信800M的游戏能做到这种真实的 他甚至怀疑自己戴上游戏头盔的那一刻 已经触电身亡 才来到这真正的能界 这时北离设定的剧情在王大莽眼前浮现 万年浩劫降临 冥界府军北齐王为抵抗天灾舍身殉命 挽救了北齐亿万生灵 然而在北齐王死后 下属集体叛变 分割占据了整个北齐大地 身为北齐王唯一继承人的你 是时候踏上光复先祖荣耀的征途了 在剧情文字落下后 提示再次出现在了脑海中 请玩家选择职业 手持大剑的力量型战士 手持法杖的远程输出法师 手持匕首的爆发型刺客 王大莽缓了一口气 还好自己没死 这真的只是个游戏 不过光是这出示场景的构建 也不可能只有800M 我作为职业玩家的嗅觉 敢说这游戏绝对能活 只是为何没看见回血的职业呢 幕后的两名尖商暗暗偷笑 要是有回血职业 那我们又怎么能在商城里 迈回需要赚取魂币呢 王大莽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选择了 自己的擅长职业刺客 下一刻 他周身被光芒包裹 如莲花盛开一般缓缓力气 而身后手持匕首的黑影 传来冷冷的声音 生于黑暗 行于黑暗 掠动于死神镰刀之上 在死亡中绽放刹内永恒 无奈引杀者 随后又化成初级刺客的布衣 和匕首套在王大莽的身上 他顿时感到力量涌上来 身体的敏捷度也提升了不少 就在这时 一条新手任务谈了出来 新手任务 斩杀石头游魂 奖励魂壁五枚 入无认为新手装实在太弱 怕玩家们根本杀不死怪 可贝里也很无奈 我们是靠玩家猎杀冥界生物 来赚取魂力的 这才来第一个玩家 还没有多余的魂壁造强力装备呢 等以后魂壁多了 自然就会有很多强力装备 此时王大莽满脸不屑 流魂 应该就是这游戏的低级野怪吧 就刷石头吗 对于我这样的职业选手 还不是手到擒来吗 随后他握着匕首 心中满是豪气 朝着外围走去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 新手怪们 大爷我来了 颤走吧 可走着走着 远处传来了一阵阵低沉的乌液 这声音凄凉 让王大莽忍不住心生恐惧 卧槽 这诡异的声效 这恐怖氛围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呀 游戏连这种细节 都制作得那么真实入微吗 他试图通过心理 暗示压制自己的紧张情绪 别怕别怕 这只是个游戏而已 可话音刚落 一道诡异的白色身影 从他面前快速掠鼓 那游魂竟然开口说话 活物 居然是活物 鲜美的魂魄 我要肯问你 说完便朝着王大莽撞了过去 但毕竟是职业玩家 王大莽迅速用匕首格挡了下来 他吐槽道 这新手怪做得那么吓人 这么多跟别的游戏boss一样 不过新手怪终究是新手怪 也就个样子唬人罢了 听到这话 那只游魂更加愤怒了 混蛋人类 竟然敢小瞧我 我一定要砍了你 随后他不断地用尾巴鞭打王大莽 王大莽很是震惊 这游戏连小怪的情感系统 也做得那么逼真 真是不可思议 不过就算你在生气也是没用的 老子可是职业玩家 吸引仇恨 拉怪 卡视野 斩杀 一气呵成绝不脱泥带水 此时王大莽一刀刀砍在游魂的身上 很快游魂就已经满身伤痕 他颤抖地哀嚎着 该死的人类 竟然这么厉害 看来必须使出真正的必杀技了 王大莽继续挑衅 你过来啊 让我见识见识你所谓的必杀技 到底有多厉害 可话音刚落 那游魂如同猛龙过江 化成一道龙卷撞了过去 速度之快让王大莽始料未及 正面承受了所有伤害 此时王大莽被当场撞飞 他不停吐槽 特么的新手怪还带强力的二段技能 老子一个技能都没有呢 只见王大莽躺在地上喘着粗气 身上的装备也已经碎裂 太真实了 不仅装备有耐久度设定 还有环境伤害判定 不过现在我和他的血量都剩下2% 也就一击的是 我没理由撤退啊 老子可是经历过无数战斗的职业玩家 又怎么会在新手村止步不前呢 让你见识见识 老子赌上尊严的最后一击 男人只是想玩个逼真的游戏 却在新手村被野怪打 直冲而上 让你见识见识 老子赌上尊严的最后一击 可话音刚落 他的脚尖巧妙地踢到一块玩石 刚刚还气势如虹的王大莽 瞬间摔了个狗吃屎 想不到尊严也就此扑街 HP也在此刻清零 系统弹出提示 玩家王大莽已在游戏中死亡 进入三小时重生时间 此时在幕后观战的北里很是沮丧 这家伙连新手怪都打不过 竟然自称是职业玩家 赖眼睛啊 路无憨憨傻笑 这个装备耐久度可以适当调高 还有环境伤害还要重新设定下 对了 为何复活的冷却时间要设定三小时呢 北里回答道 因为玩家在冥界的躯体 虽然是用阴气所凝聚 可被打散后灵魂急速穿回本体 对其精神还是会造成一点微弱的损伤 所以冷却是必须的 另一边 摘下头盔后的王大莽一脸铁青 想不到自己一世英灵毁在了一块小石头上 更令人恼火的是 这游戏还有三小时死亡冷却 于是他在亚特兰蒂斯的战队群里转发了这个游戏 还放出豪言 如果不好玩每人发一万金币 还直播吃屎 在王大莽的怂恿下 一大波玩家开始进入游戏 可接下来 他们陷入了与王大莽之前那般的惊讶之中 这种近乎真实的场景彻底惊呆了他们 在进行了喜欢的职业选择后 他们同样接收到了陆无设置的新手任务 这是一只游魂钻了出来 还是那句吃人的对白 鲜美的魂魄 我要啃了你们 其中一人胆怯的说道 好恐怖的怪物 这游戏太真实了 快跑啊 另外一人却说 跑个锤子 咱们一群高玩还怕个新手怪吗 兄弟们都随我一起上 砍了内压的 在众人一番议论后 兴致匆匆的开始准备组团探索游戏 没错 老子们差点被这游戏的真实度虎住了 不就是一个新手怪吗 砍他 在幕后的北厘说道 你看 这帮玩家玩得多开心啊 我们成功了 陆无论了一生 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快 配合也很默契 估计是某个职业游戏战队来的 然而此时 王大蟒正盯着聊天群 不断发出信息 但是30分钟过去了 他们玩得十分入迷 也没见有人回应 而在游戏中 一个叫陈子宇的狂战士 抢先杀掉了两只残血游魂 兄弟们 这最后两只残血游魂我就收下了 等我现一步完成任务获得奖励 跑增强队伍实力 话音刚落 他的等级瞬间提升到了LV2 卧槽 这种等级提升带来的感觉 完全不同于其他游戏 仅仅只是卡贯数据的变化 我能真是感受到 身体力量在膨胀的感觉 众人一听 顿时欢呼了起来 这也太牛了 那不是我们在游戏里 能体验成为超人的感觉吗 这时陈子宇好奇打开了一集商城 想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购买呢 很快一个商城版面在眼前浮现 他发现商城中法师的物品 明显比其他职业要贵一些 这让他庆幸自己选择了狂战士 他看了眼自己仓库中的14点魂币 最后一咬牙选择购买了一把食人魔的棒槌 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 陈子宇将新买来的武器高高举起 我感觉我又变强了 兄弟们 哥这就带你们刷光新手村所有的游魂 而根据北离的设定 玩家每次杀怪他们都能抽取30% 也就是说 这半小时30只游魂 让陆五躺赚了27点魂币 北离还说 这还不止 玩家在商城购物也有抽成 因为商品都是以神器制作成本提高30%来卖的 所以他们买的越多 我们赚的越多 这就是所谓的双赢 各位玩家玩得爽 我也赚得爽 画面一转 陈子宇等人用了三小时赶路 终于来到了幽魂山脉 地图上的迷雾开始扩散 真实的地貌也开始显现 这时弹出任务提示 发现特殊怪物 触发支线任务 所有杀死幽冥历士的参与者 获得额外魂币奖励3 爆出物品可用于商城回收 提示英才刚消失 一直长着牛角 身上肌肉球龙 力大无比的幽冥历士出现在眼前 你们这群活物竟敢闯入我的领地 这是在自寻死路 此时陈子宇一马当先冲了上去 我的等级最高 我先拉住他的仇恨 你们给我全力输出 注意走位和躲避攻击 都别节约治疗药水了 咱们人多 就算刮杀也要给我刮死他 可这幽冥历士每一次挥拳 都会让地面出现一个凹坑 在场中人根本不敢硬抗 只能不断游走 陆无问道 北离就这么让他们跟精英怪打 会不会太早了一点 北离说道 不会啊 因为这群玩家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厉害 光是低等级的游魂已经满足不了他们 所以要不断给他们行的刺激 更重要的是 这个幽冥历士身上会掉落一件 对你很有帮助的道具 陆无一听 顿时来的兴趣 那是什么好东西啊 北离却卖起了关子 暂时保密 你待会就知道 显然这只幽冥历士实在太强 但好在他们都是职业玩家 反应灵敏 躲避攻击的同时 还不断在他身上制造伤口 HP也仅剩下2% 他们围攻了足足一个小时 糟了 没治疗药水了 冥冥差一点就能干掉他 这一个小时的心血 就这么白白浪费了吗 可就在这时 在幽冥历士的头顶上方 突然闪烁着白光 随后传来王大蟒的声音 叫你们这群混蛋不等我 这下自作自受了吧 果然没大爷 我还是不行啊 下一刻 王大蟒一招被刺精准的 从幽冥历士背上滑下 瞬间清空了他仅剩的生命值 很快每个人的身上 开始闪烁白光 这显然是升级了 他们享受着属性加强的快感 与此同时 幽冥历士的体表被神器剥离 显露出了一颗黑色巴掌大小的珠子 幽冥猪可在商城出售 价值28魂币 在他们卖掉珠子后 就立马传送到了陆无的手中 你说的对我有帮助的道具 就是这颗其貌不扬的深色珠子吗 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北历说道 你把它吃下去就知道了呀 陆无当即一口咬下 发现这味道有点奇怪 那是恶心的感觉 很快在吃完幽冥猪后 陆无立马感到浑身暖洋洋的 身体由内而外散发出一股热气 莫非这幽冥猪能改善增强我的体质 北历解释道 你虽是北七王后人 但基础体质太过普通 我们就是要多利用这种功效的道具 来增强你的体质 让你的本体变得越来越强大 听到这话 陆无顿时燃起了斗志 那我们还等什么 必须赶紧加大力度 即将强制退出 请玩家做好准备 这个提示的出现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卧槽 还有时长限制 这游戏也太健康了吧 有没有搞错 能不能再给我续点时间啊 加钱也行啊 五分钟过后 在玩家们一片抱怨声中 全都被强制踢出了游戏 陆无很是不解 小北厘 我刚给他们设置了那么多新任务 你怎么就把他们强制退出了 北厘表示 这也是为了保护玩家 他们的灵魂虽然来到了明界 但身体却仍在现实 在这待的时间太长 身体会扛不住的 陆无立马听懂 这就是可持续发展 割韭菜也得循序渐进 另一边 回到现实的王大莽 却是意犹未尽 不能玩征战再现的人生 还有什么意义呢 无事可做的王大莽 看了一眼群消息 发现老板正在四处找人 原来亚特兰蒂斯这款游戏 准备打战队赛了 可今天却没有一个队员上线训练 看见王老板那些骂人的话 本来就懊恼的王大莽更加不爽 反正都还没签合同 当即就在战队群里 把老板给吵了 其他队员见状 也纷纷跟风一同退出了群聊 第二天 一伙人约了个时间 在外面参观小聚 想要在这款刚上线的 征战在线里赚大钱 队长陈子宇觉得很奇怪 这款游戏既没有充值入口 又没有在各大平台 推广和宣传 也许做这款游戏的老板 真的不差钱 与此同时 创作这款游戏的两人 正在吃泡面 北黎还边吃边哭 作为北齐王的后人 一定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对了 小北黎 一般游戏公司赚钱 主要都是依靠 开通充值渠道吧 咱的征战在线 要不也弄一个 听到这话 北黎激动地拍了拍桌子 不行 征战在线的魂币十分稀缺 就是要靠玩家来挣的 我们不能因小失大 我们应该多想想办法做推广 让更多的玩家进入游戏 更为实际 陆无也很无奈 现在他真的很穷 根本就没办法帮游戏推广 北黎也沮丧 他现在除了吃泡面 就是吃泡面 根本没尝过别的美食 这时陆无突然开口 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 你别担心 我还有办法 北黎愣了愣 你有什么办法 原来陆无刚发现了一个活动 最佳新游PK榜 所有新游都会由测评师进行打分 满分是十分 八分以上就有首页推广奖励 活动评选时间为三十天 而且这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 不过前提是游戏能得到 推广底线的八分 陆无自信地提交了活动申请 因为百分百的真实度游戏 在现在的市场上根本不存在 此时在游戏平台左部 一个游戏评测师刚好测试玩一个游戏 又是这种垃圾游戏 就凭着还敢参加新游的PK榜 真是浪费时间 就只值二分 打完分后就按照目录顺序 点了下一个需要测试的游戏 可这游戏的简介让木清水彻底傻了也 争战在线 八百兆的你真游戏 你在逗我吗 木清水边骂边戴上头盔 这已经连垃圾都算不上了 完全就是低劣的欺诈 随便登录一下 留下评测记录 然后给个一分淘汰吧 可接下来的游戏体验让他怀疑人生 里面的一切都太过于真实 就这样 他一玩就玩了12小时 被游戏强退的他如痴如醉 这款游戏与我的契合度堪称完美 十分 必须十分 唯一的缺点就是限制了游戏时长 随后他拨打了老板的号码 电话足足响了七八声这才接通 老板好 我是测评师沐清水 我发现宝了 我在测评中发现了一款 你真度近乎百分百的游戏 我足足体验了12小时 我们只要把握这款新游 绝对能让我们公司成为 全国第一的游戏平台 吴国宜立马打开了油箱 冷坑了一声 才800M的宝藏游戏 你在开什么玩笑 现在市面上宣传的你真度游戏 随便都是武林剧起步 沐清水的语速很快 显然很着急 老板您先别生气 请你务必试玩一下 要是有一点不满意 让我满意的游戏 这世上根本不存在 可当他登入游戏后 却目瞪口呆 这游戏的你真度 真的如沐清水所说的那版 达到了完美的程度 那是他一生从未有过的体验 这游戏一定会爆火 第二天 北黎终于在路边 摊吃到了一份炒饭 那是除了泡面以外的第二种食物 这时陆无接通了一个陌生电话 你好 请问你是 吴国义说道 你好 请问你是征战在线 这款游戏的所有者吗 我是173游戏平台负责人 有些是想和你谈谈 有空吗 然而吴国义昨晚一夜未免 不知不觉在那游戏 玩了12个小时 要不是有强制退出机制 说不定还在玩呢 陆无爽快答应下来 没问题 我等会儿过来 这让吴国义很诧异 这么爽快就答应 看来我很有机会拿下这个游戏 他连忙回答 不用 你发个定位 我亲自去找你 这话让陆无意识到 自己的游戏已经被重视 心中隐隐期待 随后他将坐标发了过去 吴国义收到坐标后激动的说 这么巧 我们竟然在同一个城市 给我20分钟 我立马赶来 很快在20分钟后 一辆跑车突然急迟而来 停在了路边的炒饭摊边 一个中年大叔走了出来 你好 比人吴国义 173游戏平台的负责人 正是我要找你 炒饭摊老板留下了欣慰的泪水 我不是在做梦吧 这开超跑的大老板 是要花巨资收购我的炒饭摊吗 可看见对方是与两个客人搭话后 你们不要急吗 等我吃完再走 见他不愿走 吴国义只好开口 小妹妹 我们换个地方 吃更好了 北离这才依依不舍地放下筷子 牵着路无的手离开炒饭摊 画面一转 两人被带到加兰市最顶级的酒店 光是一瓶红酒就价值68万 吴国义询问道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款如此优秀的游戏 是你们团队自主研发的 还是外包给知名工作室做的呢 路无不由一愣 他根本没想好怎么回答 要是说研发团队只有两人 那自己也顶多算个策划而已 见他迟疑了一下 吴国义一直笨主题 这种内部的机密不说也没关系的 我老实说吧 路无老弟 我十分喜欢和看好你们的这款游戏 并且想买下它 价格你随便开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 路无暗自嘀咕了一句 我就知道 真正目的果然是图谋我的游戏 随后他很委婉地拒绝吴国义 不好意思 这款游戏研发花费了我们团队大量的心血 暂时没有卖的打算 可吴国义似乎早有预料 直接说道 100亿 你看这个价格如何 男人创造了一个真实度百分百的VR游戏 不料却被游戏平台老总看上 出资100亿想要买断游戏 这让一日三餐都是吃泡面的路无忍不住颤抖 还不小心将64万的红酒撒了出来 他故作镇定地将酒杯放下 说道 我很抱歉 研发游戏是因为热爱 至于钱不钱的 可他话还没说完 吴国义立马又补了一句 150亿 够不够 这个价格让陆无的小心脏砰砰直跳 简直就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只可惜这游戏根本卖不了 因为冥界是真实的 游戏也绑定在他身上 除了拥有征战神器的他 别人根本无法掌碰 想到这里 他捂着良心说道 实话和你说吧 这款游戏我们团队真的不打算出售 热爱和梦想是无价的 可内心却是心如刀割 这可是150个亿啊 吴国义从未见过在150亿面前如此坚定的年轻人 简直远超同龄人的成熟和远见 仿佛在他身上见到了当年的自己 于是他尝试转换方式 那这样 只要你愿意在我们平台独家发布你的游戏 我每年给你一个亿 陆无陷入了沉思 我曾答应过北利要收回北齐 甚至拿下整个冥界 所以玩家的数量 对此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要是答应了吴国义 吴义是在限制征战在线的玩家数量上限 随后他果断拒绝 很抱歉 我还是不能答应你的提议 不过我愿意将游戏在你们平台独家挂两个月 只需你答应这两个月期间 在主页推广我的游戏 吴国义当场愣住了 这年轻人还不好应付 完全不顺着我的节奏 始终在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 随后他举起酒杯 陆无老弟 虽然你是个令人头疼的合作对象 不过这个买卖我做了 我赌你这款游戏能大火 另外这次的PK宝活动 无论你排名如何 我都会送你一个首页游戏GG展示 陆无内心暗道 GG演示吗 是他们收费最高的推广方式 确实是招揽玩家的重要手段 回到家中 两人也趁热打铁 马上扩充游戏后续的更多设计 北黎立马给出了方案 曾经的北齐王麾下有三位鬼王 十位鬼江 在北齐王死后 整个北齐被这些势力划分为十三个区域 而民府所在的区域位于东侧 附近都被鬼江刹那所占据着 陆无说道 鬼江刹那里我们最近是吗 我记得北黎你说过 他随时都有可能入侵我们 开启抓西安任务的等级 就设置在15级吧 如果玩家等级太低 恐怕连一个鬼族都杀不了 更别说形成什么有规模的战斗力了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能轻松凝聚出NPC的躯体 让其拥有自主意识呢 北黎拍了拍小胸服 这就交给我吧 冥界就是神灵的归宿 我们寻找那些刚在冥界诞生 还尚未出现灵质的初始生灵 用神器将其重组改造 赋予新的记忆和使命就行了 我们可以发布一个任务 让玩家替我们寻找这种初始生灵 然后我们再制作成NPC 环环相扣 很快两人在征战在线设置了永久任务 每发现一个初始灵魂可在商城出售 每一只的价值在100魂币 而接下来就是如何制作出 吸引玩家点击的GG推广动画 我感觉这都不是事 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呢 可北黎却说 要制作出高品质的GG肯定要花很多钱吧 你这么穷 这可怎么办啊 这话让陆无刚燃起的斗志瞬间熄灭 不过陆无还有一记 本就是真实存在的 我只需要利用征战神器 凝聚阴气暂时复原这破败的往日辉煌 只见陆无随手一挥 神器的能力发动 大量的阴气从四面八方涌来 顿时凝聚在冥府的上空 一团翻涌的乌云形成并缓缓下降 将废弃的冥府笼罩在了其中不断凝视着 很快一座宏伟的冥府大殿便出现在了两人眼前 男人是冥界北七王后人 为了拍摄宣传片而使用神器将自己幻化 瞬间无数阴气凝聚自身 一套散发黑宝石光泽的绚丽战甲在身上凝聚而成 这让北离很感动 他抱着陆无的大腿扑素 以这霸气的模样跟当初北七王完全一毛一样 陆无让他快走开 因为阴气凝聚的外形自称不了太久 很快陆无又在前方凝聚出大量阴气 制造了无数可怕的鬼怪 这些怪物有的大如山月 有的背肠双翅 模样都十分猙獰而恐怖 而没有设向设备的北离 则在一旁用虚拟头盔进行录屏 剧情正式开始 只见在乌云之上 一头面容猙獰的巨龙在嘶吼咆哮 北七王 你以为你能保护得了你的子民吗 这整个北七 我要定了 只见陆无化身的北七王手上运转了一颗能量球 冷冷回答道 要战便战 无北七将士可战斧 伴随着沉重的踏地声 一对对身体战甲的阴兵自黑物中走来 战 战 战 在陆无的一声令下 地上数十万阴兵奋不顾身与敌方厮杀 这一战打得极为惨烈 天空中不断有身影跌落 满地的残肢断壁 无数将士因此生死 而敌对的怪物军团同样在北七军的顽强抵抗下死伤惨重 北七王的站在那组有人高的尸体堆中 冷冷凝视着半空那条黑龙 一群炸碎 真是无趣 在战斗的最后 黑龙王亲自出手 与满是伤痕的北七王站在一起 周围的气流都被狂暴的黑龙吐息撕裂 就在战斗即将奋出胜负的时候 只见北七王怒吼一声 身体开始燃烧化为一团火球 直接冲向了面露惊恐的黑龙王 黑龙王的头颅被当场贯穿 但这样并不足以杀掉他 原来北七王一开始就打算同归于尽 下一刻 巨大的火焰席卷万里 无数怪物被波及都化为了灰烬 那恶龙凄惨的嘶吼声也在此刻停止 这一战的最后 北七军还是赢了 可他们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领袖 北七王 灰红的北七名符也被落下的新火点 熊熊燃烧着 宣告着一代英主的逝去 这是一个在墙岛中的婴儿娃娃大哭 而北七王的意志也飘落在他的额头处 一名英兵将北七王的后人高高举起 王的后人还在 我们的新王终将归来 第二天 吴国一一大早就召开了会议 这是一名高层大声喝泽 木清水 这是什么场合 是你这种级别的人来参加的吗 一旁的吴国一淡淡说道 是我让他来的 男人顿时愕然 吴国一继续说道 因为他是第一个发现征战在线的人 听到征战在线 所有高层开始议论起来 他们从未见过一款游戏 可以引起无赌的关注 吴国一让众人都安静下来 说道 木清水 你把我们刚收到的游戏CG给大家看看 木清水让众人将VR游戏头盔戴上 我已经把游戏CG传到会议专用的电脑上 其中一人很诧异 在这种级别的会议上 一起看一款游戏的CG 还是头一回吧 很快几分钟后 所有人都陷入了这段CG当中 纷纷哭着要求木清水把这个游戏推荐给他 会议结束后 吴国一打来了电话 陆老弟 你这CG我看了 说实话我都不敢相信 你们这么快就把CG给做出来了 是不是早有准备啊 CG做得非常震撼 我们公司所有人看了都赞不绝口 不管是画面还是音效都非常顶级 但离完美还缺了一样东西 陆无当即询问 缺了什么 吴国一说到 BGM唯独缺少了最为渲染气氛的音乐 游戏要想做大 BGM本身就是很重要的一项 这就是你们所缺少的 吴国一的话语一针见血 让陆无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北里也激动了起来 我们该怎么做游戏CG的音乐呢 最关键的是 你穷很穷 陆无很无语 谢谢你提醒啊 不过这的确是的大问题 心想着哪有CG没有BGM渲染的 顺着这个问题延伸 还有游戏的主题曲之类的 到底有没有不花什么钱 又能做出音乐的办法吗 吴国一笑了笑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 你花钱请人谱曲 写个词 然后再找个大明星来唱就行了 陆无回答道 但我更想让玩家们 先体验到原汁原味的游戏 一旁的北里小声嘀咕 我信你个鬼啊 穷就直说 吴国一挣了挣 原来陆无没有做游戏音乐 是处于这样独特的考虑吗 的确 以征战在线百分百的你真度而言 陆无的这个想法也不无道理 倒是我考虑不周了 然后他对陆无说起了游戏评分 有15款在8分以上 其中三款拿到了9分 而他们的征战在线拿到了10分满分 暂时位列第一 明天开始这15款游戏的PK榜 将由玩家进行投票打分 届时征战在线明天 也会正式在我的游戏平台上线 男人想要创造一个 拥有灵魂与自主意识的游戏NPC 只见他将手中的初始灵魂随手一挥 一道绿色荧光迅速凝聚成人的形状 很快一个身穿黑色长袍 雪白长发的俊美男子出现在两人面前 可还没多看他几眼 周围竟然起一股磅礴的力量 没想到刚刚出生的NPC竟有这种程度的威力 这时北离突然想起 如果他是真实完整的生命体 拥有自主意识的话 说不定会攻击我们 只见NPC缓缓靠近 然后突然单膝下跪 低头用敬畏的语气说道 我陆魔 拜见北七王后人 北离有些错愕 原来陆无早有预料 早就设定好了一切 现在陆魔的身份是北七王收养的意思 他对陆魔招了招手 吩咐道 北七王的野望由我来继承 为此你也要加倍努力地辅佐我 这里就交给你了 拥有自主意识的陆魔感激涕灵 我定会用生命来捍卫北七 努力辅佐陆无大人完成北七王的夙愿 陆魔的作用如同其他游戏中的新手村村长 可以为玩家解惑关于北七大地的一些日常知识 还有当玩家达到20级后 可在他那里缴纳50魂币建立功会 与此同时 在腾龙游戏工作室左部 不少成员欢呼他们的游戏 净化天灾得到了9.2的高分 可老板李天下却一脸不现 因为这款游戏的制作足足花费了他们七年时间 耗费了大量精力 甚至觉得分数给低了 他询问另一款游戏 神族的崛起得了多少分 员工回答道 9.1分 李天下呵呵一笑 输给我们 他们不亏 看样子这第一我们是稳 可员工打断了他 可是老板 第一的是一款叫征战在线的游戏 他获得了满分十分 听到这话 李天下无法接受 原以为死敌只有神族的崛起这款游戏 可现在又突然派出一匹黑马 他一字一顿的念着征战在线的游戏紧进 你真度百分之一百 安装包大小八百兆 很快他的表情变得呆质 玩你马呢 你真度百分之一百的游戏才八百兆 完全违背了常理 这妥妥的黑幕 绝对有黑幕 另一边 吴国义满怀期待 因为还有几分钟 入无的征战在线 就会在他的173游戏平台上线 可就在这时 腾龙工作室的老总李天下 打了个电话过来 吴国义才刚接听 就传来李天下的一片骂声 吴老哥 我把你当兄弟 你却给我搞黑幕 我们团队花了整整七年 才研发出进化天灾 吴国义也大概猜到 是不是征战在线得了第一 李老弟心中憋屈 不服气啊 李天下认为他肯定收了不少好处 否则一个八百兆的破游戏 怎么会写着百分之一百的你真度 还无耻地点了十分 吴国义说道 李老弟你下载来玩玩不就知道了吗 这让本打算心事问对的李天下给搞猫了 吴国义也不再多说 直接挂断了电话 李天下连忙来到电脑面前 试试就试试 我倒是要看看 这个所谓的征战在线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他随便浏览了一下测评师的评分 发现上面全是密密麻麻夸赞的剧 而且全部都是满分十分 李天下咬了咬牙 这破游戏给的钱是真不少 连水军都请得那么专业 800兆的破游戏能达到恐怖的100%你真度 这简直就是笑话 随后他选择下载了游戏 在戴上头盔后开始了游戏体验 在看完游戏CG后便进入了游戏 他发现四周密密麻麻都是刚进入游戏的新人 在他看来 以目前的科技 游戏你真度根本达不到100% 但这款游戏却做到了 先不说可玩性 单单就这你真度 全部是分还一点都不夸张 男人登陆你真度百分百的VR游戏只为打假 可怎料在游戏中竟被一个狂战士喊住 对方是全国最大游戏的平台 身价高达千亿的老总吴国一 这时吴国一说道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过来一起抢怪啊 再慢点可就没了 李天下当场愣住 没想到一个身价千亿的老总 竟然喊他一起去抢怪 这时他突然想到 难怪他刚才挂电话那么急 原来是为了急着上线刷怪 几分钟后 吴国一和李天下一起组队刷怪 他催促道 李老弟赶紧的 趁现在给他最后一击 就差这一只游魂 我们的支线任务怪物猎人就完成了 李天下回答道 放心吧吴老哥 我必定拿下 可话还没说完 一个手持盾牌的大汉撞了过来 李天下还没弄清楚状况 就被那大汉用斧头 劈死了眼前的游魂 大小姐 我这边搞定 抢怪成功 与此同时 李天下被当场撞飞出数十米远 他连忙起身 对着吴国一说道 小心 有混蛋来抢怪了 可话音刚落 一把匕首突然扎进了他的脖子 比起关心同伴 你还是先关心一下自己吧 很快系统弹出提示 您被玩家夜雪而击杀 尊敬的玩家 您已在游戏中死亡 进入三小时复活冷却时间 李天下顿时目瞪口呆 卧槽 抢老子的怪 还杀了老子 还有这复活冷却 是哪个游戏研发设计的傻逼功能 特么有病吧 不过话说回来 这款游戏确实太可怕了 竟然连我这个资深游戏研发者 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完全吸引了 从评价来看 不知我和吴老哥被抢怪了呀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游戏的火爆 然而此时在世界的公屏上 已经有不少职业玩家创建了公会 同时还在发布招聘信息 另一边 在游戏的后台 经过神器的计算 登陆后没在线的部分玩家 全是因为正处于死亡的复活冷却时间中 也就是说 这个游戏玩家的留存率达到了100% 陆吴认为这还远远不够 必须再吸引更多的玩家才行 北林你说过 刹那鬼将拥兵50多万 随时都有可能入侵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赶在那之前 吸引更多的玩家 组建出一只具有压倒性力量的不是军团 就在这时 吴国义打来了电话 陆吴老弟 这次你一定要帮帮老哥我呀 陆吴一脸猛逼 吴老哥 发生了什么 吴国义说道 我在杀幽魂时竟然被抢怪了 还被杀了 你说这能不能忍 所以呀 你给老哥一些魂币 我要去买几件像样的装备报仇 这对你来说不难吧 陆吴看着神器上显示的魂币也很无奈 吴老哥 实话和你说吧 游戏的发展在进入正轨后 魂币只会从打怪中产出 我们研发团队也是没有办法的 不过呀 在游戏投入前 我自己留了100魂币 我把这100魂币给你 以后可没有咯 吴国义很诧异 听你的意思 这游戏进入正轨后 一切都不是你们研发团队在控制的事吗 陆吴回答道 没错 游戏里的发展都是只有进行的 连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所以 请老哥见谅 这个中年大叔身价千亿 是全国最大游戏平台的老总 可如今却和队友躲在小树林里准备抢怪 李老弟 你别激动 他们抢我们怪 我们也抢他们的 不过要找准时机再偷袭 我用陆吴给我的100魂币买了这把巨蟒剑 绝不会失手的 此时在远处夜雪儿等人杀怪杀上瘾 根本没发现草丛里有两个人正在埋伏 就在他们把怪打剩下残血的时候 吴国义和李天下相互使了个眼色 李老弟 就是现在 报仇的时刻到了 很快两个手持大剑的狂战士不知从哪跳了出来 在两人那惊骇的目光之中 一击就劈在了那个男人身上 男人惊呼大叫 大小姐 不好了 是上次那两个人 只见夜雪儿身轻如燕 轻轻一个后跳就躲开了那击众砍批 他竖起终止条卡 想因本小姐 战士偷袭刺客 你俩是蠢到家了吗 吴国义很尴尬 李老弟 你怎么搞的 李天下想要把剑拔出来 特么的 批歪了 随后他又得意的说 不过吴老哥请放心 现在我们两对一 优势在于我 可话音刚落 刚才被打圣残血的精英怪物突然袭来 三人不约而同的抬头望了一眼 下一刻系统弹出提示 残骸战士以击杀吴国一 残骸战士以击杀李天下 残骸战士以击杀夜雪儿 此时此刻 一个声音响彻了整个夜家庄园 这俩大蠢蛋 竟然害本小姐被残血怪偷袭反杀了 这口气本小姐可厌不下去 报仇 我要报仇 陆管家 马上打电话给我哥 就说我被人欺负了 让他赶紧带人过来 越多越好 与此同时 在173游戏平台总部 吴国一找来了助理 你安排一下 那些手里工作不及的员工 去大会议室等我 而另一边 李天下突然拍了拍员工的肩膀 吓得下属惊慌失措 我错了老大 我不是故意要在办公区吃早餐的 李天下满眼都是血丝 说道 不重要 去 让大家都戴上虚拟头盔 准备开战 这是叶晨带着几个兄弟来到叶雪儿的家 雪儿 人我都带来了 告诉我谁欺负你 我们这就去砍了他 叶雪儿呵呵一笑 果然是我的好哥哥 这么快就到了 他对着管家吩咐道 慕书 把这些东西发下去吧 每人一个 叶晨说道 雪儿 我们都带着武器呢 叶雪儿这才解释道 可是刀根本没用啊 必须这个才行 我在游戏里被两个无耻的家伙偷袖袭 还害我被残血怪反杀了 你说气不气人 叶晨一脸茫然 气 气人 健壮 叶晨对着小弟们发狠 都愣着干嘛 准备上游戏 都给我选好职业后集合 然后跟着我妹妹去砍人 不帮我妹妹把这气出了 不要你们好看 于是在叶雪儿的带领下 叶晨带着几个小弟一同建立了守护天使工会 而吴国一合理天下 带着公司所有员工们成立了复仇者工会 男人只是睡了个午觉 就发现自己创造出来的游戏货币正在疯涨 一个叫叶雪儿的玩家正在疯狂收魂币 从一比一百直接炒到了一比七百 原来游戏才刚开服两天 正式的工会还没建立 可里面就已经出现了两拨势力 双方前期因为抢怪打出火来 现在只要在野外见到对方联盟的玩家 都是二话不说上去就干 能够快速提升实力的魂币 自然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 两边都有土豪在争抢收购 所以魂币的价格一下子翻了好几倍 北黎两眼冒光 照这个势头下去 我们很快就发财了 可以买好多好多好吃的了 陆无也是双眼放光 的确啊 一比七百的兑换率 算算我手里现有的魂币 这等于瞬间有了几百万 可北黎很纠结 虽然我也很想卖掉魂币买好吃的 但魂币对我们十分重要 这可怎么办啊 陆无也很无奈 之前吴国一出价一百五十亿的时候 我也何尝不是这种感觉 将冥界打造成游戏 目的是为了重建北七王府 但需要耗费数额巨大的魂币 现在离实现这个目标仍然还差很多 不过就怕还没实现这个宏远目标 眼前的现实生活就过不下去了 所以我打算先卖掉五百魂币 缓解下拮据的日子吧 这个量也不会伤筋动骨的 北黎一听很是赞同 于是陆无启用征战神器 将自己伪装成普通玩家 然后进入自己的游戏进行交易 北黎好奇问道 对了陆无 你打算选个什么职业啊 话音落下 陆无穿上了法师的新手装 法师这个职业在前期很坦白 除了初始技能阴气弹外 根本没有其他像样的伤害类技能 不过我只是去做买卖 又不是去PVP 被玩家杀的这种事更不可能发生 况且法师潜力巨大 冥府内的藏金阁收藏着 许多冥界的术法与战斗法门 只要成功重建冥府 这些功法便可全部录入到神器中 到时我们也能进行职业技能设计 然后商城再添加个技能购买篮 玩家的实力会再次得到飞跃式的进步 现在偏弱的法师 在后期绝对是输出冠绝其他职业的法 而他身为权限号 陆无直接打开地图 上面闪烁的红点就是叶雪儿现在所在的位置 随后他骑着用英气凝聚而成的凤凰 飞向叶雪儿的位置 北离看着陆无的背影 暗暗赞叹 陆无对征战神器的使用 真是越发娴熟了呢 几分钟后 陆无就已经来到了幽魂山脉深处 可却被叶雪儿的人拦在了门口 你该不会是复仇者联盟的人吧 陆无开门见山说道 我找叶雪儿 我有魂币要卖 内心暗暗叹气 没想到短短时间 游戏内玩家阵容的对立矛盾就如此之深了 却是我始料未及的 男人想要出售游戏币 独自来到克金大佬的地盘 站在树上的叶雪儿问道 找我的吗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陆无说道 听说你收魂币 我想卖 按现在的市场价一笔七百如何 叶雪儿身形一闪 从旁边的树上跃下 那你有多少 我全都要了 可她内心十分嫌弃 就独自一人 而且还是目前输出最弱 几乎没人选的法师职业 这能有几个魂币啊 陆无说道 我有五百 听到这话 叶雪儿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立马红着小脸凑了上去 等等 你刚刚说你有多少魂币了 陆无愣了愣 我有五百呀 叶雪儿突然又觉得可疑 你该不会是在骗我吧 你这个平平无奇的法师职业 又是怎么攒到五百魂币的 陆无不想解释 直接把五百魂币放到交易窗口上 你检查一下 到底还要不要 看到窗口上的五百魂币 叶雪儿内心万分震惊 因为她算上自己打怪 获得的魂币最多也就六十左右 随后她红着小脸回答 要 我全都要 有了这些魂币 我就可以买商城那件 新一九的红色品质装备了 陆无也不废话 直接让叶雪儿去交易网站交易 那里有平台担保 可叶雪儿却说 不需要那么麻烦了 把你账号告诉我 现在就给你转账 见他那么爽快 陆无也把账号发了过去 不过他内心还是很诧异 五百魂币价值三十五万 并不是小额交易 也许对方已经土豪到 根本不把这三十五万看在眼里了 在下属去赚钱的间隙 叶雪儿很好奇这么多的魂币 这个小法师又是怎么得来的 陆无随口找了个理由 是那个永久任务灵魂收集者 我运气好到处乱窜 捡到了五个初始灵魂 卖给商城白赚了五百魂币 很快下属就把钱赚了过去 叶雪儿也不再纠结 他的魂币怎么来了 说到 钱应该到账了 你去看看吧 这时北离传音告诉他 这个叶雪儿不是骗子 钱已经确认全部到账 随后陆无撑起一把伞潇洒转身 不必查了 你信我 我也信你 五百魂币转你了 希望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 一旁的下属认为 这个男人在现实中应该很有钱 几十万查也不查一下的 可叶雪儿却不以为然 这和钱无关 他身上那种独特的气质 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 就在叶雪儿发呆之时 身后传来下属的惊呼大叫 雪儿姐 不好了 兄弟们遭遇伏击了 叶雪儿一愣 又是复仇者联盟吗 只见男人趴在地上 神色慌张 不是 是游戏里的反派NPC 另一边 一只成百上千的狼奇鬼兵重镇 缓缓走来 其中为首的开口说道 你们是哪个鬼将的下属 竟敢侵扰无主刹那鬼王的地界 男人卖掉游戏币赚了35万 只为给身边的小萝莉 吃一顿五星大餐 北梨看得口水直流 两眼放光地喊道 美食 美食 陆无淡淡说道 你就敞开肚皮吃吧 生活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不过这又更凸显了魂币的重要性 现在我的魂币还是太少了 得想个办法收集到足够的魂币重建名字 将技能这个功能开放出来 还有一点令我很在意 在我离开冥界府时 我发现叶雪儿的队伍 遭到了小谷奇狼的鬼兵袭击 北梨解释道 那是鬼狼奇 城王后的刹那鬼将统领着他们 陆无说道 原来如此 他的势力都已经从流离区域扩张到民府附近了 看来我们也必须有所行动了 北梨觉得这事情好办 现在玩家的数量上来了还不断增加 你可以给玩家们设定个探查 刹那鬼将领地的任务 这样既能通过玩家了解 刹那鬼将那边的情况 又能刺激玩家们为了变强而消费魂币 一举两得 陆无恍然大悟 好主意 那就把任务揭去等级设定在15级吧 要是设置太低很容易让玩家被秒杀 挫败玩家的自信心 说完便启动了拇指上的征战神器 虽然在玩家中实力最强的也不过普通鬼兵级别 这个任务的难度对他们来说无疑会有些高 但玩家的特点就是不死 去探查刹那鬼兵军团的实力再合适不过 等清楚了情况后 我在定制出进攻策略 就在这时 系统弹出全服信息 玩家陈子宇 ID一刀入魂成功建立了大龙会工会 陆无认的这个玩家 那是第一批职业玩家 想不到已经达到了正式建立工会要求的二十几了 想到这里 陆无拎起正在干饭的北厘伊林 然后一个劲地往门口走去 大喊服务员 结账 打包 北厘很无奈 人家吃得正爽呢 此时在冥界北齐王府门外早已人满为患 一大波玩家有序的排队想要加入游戏的第一个工会 而他们只收10级以上有实力的玩家 另外15级以上的工会成员要做好准备 他们即将要去做探查任务 此时陈子宇询问NPC陆魔 陆大哥 你对着盘踞北齐东面的鬼将刹那了解多少 陆魔立马激动起来 枉我义父对刹那一片栽培 可他竟然为了利益 选择了背叛 我恨不得亲手将其杀死 然后抓住陈子宇说道 那鬼将拥兵50万 占据东面靠黄泉海的流离区域 如果你要去侦查 千万要注意自身安全 陈子宇顿时目瞪口呆 感觉这个陆魔就是一个有血有肉 有感情的人 这游戏还是一如既往的真实 他不再纠结一个NPC 在游戏的工会频道发出一段语音 大龙会所有15级以上成员准备出发 一起过探索任务 血力跟着喊道 冲呀 完成任务我就有三件栏桩了 美滋滋 幕后的两人也很惊讶 任务才刚设置出来 大龙会的人就急着去开荒 真不愧是职业玩家 效率真高 这时北里指着陆魔说道 陆无 你看陆魔被包围了 这是一个拥有自主意识的游戏NPC 因为外表俊美而被一大群妹子玩家围了起来 还扬言要给他陆魔生猴子 北里一脸无语 这才明白当初陆无为何创造的是男性NPC 吸引妹子玩家留住男性玩家 陆无想了想 也是时候再创造一个新的NPC了 他打算将其设定为 北齐大地四处游荡的神秘商人 到时候会把他随机投放到一个地方 找到此NPC的玩家 可以购买商城里没有的稀有物品 这样也能丰富玩家们的游戏乐趣 随后陆无利用上帝视角 将神秘商人传送到土豪夜雪儿那边 说道 搞定了 我们去看看大龙会的探查任务进行的怎么样 可北里却很担心 现在玩家之间起了冲突 以后怕是不会同仇敌开对抗叛变的鬼将了 陆无摸了摸他的脑袋 说道 北里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往后你自然会明白的 画面一转 在琉璃区与民主交界处 鬼狼旗的营地外 不少鬼兵正在巡逻 这时探查回来的雪梨解除了隐蔽技能 队长 我已经侦查过了 这里应该是个前哨隐蔽 但里面却足足有两千左右的鬼兵 陈子宇暗暗心惊 鬼兵数量太多 我们搞不定 换方向继续前进 可却在这时 一头离他们较近的侍郎突然哀嚎 王大莽很是懊恼 傻狗 叫你大爷的 此刻无数鬼兵都抬起了头 望向正露头探视的陈子宇等 陈子宇立马大叫 不好 被发现了 兄弟们 快跑 雪梨却说 队长 这些鬼兵们骑着狮狼 我们跑不过他们了 王大莽直接拔刀 拼了 三小时后老子还是条好汉 陈子宇下达指令 没错 和他们拼了 杀一个转 杀两个大转 很快玩家阵营与鬼骑兵正面撞上 顿时人养马翻 场面变得极其混乱 打了足足半小时 王大莽已是伤痕累累 咱带来的都是15级以上的玩家 原本还算有一战之力 只可惜在数量上吃了个大亏 看来这次是要栽了 作为最强的陈子宇仍然坚挺 别废话 站到最后一刻便是 此时幕后两人正在偷偷观察 北黎认为探查任务还是设置太早了 长夜将至 黑暗中鬼狼旗将会获得视野上的优势 大龙会眼见就要被团面了 倒是影响玩家的积极性咋办 陆无却不以为然 长夜将至又如何 火把从来都握在这些玩家的手里 可千万不要小看他们 他的话音刚落 叶雪儿竟然带着几百人缓缓走 兄弟们给我杀 杀光北齐叛徒 为之前被他们杀掉的兄弟报仇 一雪前耻 北黎注意到了叶雪儿身上的装备 这才明白陆无为何会把五百魂帝卖给他 原来是让他增强实力赶过来支援 可陆无却说 不止他们 很快 不过一和里天下也带着复仇者联盟大军杀到 北黎正了正 守护天使联盟与复仇者联盟不是死对头吗 为何会放下成见同仇敌开 随后他一脸崇拜的望向陆无 陆无竟然能未雨绸缪到这种程度 简直和当初的北齐王大人一样 这两大联盟本是死对头 只要看见对方的人就会往死领着 可如今为了击杀反派NPC鬼狼骑兵而暂时停战 吴国义说道 先杀敌人 我们的仇道是后再算 叶雪儿冷冷回答 同意 面对凶残的鬼狼骑兵 两大势力暂时放下了恩怨 一同扑向了那些鬼狼骑兵 陆无对此早有所料 想要取得胜利 玩家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 鬼狼领身上 只见他身形一跃杀了过去 可面对袭来的叶雪儿 鬼狼领的嘴角露出一丝不屑 他伸手一抓 背后的巨大战刃握在了手中 在叶雪儿身影浮现的同时 战刃骤然舞动 一到冲天刃气射出 叶雪儿目光呆滞 挥动这么巨大的武器竟然还能这么快 此时叶雪儿躲避不及被刃气迎面批中 眼前的画面逐渐变得灰暗 没想到新买的装备连他一击都扛不住 看见妹妹的血条被清空 身处重围的叶晨顿时勃然大怒 他大声咆哮着 噗妈的 你竟敢动我妹妹 小弟们跟我冲 为雪儿报仇 此时身边的弟兄都围了上来 帮助他朝前杀去 看见这一幕的陈子宇也怒吼一声 擒贼先擒王 兄弟们 死了没事 杀个鬼都统领陪葬 可鬼都统领不退反镜 手中的战刃一横 猛的朝前一批 一道黑色刀芒扫过 瞬间倒下一大片玩家 陈子宇虽然勉强挡下 但他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 只是其他的玩家就没那么好运了 直接被鬼都统领一招清空血条 身体都化为了灰烬 这时吴国义咆哮了一声 带头冲了上去 给我堆死他 其他鬼骑兵都不管 就杀这个统领 鬼都统领虽然身经百战 看见鬼狼其损失惨重也不由地动容 此时鬼都统领两天哀嚎 身上浮现出一圈绿色荧光 这一刻他进入了狂暴状态 浮游汗树 蝼蚁来多少都没有 话音落下 绿色光芒骤然扩散 将四周的玩家全部震飞了出去 战刃高高举起 刀芒纵横交错 无法比拟的庞大伟力直冲云霄 瞬间团灭了围在四周的所有玩家 在幕后观察的陆五也吓了一跳 玩家阵容被团灭了 这根本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看来我还是低估了刹那鬼将所掌控的力量 这才只是一个鬼都统领 就打得最强的一批玩家毫无还手之力 那如果是最强的刹那鬼将 岂不是可以一个人屠杀整个游戏里的玩家了吗 看来玩家还是得继续发展 冥府东面的琉璃区域还是暂且先不考虑拿下了 随后他让北利设计出在游戏里录制视频的功能 这样会更有利于增加游戏的推广和曝光度 吸引更多的新玩家 三天后 在游戏的公平信息里 魂币已经被炒到了一比八百 各个势力也在招募强力玩家 陆无淡淡说道 前几天的探查任务 命生生被三大联盟打成了正面交锋 不过也因为这样 他们基本都放下仇恨 开始和平发展了 听说是因为现阶段玩家实力最强的三大联盟的老大进行了一次谈话 他们决定暂时放弃争斗先联合起来 把位于琉璃区前沿的那座鬼都营地拔掉 北利说道 不止这些哦 陆无你仔细看论坛上的评论 玩家收魂币的价格又抬高了 我们又又又发了 陆无回答道 是的 还有游戏录屏功能也发挥作用了 玩家的数量已经增加到15万 而征战在线游戏的崛起 也吸引了大批打进工作室 然而让他们傻眼的事 这游戏竟然无法多开 甚至账号都无法借给别人使用 哪怕他们用了各种手段 都无法破解这款游戏 要知道征战在线实际上是灵魂绑定 除非玩家拥有两个灵魂 玩家的数量日渐增长 因此也出现了许多技术型玩家 在论坛最引起路无注意的有三个技术型玩家 其中一个叫纳蓝蓝的玩家 手绘了一张幽魂山脉各个区域怪物分布的地形图 以及各个怪物的弱点标注 还有一个叫矮人王的玩家 更是在录制新功能开通后 将自己探索的地图展示在游戏论坛中 据说他进入游戏基本没有打怪 而是以旅行的心态开始探索这个世界 在矮人王的地图中 名府附近的区域的地图迷雾全部消失 出现了四个野外区域 分别是玩家最熟悉的幽魂山脉 西面的狼牙交土区 以及在往前的绝境断崖与死亡森林 不过最令我在意的 还是这位叫一拳一脚的玩家 他说他曾是一名消防队员 男人是一名消防队员 再一次就在行动中 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 虽被称为英雄 但痛苦只有他自己清楚 他渐渐变得自暴自弃 再偶然一次他接触到游戏 便以虚拟的一切来麻痹自己 至少在游戏里他是完整的人 可这一切依旧虚假 完全没有真实的感觉 如同假之 直到他接触到了我们的征战在线 完全真实的感觉让他热泪盈眶 第一次感受到失去肢体真实存在 听到这里 北黎的泪水忍不住滑落 原来游戏也可以给他人 带来崭新的人生和希望 北七王大人也一定会为我们感到自豪的 陆无看了玩家们的反馈 也有了新的想法 征战在线并不一定要是战斗类游戏 也可以自由化休闲化 比如将来 如果拿下了刹那鬼江的琉璃区域 那喜欢钓鱼的玩家 完全可以在琉璃区旁的黄泉海里垂掉 那里有许多珍贵的鱼类 甚至拥有增加魂体强度的效果 又比如绝境断崖下方 磐石鬼王的领地 在那片区域有着许多阴着之地 是培养新生灵物的好地方 如果拿下了那片区域 那么也可以开启玩家们饲养宠物的功能 甚至是培养帮助战斗的战宠 可以说这片阴间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只要玩家们想象力所及 皆可以开发成游戏乐趣 我相信 随着世界版图的渐渐展开 会有越来越多的玩家涌入到我们的游戏 在深深爱上这个世界的 画面一转 在琉璃区域民主的分界处 鬼都统领正带着队伍缓缓逼近 这是一个下属说道 鬼都大人 在往前就是北齐王曾经的民主区域 那些自称玩家的存在 自从几天前的那次战役后 就不跟我们正面交战了 而是以一个个小队不间断地在我们营地附近挑衅 原本以为进行几次血腥的清理后 那些弱小的垃圾会害怕 但他们的骚扰反而愈演愈烈 这无疑刺激了鬼都统领 这次他索性带领所有的故乡 来到民府门前一探究竟 可当大军跨过边界线 原本还晴朗的天空突然变得阴沉 这让鬼都统领下意识想起了 那个威慑北齐大地数万年的王者 他压下心中的恐惧 却听到了那些玩家的声音 卧槽 那些鬼兵居然自己走出营地 主动过来了 NPC的仇恨真能被吸引得这么远了 你们都听着 老子们是北齐王后人 你们这些叛徒把脖子洗干净了 统统准备受死吧 特别是那个领头的 你过来啊 鬼都统领当即怒了 什么狗屁后人 当年北齐王的陨路 我也是亲眼所见 杀光他们 话音落下 这只前哨营地中的鬼狼齐大军 与玩家的一场大战再次打响 另一边 北里也发现了这一切 不好的陆无 鬼狼齐大军跨过边界主动出击了 玩家们正在被疯狂屠杀 可陆无只是微微一笑 我知道 没什么可担心的 一切都在我计划之中 与此同时 那几个过去挑衅的玩家 很快就被鬼狼齐大军杀光 只见鬼独统领举起战刃 遥指远处说道 继续前进 北齐民府方向 准备屠杀 转眼间 浩浩荡荡数千的鬼骑兵 开始挥舞着武器 朝着不远处的民府冲了过去 他本是冥界镇守 在琉璃区鬼狼骑兵的手里 鬼独统领 可如今来到北齐王府门口 却被吓了一条 一眼望去至少都有十万之众 就算是以一笔百的鬼独统领 也都头皮发麻 还连声下达命令 撤退 撤退 可就在这时 一个个身影从鬼独统领的后方冒出 再次形成了一道人海屏障 原来之前落单的玩家都是幌子 目的就是把鬼独统领引过来 两人也在此刻下令 绝杀行动正式开始 话音落下 浩浩荡荡的玩家们 如同潮水般围了上去 朝着鬼独统领发起了冲锋 北厘问道 陆吾 这就是你说的计划吗 陆吾回答道 是的 由于之前的战役失败 三大联盟在论坛达成共识 他们把这次绝杀行动 放上了游戏论坛 而我就顺手置顶了一下 以一笔时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鬼兵们要以一笔击百 我的十五万北齐大军 灭不了刹那鬼将 灭的狼骑兵队 还是绰绰有余的 在战场的这边 鬼独统领感到十分头疼 他们的战斗方式没有阵型 没有指挥 也没有技巧 就全特么靠马 对于鬼族生物来说 我们虽然嗜血凶财 可一样有着对于再次死亡的位置 但这些家伙却正好相反 他们全都不要命不怕死 哪怕我拥有力量上的优势 在这样前赴后继的人海围攻下 也根本冲不出去 很快鬼独统领的血量只剩下40% 同时也进入了狂暴状态 烈雪儿打了声招呼 我们又见面了 这次我一定要一血前耻 对于这一招 众人早已摸透了 不过一大喊 兄弟们小心点 上次他就是靠这招 抿杀了不少兄弟 鬼独统领也认出了两人 怎么是你们 不可能 几天前 我明明亲手杀掉了你们 鬼独统领似乎有些绝望 他诡异的发现 这伙人能无限复活 战斗意志也越来越薄弱 可是这些玩家反而更加疯狂 全都挤上去 想要摸一摸这个boss 很快 鬼独统领瞳孔中的火焰 开始逐渐缩小 在耗尽体力前 鬼独统领的身上 再次爆出一道绿光 将四周的玩家先飞 鬼狼骑前哨 营地boss鬼独统领已被击杀 鬼独破小刃 属性 增加力量18点 武器技能 封刃 每小时可发动一次 造成两倍攻击的远程伤害 佩戴要求 战士类职业 等级达到30级 鬼独甲咒 属性 增加防御15点 装备技能 防御光幕 佩戴要求 任何职业 等级达到25级 魔 B号符文 符文名气套装配件之一 可出售于商城 价值500魂币 正在观战的陆无很好奇 不知道是哪个玩家幸运地 抢到了最后一击 北离很惊讶 那是 陆无这么正 怎么了北离 这些装备有什么来头吗 北离解释道 你之前不是想设定 几个隐藏职业吗 现在机会来了 这魔符是曾经北齐的 第一铸造师 英九魔用来打造 特殊战士的物品 只要我们拿到了这魔符 我有信心帮你研究出 一套符文战士的 进阶方案来 这是一种 由北齐铸造师 创造的特殊战士体系 名为符文战士 锻造过程 需要许多材料 与被锻造者融合 虽然过程极为复杂 但最终 铸成的战士实力 将会变得相当可怕 然后拥有征战神器的 我们可以省去 许多复杂的过程 只要将那块符文 研究透彻 然后将模板植入神器中 就可以缔造隐藏职业 符文战士了 而且这种职业的成长体系 除了升级 还有收集符文成长模式 每一块符文的增加 都可以提升符文战士 一大截实力 北厘叹了口气 只是不知道 获得魔符的玩家 会在什么时候 才会出售给商城 可却在这时 陆无把手伸了过来 上面闪烁着 魔符的蓝色光芒 这玩意儿 现在对玩家来说 毫无用处 自然是出售给商城 带上游戏头盔 准备上游戏 可很快他就想起 等等 老子可是刺客职业啊 我刚刚在高兴些什么 不过既然狂战士 都出转职职业了 那刺客还会远吗 先看看再说吧 符文战士 为了追求极致的力量 狂战士舍弃武器 以自身为容器 鸣克天地符文 锻造最强躯体 职业特性 每鸣克一个新符文 自身力量都可以得到巨大提升 并获得所镶嵌符文的特性技能 一动 身上的力量符文开始闪烁光芒 下一刻他一拳砸在地上 卷起滚滚尘土 地上顿时出现一个巨大凹坑 一条条裂纹开始朝着四周扩散 防御符文 符文战士再次呐喊 蓝色宝石闪烁出绚丽的光彩 只见他双手交叉在胸前 一道蓝色的圆弧光幕 瞬间出现在周身 与此同时 一个手持法杖的身影走过来 只见那道法师身影悬浮于空中 一道道阴气凝聚而成的流星雨 从天而降 然而这些攻击打在蓝色光幕上 除了点点涟漪 根本无法破开气防御 在防御符文演示结束后 符文战士开启了速度符文 绿色的宝石顿时亮起 只见那青色的阴晕气体笼罩在符文战士的周身 而他的身影一闪 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在演示结束后 游戏简介再次浮现 符文历史职业拥有多种成长模式 随着等级提升可增加镶嵌符文数量 这让看完一整段演示的王大莽 突然抓狂起来 这么的 一开始就选错了职业 我现在话还来得及吗 这完全颠覆了我对战士职业的认知 系统继续播报 本次更新内容 添加狂战士转职职业 符文战士 新增NPC 转职导师 取师 符文战士转职需完成转职任务方 可转职成功 陆无揉了揉北离的脑袋 真有你的 竟然靠一块符文就研究出了新职业 北离微微脸红 那是 现在我正在研究法师的转职 到时候要一起推出三个法师类的转职方向 让玩家选择 法师职业即将要推出三个转职方向 擅长控制和简易状态的诅咒系 还有擅长输出的妖魔系 最后是擅长画形的精怪系 各自都有特点 而且都十分强力 陆无问道 那刺客呢 刺客的转职该如何呢 北离迟疑了一下 刺客我现在还在考虑中 我制作的这些职业 都是需要特殊材料配合添加给玩家的 也就相当于为他们创新的躯体模板 并不是想到什么就可以添加什么 所以每一个转职都必须仔细思考 反复研究 陆无有些心疼 一直都是你在埋头研究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北离笑了笑 你就给我每天买好多好吃的就行了 毕竟研究这东西 很耗费脑力的 需要各种很美味的食物补充营养才行 陆无顿时哈哈大笑 我看你就是想吃好吃的吧 好的 我答应你一定给你买 画面一转 在琉璃区靠近黄泉海的沿岸处 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黄泉海那边是如何回复的 跪在地上的其中一个领头回答道 刹那大人 海王说只要大人愿意每年都缴纳十万英灵作为祭品 那么黄泉海那边便承认大人琉璃区霸主的地位 听到这话 愤怒的气焰从刹那鬼将双眸中燃起 北七王还在的时候 怎么不见他敢如此嚣张 真当我刹那好欺负吗 下方身披黑袍的杜魂使者身躯一颤 那刹那大人的意思是 刹那说道 赞起隐忍 答应他的要求 等我突破到鬼王境界 这笔债 我会讨回来的 杜魂使者点头 但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刹那大人 鬼三的魂火熄灭了 刹那文言后正了正 鬼三嘛 他驻守的不是琉璃区域民府的交界吗 这么安全的区域 他为何会死 杜魂使者摇了摇头 不但他死了 似乎他的下属也全部死亡 因为没有一个回来报信的 属下怀疑 是北域的磐石鬼王干的 刹那却说 不可能是他 他不会蠢到 刚刚占领北域就和我为敌 应该是其他势力 你亲自去查 我要知道到底是谁在暗中针对我 另一边 玩家与鬼都统领决战的视频 被上传到了个大视频平台 如今征战在线的玩家数 达到了20万 而陆无所拥有的魂币 也终于突破了5万 他决定耗费5万魂币 修复民主 在陆无征战神器的操纵下 大量魂器将废弃的 冥府笼罩在了其中 很快出现了 半絮半石的奇妙景观 一栋黑色巍峨崭新的建筑 出现在废墟之上 随后两人推开了 冥府内藏金阁的大门 眼前的书籍琳琅满目 里面收藏着 北齐王毕生收集的 所有修炼功法 以及战斗技巧 美丽说道 接下来我们要对玩家开放这里 也该给藏金阁更名了 陆无早有想法 既然是给玩家修炼用的 那就叫修炼阁吧 可话音刚落 陆无手上的征战神器出现异动 大量魂器滚滚似戒指中涌出 很快原有藏金阁的 全部点击进行重新收纳 整理 改造成为了一个更适合玩家 充满奇幻色彩的地方 陆无这才明白 修炼阁实际上是存在于 征战神器之中的 而里面的书籍 变成了一道道人形虚异 玩家点击身影 便可以看到这个技能的详细解释 与施展演示 陆无顿时眉开眼笑 不用一本本书籍寻找 直接询问这些人形虚异非常方便 不过让他们在这里学习 也要缴纳魂币才行 得理点了点头 当然 除了缴纳魂币 还得有等级限制要求 因为有些玩家的躯体 虽然得到升级和强化 但依旧承受不住其中的一些霸道功法 男人花费五万魂币 将冥王府重新建造 就连修炼阁也都进行了二次改造 入无暂且将这里划分为战士 法师 还有刺客的三大类职业区 然后将三大类职业区 再细分为五个小区域 初级修炼区 中级修炼区 高级修炼区 零级修炼区 王级修炼区 另外由于玩家的数量庞大 再用征战神器 将这里开辟出数个平行空间 每个空间最多容纳1000个玩家 这就相当于游戏里 设置不同的区服类似 在陆屋整理完毕后 全服弹出公道 职业技能学习正式开启 凡是等级达到20级的玩家 可在修炼阁内挑选 本职业对应战斗技能 进行领悟学习 然而通告才发布不久 就有大批的玩家来到修炼阁 而且这规模几乎全是法师职业 英兵召唤 法师 操纵英气凝聚英兵战士为你效命 每个英气战士实力 相当于玩家一级实力 最多同时存在10个英兵战士 达到20级可学习 技能每次升级 召唤英兵数量乘2 兵卓侵蚀 法师 热面类技能 释放附带负面状态的腐蚀性英气物 可造成大范围持续性伤害 达到20级可学习 技能每次升级可提升伤害面积与强度 恶念缠身 法师 恶念类技能 召唤游离的恶鬼附体 自身得到恶鬼守护 达到30级可学习 本技能拥有不确定性 恶鬼强度受环境因素影响 等级越高恶鬼实力越强 以前法师类职业不受重视 即便到了20级 也只有阴气弹这个垃圾技能 如今看到一堆法师类的技能出现 一直是自己为下水刀的法师玩家 集体热泪盈眶 这个狗策划 终于想起了这个后妈生的职业 这让作为策划之一的北离顿式汉颜 陆无啊 看来法师职业的玩家们 之前的怨气很重啊 只见陆无招了招手 走吧 我们继续对征战在线进行下一步升级吧 他为了方便玩家在赶路上节省时间 于是花费了5000魂币建立了传送阵 分别放置于幽魂山脉的入口 与民主之间的几个重要区域 这无疑对玩家来说是个好消息 毕竟每次复活前往幽魂山脉练剂 他们还得花好多时间在路上 因为对转职符文战士的渴望 狂战士职业的玩家们 纷纷开始走出民主前往外界 寻找转职材料 传送阵的建立会极大提高他们的效率 符文战士转职要求 第一阶段 猎杀指定怪物 符文战士转职要求 第二阶段 收集材料打造符文 必须完成其中一个 力量符文融合材料 黑胶矿石 狼牙胶土矿区产出 火融合心 烈焰地狱产出 黑甲碎片成石 黑甲恶灵杀死后掉落 防御符文融合材料 黑胶矿石 湿水核心 湿水和玉产出 幽冥珠成石 幽冥立士死后掉落 速度符文融合 破坏符文融合 飞翔符文融合 爆裂符文融合 爆裂符文融合 行天立士特殊符文融合等等 符文战士转职要求 第三阶段 转职成功 开启职业进阶模式 北厘说道 所以说传送阵前期投入虽然巨大 但绝对是一笔绝对值得的投资 陆吾表示 传送阵也不是免费供玩家使用的 每次需要他们缴纳一魂币的传送费 这么多玩家 应该很快就能赚回来 接下来 该增设许多玩家期待已久的直播功能了 这就让在游戏中 死亡进入冷却时间的玩家 有了过眼影的地方 随后他一共设置了六种礼物 而这些任何打赏的道具鹿吾 都会收取50%的服务费 在一所地下研发室内 一台台虚拟游戏舱正闪烁着灯光 进行着最后的测试实验 一名白发苍苍的研发老者神情呆滞 看着眼前的指示灯一个个慢慢亮起 他激动地说道 这批虚拟游戏舱配合营养液 成功做到了可以让玩家24小时待在里面 而身体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我们成功了 很快董事长陈总召开了紧急会议 各位 我刚刚收到了一个研发部传来的好消息 我们的虚拟游戏舱终于研发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应该找到游戏商家合作 用他们的知名度来打开市场 再寻找更多的代理商 就在这时 秘书突然闯了进来 慌张地说道 不好了 陈总 刚刚对国的杰德公司在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他们研发出了虚拟游戏舱 随后他将平板与会议室的投影对接 新闻发布会上的场景顿时浮现 并为大家期待已久的虚拟游戏舱 我们杰德公司已经研发成功 经过无数次的数据测试 我向大家保证游戏舱的稳定性 另一边 吴国义打了个电话过来 陆老弟 快看新闻 杰德公司发布虚拟游戏舱了 能够24小时体验游戏 刚刚对国杰德公司的运营部门找到我 希望我能推广合作 于是我邀请了30款大游戏厂商 也包括你在内 记得明天上午务必准时过来 陆吴答应后便挂掉了电话 他激动地说 之前为了玩家的身体健康 才不得已把游戏设定为12小时制 可现在有了这虚拟游戏舱 那我们的明界玩家阵营 更快发展的机会来了 第二天 在173公司总部 国内许多知名游戏厂商派出的代表 都准时到来 这时作为杰德公司的代表 有些不耐烦了 吴总 迟迟不开会议 是还要等谁吗 此刻吴国一满脸焦急 还时不时看一下手表 却怎么都不见陆吴的身影 很快陆吴牵着北离的手闯了进来 我们路上堵车 不好意思 来晚了 吴国一没有责怪他 来了就好 坐吧 不过你把妹妹也带来了 我没有提前安排多余的座位 只见陆吴直接坐下 嘴里说着没事 然后将北离整只抱在大腿上 说道 我妹妹不喜欢一个人待着 这让吴国一嘴角忍不住抽搐 人齐了 奥利莎 你开始吧 奥利莎点了点头 好吧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杰德公司 在虚拟头盔这一行列里是世界领先 全球第一个制造出了 比虚拟头盔更先进的虚拟游戏舱 这段自夸的会议足足长达一小时 此时北离早已趴在陆吴的肩膀上睡着 而会议也到了尾声 奥利莎提出的合作要求位 游戏厂商每年需缴纳利润的20% 作为他们游戏舱的平台费用 此话一出 众多游戏厂商代表露出惊骇的表情 会议室内气氛一度陷入了死寂 这时其中一人说道 只要我们的虚拟游戏舱上市 无数玩家必定屈之若鹜 而能进入我们游戏舱平台的游戏 也必定赚得盆满钵满 而他内心早已认为吃定了所有游戏厂商 别说是20% 即便提出更高 他们也无法拒绝 可偏偏在这时 陆吴突然开口 那个我没有兴趣 就不参与了 奥利莎微微笑了笑 先生你对我们的合作要求有什么疑问吗 还是说没有听懂我的话 这时北离揉了揉眼 掉钱就不行 谈钱多伤感情呢 一旁的吴国一下傻了眼 陆老弟 你先别急着拒绝 这是商业谈判 如果条件不满意还可以慢慢谈 毕竟这对于任何游戏厂商来说都是一个机遇 奥利莎表情骤变 狠狠瞪了他一眼 先生 请你仔细思考再做出判断 可陆吴连想也不想 直接站了起来 无必了 我妹妹说的就是我的想法 这次合作 我放弃 然后潇洒地转身离去 抱歉了吴老哥 就像当初我拒绝你的收购一样 我绝不会将征战再现的利益分让给别人 这是对我们制作团队理想的一种不公和亵渎 我们就先走了 这个男人正在直播驯服侍郎当作骑 先是将他捆绑起来用武力压迫 然后再用食物进行诱惑 看见侍郎变成了虚弱状态 而驯服的成功率也高达60% 眼见即将驯服成功 这是一团飞气不知从何处冒出 周围的树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正在枯萎 就连那只被捆绑在树上的狮狼 也瞬间变成了一缕白骨 很快一个身穿黑袍的杜魂使者悬浮于空中 正在直播的男人直接拔出长剑 卧槽 你磕不着死啊 只见杜魂使者展开双臂 一缕缕黑气迅速从他背后射出 化成一根根坚韧的黑色藤蔓 直接将那三名玩家困在了原地 三人拼命挣扎 这黑物是什么鬼玩意 居然挣脱不开 那家伙又是什么东西 杜魂使者那星红的瞳孔骤然一闪 发出沙哑的声音 接下来 我问 你们答 告诉我 你们从何而来 是否知道驻扎在这里的鬼都为何死亡 玩家也不傻 所以你是刹那鬼匠的人 只见杜魂使者再次一伸手 重复着一样的话 我问 你们答 此时黑色的藤蔓越困越紧 黄发男人求饶荡 窒息的感觉可不好受 别再让这黑物藤蔓收紧了 三人面面相去 我们是不是完蛋了 可能吧 债主找上门来了 我记得当时我还贴了那鬼都统领一脚来着 杜魂使者当场愣住 是你们杀了鬼三 不对 离你们的实力 如何能杀得了鬼三 黄发男人却是一脸不屑 不就是个NPC 有种放了我们 等我转之后我们两干挑 另外两人也虚张声势的说道 你可别杀我们 我们三人很记仇的 谁杀我们 我们都会杀回去的 你可别犯错 听到这话 杜魂使者瞳孔中的火焰骤然生疼 你们可知我是谁 我是刹那大人麾下指掌 引领收纳的杜魂使者 遇上我 你们连化为初始灵魂的机会都没了 说完便用黑色藤蔓钻进了他们的身体 可杜魂使者很快发现 这三个家伙的灵魂竟无法被吸收 就仿佛有什么强大的力量 将他们的灵魂固定在了肉体之中 既然如此 那我就直接破坏掉你们的肉体 看你们的灵魂还能往哪逃 说完便再一次挥手 那些黑色藤蔓也在此刻化成锋利无比的尖刺 瞬间将三名玩家当场绞杀 很快地上的尸体化为烟雾散去 这一幕让杜魂使者感到不可思议 不仅没有丝毫的魂力流逝 而且原本溶于肉体的灵魂 也跟着他们的肉体一同莫名消失 这根本不符合冥界的法则 冥界生物死后魂魄进入轮转 而魂力则一散融入天地 可眼前这状况完全违背了这一法则 就在他走神之时 身后又再出现了几名玩家 其中一人演错 他以为这杜魂使者是官方公布的隐藏NPC 神秘商人 黄毛老大望了眼杜魂使者 说道神秘商人吗 我在论坛上看到过 有个好运的家伙曾偶遇神秘商人 他花五魂币买了一块符文战士的专职材料 然后转手就卖了一百多魂币 兄弟们 这回咱们可要发达了 他本是刹那鬼将麾下执掌阴魂收纳的杜魂使者 如今却被玩家们当成了隐藏NPC神秘商人 只见男人将手搭在他肩上说道 优贺 你卖货不 我们买 一回生 二回熟 他们都塞了浊气 说出来的话语完全不能让人理解 随后他释放出身上的黑气 冷冷说道 你们知不知道 助手在这附近的鬼都统领是怎么死的 可这几个蠢货还以为对方在卖货前想要炫耀一番武力 一旁的小弟给出建议 要不要先夸他几句哄他开心 然后再让他给我们打个骨折 听到他们的对话 杜魂使者当即摊开五指 一群二货 都给我死 很快黑雾化成锋利无比的尖刺将五人击杀 只是他们的魂魄和魂力在死亡的一瞬间莫名消失了 杜魂使者似乎想到了什么 随后身形一闪化作一道黑衣 快速朝着冥府的方向掠去 在人类世界的这边 北离一边吃着零食一边说道 陆无 刹那那边派人来调查了 陆无点了点头 那个杜魂使者究竟是什么来头啊 北离解释道 杜魂使者是鬼王和鬼江下面最大的职位 执掌阴灵的收纳上角 每个鬼王和鬼江下面都会分派一个杜魂使者 他们的实力强弱不一 善于使用血迹类数法 陆无对阴灵不是很懂 北离继续解释 那东西就相当于现实中的钱吧 在北齐就有很多区域能够产出 而且还能被冥界生物所获取 而阴灵和初始灵魂不同 更像是一种材料 可以用来修炼 也可以用来打造武器装备 那些鬼王鬼江一直没占领冥府 也是因为这片区域在整个北齐中 物资最为匮乏的 然后北离一把将灵石吞掉 那个杜魂使者可以随时融入阴影 以玩家们目前的实力是很难将其杀死 说完北离就愣在了原地 他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片刻后转头说道 陆无 他来了 杜魂使者已经来到冥府了 与此同时 在冥府大门处 一道黑影缓缓浮现 这 这怎么可能 经历无数大战早已破败不堪的冥府 竟然被修复了 此刻杜魂使者内心充满了恐惧 难道真的是那位 闭靡冥界的王者回来了吗 不 绝不可能 北齐王的死可是我亲眼所见 连他死时 魂力一散的气息我都清楚记得 就在这时 在冥府之中缓缓凝聚出一具身影 杜魂使者突然感觉到 阴气在他身后汇聚 他连忙回头将目光投向冥府的一处 谁在装神弄鬼 很快一个威严的声音 从那道身影中传来 你说我是谁 杜魂使者当即心神巨震 随后低头跪倒在地 身躯也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 攻迎吴王归来 这个叛徒看见 冥界昔月的王者归来 吓得直接跪倒在地上 属下之罪 便已死赎罪 请吴王念在属下 多年效力的苦劳上 不抽恋我的魂魄 内心却另有打算 死至少还能重入轮回 但如果被抽恋魂魄 可就灰飞烟灭了 只见北齐王将手伸了过去 死 背叛了我 你还能这么容易解脱吗 听到这话 杜魂使者身躯一阵 恳请吴王宽恕我 杜魂愿意为自己的背叛赎罪 此时躲在一旁的 赎罪 你要如何赎罪 杜魂使者连忙回答 属下愿助吴王夺回失去的领地 重现吴王的辉煌 可话音刚落 惊慌失措的杜魂使者 突然正了正 然后起身指向陆吴 你不是北齐王 真正的北齐王大人 尽管认为我有再大的利用价值 也绝对不会放过我呢 你到底是谁 为何而来 又是怎么修复民主的 鬼三的死是否与你有关 脸见计谋被识破 陆吴也坦然承认 没错 鬼都统领是我的人杀死的 而且下一个就轮到刹那 杜魂使者的语气镇定了不少 你胆子不小啊 北齐可不是你这个外来者 能够撒野的地方 说完便迅速将双手抬起 很快一团黑色的火焰 从地底升腾而起 此时北齐王的身影被黑焰击溃 瞬间化为一缕白烟散去 凭你是杀不死我的 杜妍 随后陆吴的真身出现在他背后 杜妍 我确实不是北齐王 但我体内却有着他的血脉 这北齐大地将会由我来继承 还不等他装完逼 北离一口咬在他手上 现在杜魂使者是不会再轻易信你的 想要他再次臣服 必须要让他确认你真的是北齐王的后人 此时杜魂使者正想要继续开口嘲讽 却看见了一滴滴血液接连漂浮而来 他用掌心接过那一滴血液 感受着这股来自血脉的磅礴力量 你真是北齐王的后人吗 陆吴继续用北齐王的话声回答 你心里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 又何必多此一举 现在我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臣服于我或者死 杜魂使者此刻心中无比复杂 等一下 我还有一件事想要确认一下 那些自称玩家的生物也是出自领首吗 陆吴如实回答 那是当然 杜魂使者的恐惧再次涌现 那些玩家即便肉体进魂 魂力也不会溢散 而创造他们的人就是这个家伙 也就是说 他已经掌握了冥界的轮回法 这可是连北齐王都不曾掌握的至高力量 那我现在所面对的 该是何等伟岸的存在 臣服还是死 此话一出 杜魂使者不再犹豫 当场下跪朝拜君王 属下杜炎 拜见吴王 我会像当年效忠北齐王一样 效忠于宁 杜魂使者跪拜在海谷王座下 刹那大人 下属调查归来 刹那鬼将缓缓开口 鬼三的死因 调查清楚了吗 杜魂使者将一根枯树之地上 刹那大人请看 我在鬼三的营地发现了这个 是树妖的残肢 刹那鬼将有些诧异 树妖 这是磐石鬼王的手下 真是他动的手吗 他拥有整个北域还不够 还想燃止我的琉璃区 沉默半赏后 刹那鬼将愤怒地说道 去 你去黄泉海告诉海王 就说他之前提出的 每年向他缴纳十万英灵 做祭品的条件 本王同意了 让他等我突破鬼王境后 助我征讨北域 画面转到陆吴家中 时间已经来到凌晨三点了 但他房间的灯光还亮着 原来最近在游戏论坛上 玩家们希望征战在线 可以开通充值渠道 这让陆吴很是头疼 只能再新增一下游戏设定 来平息他们的怨念 北域对白天的是很好奇 那渡魂使者当时想要以死谢罪 为何不让他直接自杀了算 陆吴却说 你看看这个吧 马上你就会明白了 很快屏幕上出现一个直播画面 这是琉璃区域黄泉海的交界处 有几个玩家偷偷溜进刹那的 领地搞直播去了 然而这时在海浪的顶部 一个上半身人形 下半身像巴掌鱼的海怪 手里还拿着三叉戟突然冒了出来 只见那海怪仰天怒吼 巨大的阴浪化为近乎实质的波纹 朝着岸边一圈圈席卷 玩家们光是被阴浪阵一下就掉了一百滴血 那海怪还在不停地呼喊着 刹那给我出来 可就在这次呼喊过后 一个身影浮现在半空之中 你突然出现 究竟想干什么 海王 莫要欺人太甚 刹那鬼将在说话的同时咬牙切齿 与远处气势汹汹的海王遥遥相对 而正在观看直播的陆吴一脸坏笑 欺人太甚 就是要欺负你 又怎么样啊 一旁的北黎满脸惊恶 陆吴 你这个样子好可怕 虽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我有种欲评 刹那鬼将会被你算计得很惨 此时在冥界的这边 刹那鬼将脸色极差 海王 你大张旗鼓地闯入我的领地 未免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海王一脸愤怒地说 若北齐王尚在 我倒敬畏你们北齐三分 而如今 没了北齐王的北齐 你们在我眼里就算个屁 此话一出 刹那鬼将的脸面挂不住 对方不仅闯入自己的领地 还出言侮辱 他的拳头慢慢钻紧 说道 海王 你要站 我赔你 海王继续指着他破口大骂 终于不做缩头乌龟了吗 敢拒绝我的提议 我想你应该也早就做好 这一战的准备了吧 听到这话 原来就要出手的 刹那鬼将当场一愣 拒绝 可我明明吩咐杜言 答应海王的提议 现在怎么变成了拒绝了 于是他立马喊住海王 等等 我想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可怎料海王眼中流露出一丝轻蔑 懦夫 现在后悔 会不会太迟了 一场海王与刹那鬼将的战争即将打响 只见海王率先发起攻势 在周身形成一道百米高的滔天巨浪 朝着刹那鬼将撞了上去 巨浪继续压下 根本就没有停止的意思 刹那鬼将的身躯也已经被巨浪淹没 此刻刹那鬼将既委屈又愤怒 海王 我何时拒绝过你的提议 随后他狂吼一声 身形在一瞬间得到暴涨 化为了一头身高十米有余 青年獠牙的巨人 老子已经答应了 每年向你缴纳十万英灵作为献祭的要求 你为何还要对我苦苦相逼 一边怒吼着一边跆拳赢了上去 可海王根本不听 还敢戏弄本王 刹那 我真不知道你是哪来的勇气 说完便紧握拳头也赢了上去 很快两拳相撞 瞬间爆发出一股狂风 还有那震耳欲聋的碰撞声 也响撤了整片黄泉海 下一刻 刹那鬼将身形暴退数百米 想不到拼尽全力的一击 也无法抵挡对方的一拳 此时刹那鬼将心中震撼 好霸道的力量 原来我与海王之间 还有这么大的实力差距 他有气无力地倚靠在岸边的巨岩上 说道 海王 我说了 我同意了你的要求 一定是这中间出了些问题 可内心暗道 看来在我突破鬼王境之前 必须要继续隐忍 看见刹那鬼将吃了苦头 海王的愤怒也退去了半分 什么问题 你明明派出了使节来挑衅我 拒绝我的提议 现在还敢当着我的面装糊涂吗 此话一出 刹那鬼将立马瞪大了双眼 你说使节 是杜妍跟你说我拒绝的吗 海王呵呵一笑 我算是明白了 看你这副嘴脸像是被下属于弄了呢 真是可笑至极 连区区一个杜魂使者都无法驾驭 就你还想成为整个北齐的霸主吗 没了北齐王 你们北齐大帝在这冥界 果然就是一盘散沙 刹那鬼将扶着受了伤的胳膊说道 海王 既然真相大白 那你我之间也没必要再战了 我现在亲自承诺你 我接受你的要求 每年想你缴纳十万英灵 海王见他示弱 立马改口 好啊 本王可以接受 不过献计的再加一倍 没了北齐王 你们北齐现在谁都可以欺负 你活了这么久 弱肉强食的道理就不用我来提醒了 刹那鬼将脸色铁青 但在出手之后 实力也已经展露 也没有能够谈判的余地了 好的 我答应你的要求 海王哈哈大笑 这就对了吗 回去好好管教你的属下吧 下次再发生这样的情况 恐怕你就没那么好运了 说完便陷入漩涡之中 失去了踪影 等海王离开之后 刹那鬼将这才全身肌肉绷紧 过口大骂 杜妍 你尽党害我遭受这般七尺大语 我定要将你的灵魂撕成碎片 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陆无一脸茫然 就这 海王这就走了 北离这才明白 原来你留着渡魂使者 是为了当老六啊 这回你可把刹那坑惨了 陆无很意外 我本想让他们斗个两败俱伤 但结果却是刹那鬼将单方面受虐 这海王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北离解释道 那是一个挺厉害的角色 当初还和北齐王大人打过好几架呢 陆无有些诧异 海王还和先祖打过吗 北离继续说道 打呢 还经常打 北齐王没事就去找他打架 有一次还带我去了 然后我看见北齐王把海王按在地上摩擦 看着都觉得疼 不过海王是挺强的 但也没有那么强 黄泉还可大着呢 海王顶多只能算是靠近北齐大地的海域的霸主 整个黄泉海连接着所有的冥界大域 被划分为了七个海域 海王连这其中的一个海域都称霸不了 听到这里 陆无很惊讶 刚刚把刹那按在地上摩擦的海王 居然连一个海域都称霸不了 北离呵呵一笑 听北齐王大人说 靠近我们北齐大地的海域被称为望虚海域 望虚海域的顶级霸主是陶雾 实力更是深不可测 据说连北齐王大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陆无顿时吓尿 连先祖都不是对手 那如果一旦海域中有敌人想进攻我们 整个北齐大地岂不是岌岌可危 北离点了点头 没错 确实是这样 半赏之后 陆无突然有个想法 小离 等我们拿下琉璃去后 组建一支海军吧 不然就算是海王来犯 与我们的实力也恐怕无法抵挡 可北离却说 我有思考过的 不过得先修复冥府的装备库才行 那里面有着许多设计图纸 其中就包括一种吞噬材料成长的幽灵船的设计图 幽灵船是一种能够吞噬天地灵彩 自我改造和进化的特殊船只 哪怕被破坏和完全拆除 只要核心还在 它在吞噬了大量灵彩后也能恢复如初 十分适合玩家来使用 到时候拿了设计图纸 完全可以制作初始的幽灵船出售给玩家 再由玩家自己培养精华 陆无顿时来了兴趣 那我们岂不是可以开启海陆同时发展的计划了吗 可当北离说出要五十万魂币用来修复装备库的时候 陆无的脸都吓飞了 五十万 这也太多了吧 要不我们干脆在游戏中开始个拍卖行吧 这样玩家们就可以更方便地寻找自己需要的物品 只要在搜索蓝田上物品的名称 就可以找到其他玩家标注价格的物品 还有那些等级上去了 想要换更高级装备的玩家 也可以在换装备的同时出售自己多余的低级装备 北离一脸坏笑 懂你的意思 那这个功能设置的服务费 就按照物品卖出价格的百分之二十抽取魂币了 陆无表示赞同 小离 你可真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这个活了上千岁的小萝莉拿起匕首就在床边猛灰 吓得男人差点尿床 有话好好说 先把刀放下 北离一脸兴奋地说 陆无 我找到刺客转值的方向了 随后他划破眼前的空气 说道 这是诅咒一族的遗物 竟然被玩家找到了 我想刺客的转值有望 陆无扫视了一眼 发现匕首不仅秀气斑斑 而且在缺了好几块 怎么也看不出个特别 北离连忙解释 这把匕首可是诅咒一族的武器 而我一直都有考虑让他成为刺客的转值方向 诅咒一族 曾经是北齐大地上一个十分强大的种族 据说这个种族和冥界大狱中的地狱有所关联 他们的族人每一个都是天生的杀手 拥有召唤诅咒恶魔的可怕能力 自是强大的诅咒一族肆意杀戮 屠害冥界苍生 甚至还公然挑衅北齐王大人 只可惜被北齐王大人率领大军镇压了 从此诅咒一族便从北齐大地上消失了 我原本还以为只有等装备库修复后去里面找找看 没想到却在拍卖行里发现了诅咒一族的物品 也不知道是哪个蠢货放上去的 居然才卖五魂币 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然后他拉住了吴的手 直接发动了神器的能力 穿梭到了冥府 走 直接去冥府做成模板 然后在游戏中发布通告 展示给你看的同时 玩家们也能顺便看到 很快 游戏中出现全区通告 游戏更新 天加刺客转职职业 咒徒 甘愿收到诅咒背弃信仰 化为执掌死亡的咒徒行者 在痛苦中摄取着诅咒之力 在他们的眼中 死亡才是真正的开始 职业特性 掌握诅咒之力 拥有召唤诅咒恶魔的力量 佩戴武器 匕首 职业要求 初始职业必须为刺客 且等级达到30级 地狱到一 夜图 召唤恶魔夜图成为守护使徒 持续时间30分钟 在此期间造成的所有伤害 都附加夜图之力 同时在夜图的庇护下 所受伤害减少15% 地狱到二 阿鼻 召唤阿鼻魔成为进攻使徒 持续一分钟 在此期间获得飞翔能力 可选择某个区域 作为阿鼻魔攻击目标 造成大范围破坏性伤害 地狱到三 波惹舍生 极限三道之一 化身波惹魔驼 持续时间一分钟 在此期间可控制 选定目标进入束缚状态 同时对自身造成的任何伤害 减少85% 被选顶目标则承受这部分伤害 另外 咒图可掌握地狱到18种恶魔化系 拥有18种形态的进攻方式 由低至高分为 面 无 虚 集 四个等级 其中三 九 18道为极乐岛 掌握难度极大 详情可在转值岛试处资讯 看到咒图的转值 玩家们彻底疯狂了 感觉这个职业比符文战士还要更强 即便是自杀也能干掉别人 咒图转值要求已发布 咒图转值任务一 刺客玩家等级达30级 在揭取转值任务后 猎杀任何其他怪物 不包括玩家 都可额外获得血色精华 收集一万点血色精华便可开启地狱道一 成功转值咒图 任务二 职业进阶 地狱道二 阿比 五 寻找三种诅咒之力源泉 将其上交于转值导师 由转值导师将三种诅咒鸣刻入体 便可完成第二次职业进阶 阿比魔 地狱道三 般若射生 即 无法无相 般若射身 在死亡中领悟般若真理 难度极大 需玩家自行领悟 地狱道四 汉山 须 搜集山脉之灵碎片 提交与转值导师可完成进阶 看到这里 所有玩家都猛逼了 他们也是第一次看见这种高难度转值要求 还需要自己误出教程 看着宫廷上的吐槽 北离也很无奈 昼图的模板是好设计 只是进阶就得完全靠玩家们自己了 尤其是拨人舍生 这技能即便是当初的诅咒一族本身 能掌握的也寥寥无几 陆无叹了口气 现阶段转值职业方面已经慢慢在玩上了 但隐藏职业这一块却是完全的空白 可北离却说 这个简单 陆无你只要将幻灵室修复就可以了 幻灵室是北齐王大人当年用来存放战败的敌江和战死的英灵的地方 里面有着许多曾经跟随北齐王开疆阔土的猛将灵魂 是一座祭祀建筑 这些英灵中有好几位天赋极高的战士 他们的传承完全可以靠征战神器玻璃出来 然后我们再在游戏中设定一些随机触发的转值任务 在玩家完成后便可以得到这份传承之力 成为游戏中的隐藏职业 与此同时 黑海科技公司总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原来杰德公司比他们早一步成功研发出游戏仓 因此垄断了国内比较火热的游戏厂商 就在男人一筹莫展之时 助理突然开头 陈总根据173平台那边的消息 现在还有一家游戏厂商没有与杰德达成协议 而且还是他们主动拒绝的 男人叹了口气 一家也总比没有要好 你立马去协商 看看能不能拿到合作 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吧 另一边 陆屋正在烦恼 最近要扩充的游戏功能太多 尽管魂币迅速增长也完全不够用 这时他的电话突然响起 在接通电话后 对方直接切入主题 陆先生您好 我们这边是黑海科技公司 希望贵方的游戏能和我们的虚拟游戏仓合作推广 不等他把话说完 陆屋直接表示 我对你们有印象 见面就不必了 我只有一个问题 如果合作 你们收不收费 助理文言后一愣 地旁的陈总见状说道 手机给我 我来直接和他聊 接过电话后 陈总也不废话 直接给陆屋承诺不收费 同时愿意将他的游戏设置为游戏仓的自带软件 不用玩家专门下载 就可以在游戏列表中看见 陆屋见他那么爽快 也立马答应了下来 毕竟虚拟游戏仓 更有利于玩家的稳定和增长 男人将手掌划破 只为将鲜血按在墙壁上 很快一头白色灵露的虚影从岩壁中跃出 而且还在男人的头顶盘旋飞舞 瞬间就把他的生命值全部恢复满格 就在男人郁闷之时 白色灵露突然化为一缕缕金光在坑洞中流转 全区通告弹出 恭喜玩家孙启成功转值隐藏职业 白妹只见金色光芒以他为中心包围起来 一个金色的茧也在此刻缓缓形成 片刻之后 金色的大茧骤然炸裂 瞬间将整个坑洞填满金色的浓雾 这一场直播在游戏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围观人数更是高达十万余人 可当浓雾散去 一只长相笨拙的小白狗突然在坑洞底部 玩家 孙启 LV21 职业 白妹灵兽 形态一 哥哥正在看直播的玩家们癫狂大笑 公屏上的弹幕一时间炸开了锅 原来孙启只是一个不小心掉进游戏地图里的某处坑洞 由于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逃出去 才开启直播询问玩家们如何逃出升天 然而这一切又刚好被北利看见 于是随便起了个名字怂恿男人放血 成功让其转职为隐藏职业 职业特性 每次升级成长属性增强100% 可在等级达到各个阶段时领悟一个传承技能 150即可开启第二形态 祝白妹体内的血液拥有治愈神效 此时路无很好奇 怎么连我使用征战神器也无法将白妹的转职面板留存 更复刻不了给其他玩家 北利也很无奈 这个全凭运气 其他玩家想要转职白妹 也只能与这个玩家一样 找到白妹遗留的声名传承之地 这个几率十分渺茫 与此同时 孙起凭借新身体的强大属性加持 轻而易举地逃出了坑洞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 脸上露出了狂喜的神色 作为一个没技术不克金的低端玩家 拥有这个职业可以说是即将走上人生巅峰 可就在他陷入美妙幻想之时 一张由藤蔓制成的网突然从天而降 一瞬间便将他罩在其中 随后又被三个路人玩家疯狂暴打 哈哈哈哈 我们终于捕捉到狮狼了 我可是师从训兽大师 一定要将他成功训化 这是一个手持法杖的妹子很失望地说道 哥 这好像不是狮狼 是一只小白狗 男人笑了笑 没事 把他绑起来先练练手 毕竟狮狼可不好驯服 于是在孙起一脸猛逼的表情中 他被众人绑在一棵枯树上 妹妹你看 这种野外的生物都是有兽性的 别看他小 很凶的 所以你可得使劲抽他 让他畏惧你 这是训化的第一步 我可是从训兽大师那学来的 此时妹子不知从哪掏出木棍 别嘴笑道 哥 我知道怎么做了 看见女玩家跃跃欲试 孙起当即嘴巴一脸 汪汪汪地呼喊了起来 女人作为杰德公司的负责人 在得知陆无的征战在线 与敌对公司合作后 立马让助手通知下去 在我们发行的游戏舱中 屏蔽征战在线这款游戏 另外 告知我们美国的总部 让总部那边也配合我们一起封杀这款游戏 一定要让龙国的这些游戏厂商的明白 敢拒绝我们杰德公司 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此时在阴间冥界 陆无无端打了个喷嚏 对了北离 那名获得白昧传承的玩家怎么样了 北离表示 观看直播的玩家们看不下去出手救了他 不过那场折磨还差点让他屈服了 这时陆无感应到杜严找了过来 便立马用征战神器 铭具出北齐王的身影 此时杜严朝着不远处的身影攻身行李 拜见吴王 属下遵照您的吩咐回到刹那身边 先是用束腰的枝条 欺骗了他鬼三的死因 然后刹那让我去海王那边答应那供仪式 我又按照吴王宁的指示 骗海王说刹那拒绝了他的要求 随后他将手上的物品递上 这是刹那所拥有的全部阴灵 属下都收纳进了这颗阴灵珠中 完全遵照吴王宁的吩咐 你的阴灵也没给他留 说完便用尽全力磕了个头 吴王 属下已经彻底暴露 刹那心狠手辣 绝对不会放过属下的 请吴王收留 庇护属下 此时那阴灵珠悬浮于陆屋的手上 收纳数量 二十三万零一百一十九阴灵 北离当即竖起拇指 不仅设计让刹那被海王暴揍 还让渡魂使者顺走了他辛辛苦苦积攒的全部阴灵 陆屋 你真是绝了 陆屋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随手一挥 杜妍 你做得很不错 这是我给你的奖赏 很快一团魂力钻进了杜妍的体内 这魂力如同助燃剂 让他头颅中的魂火暴涨 杜妍陷入了震惊 竟然能操纵魂力 直接将我的实力拔升了半个境界 属下 败泻吴王恩赐 陆屋内心暗党 不同于玩家 提升杜妍的实力 对于我来说其实并不难 玩家的成长如同挖曲绘服 要一步步来 但杜妍本就是修炼了数千年的存在 我这不过是在他的湖中加了些水而已 不过这一番操作也惊艳了北林 这手段在杜妍看来 也是不得了的今天手段 而且你懂得恩威病师 的确有王者的风范 陆屋不打算让他待在民子 当即开口 杜妍 我有个新任务给你 杜妍抬头回应 吴王请说 属下必定全力以赴 陆屋继续说道 接下来 你去投靠磐石鬼王 此话一出 杜妍万分惊恐 想要拒绝又无法开口 心想着自己难道被吴王判处 吴七老六之行了 男人被判了吴七老六之行 刚被判完刹那鬼江 如今又被安排去投靠磐石鬼王 陆屋见他没反应便说道 我是要你去挑唆磐石鬼王 与刹那鬼江的关系 以及了解磐石北域县阶段的情况 掌握后汇报于我 杜妍有些迟疑 恐怕磐石鬼王不会轻易信任我 可话音刚落 陆屋将一颗阴灵珠送到他手上 说道 你将阴灵珠带去献给磐石鬼王 作为你的头城里 杜妍点了点头 属下懂了 定不辱命 说完变化为一道流光消失在眼前 随后陆屋将北齐王的身影驱散 问道 刚刚我打算将阴灵珠直接给他 你为什么要让我从里面抽走15万阴灵 北离解释道 因为一灵可以用来搭建穿梭通道 陆屋闻言后一经 你是指传送阵吗 这用魂力不是也能造吗 北离摇了摇十指 传送阵与穿梭通道并不完全等同 前者只需要魂力便可建造 但后者需要祭品 而阴灵就是这祭品 简单来说 就是冥界某些特殊区域 没办法直接建造传送门前往 必须献祭英灵搭建穿梭通道才能开启 而这种需要的搭建穿梭通道 才能开启的特殊区域 正好可以成为我们一直想构造的游戏副本 说到这里 北离一脸兴奋地握住他的手 让你留下15万英灵 就是因为开启某个特殊区域所需的献祭 正好是这个数 而这个特殊区域便是地狱岛 地狱岛是冥界的一个禁忌区域 一共有18层 里面会不断诞生恶魔 越往下 恶魔的强度越高 这里很适合玩家练剂 尤其是刺客玩家 他们需要的很多转值材料都可以在里面找到 听到这里 陆无心念一动 将刚才抽取的15万亿灵 全部从征战神器中释放出来 这时北离也在地上绘画出一个诡异的法阵 四周飘荡起如同水母般的幽绿色浮游物 十多分钟后 地面开始轻微抖动 新红色的光芒透过那些刻画的图案显露出来 四周漂浮的英灵受到驱使 全部朝着阵法和心勇去 看得陆无心惊胆战 北离这怕不是要把自己也陷进了 一旦情况不对 我就立马将他拎出来 很快圣人的一幕出现 在陆无身后突然伸出一双赤红 上面还流淌着岩浆的手臂 陆无连忙询问北离 这突然出现的手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只见北离双手结印 口中念出了几段陆无根本就听不懂的话语 然后严肃地说道 不要称呼他为手臂 他可是冥界最古老的神明之一 虽然已经死去 但也曾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刚刚我用古老的献祭语言 将他残留的意识召唤了出来 希望通过献祭这十五万英灵 换取一条通往地狱道的穿梭通道来 很快那双巨大手臂将阵法挖开 顿时出现一个深不见底的坑洞 女孩献祭十五万英灵只为开启游戏副本 他召唤出冥界最为古老的神明之一 利用他在法阵上硬生生掰开一道通往地狱的通道 哪怕这个神明早已死去 但仍然是执掌禁忌区域之一地狱道的神 这双巨手在打开地狱道之后便开始消散 而那个法阵也在此刻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坑洞 陆无问道 那是不是以后我们创造其他副本的时候 也得这么做 北离回答道 是的 所有的禁忌区域都有死去的冥界古老神明的意识残留 也正是因此那些区域才被成为禁忌 为了开通更多的新副本 我们必须想办法获取更多的英灵才行 对了陆无 其实我也没去过地狱道 好想去看看啊 陆无有些错愕 不会有危险吧 北离扯了扯他的衣角 你放心 我打算用阴气凝聚一具身体出来 然后混在玩家的小队中 好不好吗 陆无 很快全区通报弹出 游戏副本功能开放 开通副本 地狱道 添加NTC 副本引导师 地狱道拥有18层可用于升级和历练的场景 每个场景拥有数个boss及怪物及无数强力生物 团队副本要求 参与小队最低人数为10人 时间限制 一小时 看到这则消息 早已耐不住性子的玩家开始陆续登录游戏 都朝着副本传送点远去 不到10分钟 在NTC传送点附近 聂雪儿的守护天使公会 已经聚集了30人准备出发开荒 只见他伸手触碰了一下副本传送点的通道 一个面板弹了出来 副本选择 地狱道 传送开启 顿时整个队伍的成员感到一股失重感传来 此时北里也给自己创建了一个法师的角色 混在了玩家之中 很快在身体恢复感知的时候 四周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土地干枯胶裂 裂缝中还流动着红色的岩浆 哪怕调低了感知 依旧能感觉到一股滚滚的热浪营面涌出来 叶雪儿打量了一番说道 大家都别乱摸 组团往前走 按照副本引导师所说 这个副本可是有很多珍贵材料和宝物存在 仔细找找 别错过了 这时叶晨发现瀑布的左侧好像有个洞穴 但他因为靠得太近而一滴一滴血地持续下降 叶雪儿走了过去 哥 你正在掉血呢 快离开那边的岩浆瀑布 叶晨却说 不打紧 每五秒才掉一滴血 这里面肯定藏着什么宝贝 于是众人深入洞穴 才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一丝热量 这副本实在诡异 外面明明还被炙烤的掉血 进入后又冷的不行 随着视线越来越昏暗 叶雪儿突然有点害怕 但他又是工会的老大 也绝不能在这丢了颜面 这个女人作为工会大佬 进入游戏副本 却被周围的场景吓了一跳 他寻声望去 发现是自己的哥哥正在砸一座石棺 哥 你在做什么 吓我一大跳 可叶晨却说 雪儿别怕 有哥在 叶雪儿说道 就是因为你突然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我才害怕的好了 不对 我才没害怕 我怎么可能会害怕 叶晨挠了挠头 抱歉啊雪儿 我主要是觉得这石棺里面说 补丁有什么传承 再不计最次也有件宝物啥的 叶雪儿愣了愣 好像有点道理 大家一起砸 半个小时后 众人已经精疲力尽 更多的是失望至极 无论怎么砸也砸不烂这些石棺 反而在这种事情上体验感极差 就不能按一下键直接滑盖或者翻盖吗 这时混在其中的北梨 心想除了石棺 这里应该还有那件东西才对 随后又默默插了一句话 触屏的比较先进吧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过去 吓得北梨举起法杖 害羞的往后缩了缩 这时叶晨突然开口 怎么办 有宝贝却都不能拿 这也太难受了 叶雪儿也很无奈 看来只能放弃了 记住这个位置 等我们实力强大了再来开关吧 就在这时 一个助理说道 雪儿姐 我有心发现 这里有三个石棺 不过这些石棺 似乎和石棺的材质是一样的 无论我怎么砸也破坏不了 此时一个憨厚的狂战敲了敲 这坛子好像我们村子的地里埋的那种 运气好开出来 都是别人封存多年的老酒 运气不好就或许是祖宗了 听到这话 叶雪儿瞬间失去了打开的欲望 走 走了 既然这些东西 现在我们都打不开 那就赶紧出去 抓紧时间探索别的地方吧 可内心暗道 我可不想开出什么奇怪的东西出来 躲在一旁的北梨 差点笑出声 你们不要的话 那就不怪我擅自带走哦 说完便启动了手上的神器 很快一道蓝光 将这些石棺全部包裹起来 不多时就被带入神器空间之中 众人也没有再回头探讲 直接走出了洞穴 却在这时听到几名玩家的呼叫声 兄弟 救命 救命啊 看到叶雪儿等人的身影后 领头的玩家喜出望外 太好了 终于碰上其他队伍 兄弟们 救救我们啊 此时叶雪儿的注意力落在那人的手上 那是一颗火红色的蛋 个头不小 周身还长着一块块龙鳞般的鳞片 很快一条巨大的火龙从远处俯冲而来 口中还不断喷出炙热的火焰 叶臣见状破口大骂 别过来啊 偷完了龙蛋还把Boss也引了过来 你客们在靠近我们 信不信我杀了你们 可几人也顾不上这么多还越跑越快 男人只是偷了一枚即将孵化的龙蛋 就被一头通体赤红的火焰巨龙疯狂追杀 看见几人把火龙引了过来 叶雪儿立马吩咐众人 快 进洞穴 这个Boss可不是我们现在能对付的 不到五秒 偷龙蛋的男人也跟着逃了进来 然而洞穴过于狭隘 那头火龙只能卡在洞口疯狂嘶吼 就在这时 叶雪儿拔出匕首指向男人 把龙蛋给我交出来 男人连忙解释 有话好好说 就算我把蛋给你 你拿去也没用啊 这龙蛋收不进私人空间的 不然我们也不用抱着他一路被火龙追杀了 可话音刚落 刺客职业的叶雪儿突然出现在男人身后 并一刀了结了他 是你们先或水东引将火龙引向我们 才让我们陷入了困境 现在我杀人越货不算过分吧 随后叶雪儿尝试将龙蛋放入空间 却无法做到 现在火龙守在外面 我们出去就是死 到时龙蛋也会跟着掉落 那这龙蛋岂不是没用了吗 可却在这时 蛋壳上突然咔嚓开裂 一道金色光芒从裂缝中喷射而出 此时混在人群之中的北离星面一动 手上的征战神器附界闪动 他心想龙蛋即将要孵化 时机来得也刚刚好 刚才跟着他们白嫖了三个试坛 现在还人情的时刻到了 很快 一头长相呆萌可爱的小火龙突然破壳而出 还仰头欢快地鸣叫了起来 下一刻 小火龙竟然化为一道流光钻入了他的体内消失了 与此同时 全服通告弹出 恭喜玩家叶雪儿孵化第一只宠物 是火龙 右体 一旁的叶臣立马激动了起来 不愧是我妹妹 这幸运度也是没谁了 雪儿 你赶紧将宠物再召唤出来 咱瞧瞧她的属性 这时叶雪儿尝试将是火龙照出 一排排属性出现在眼前 宠物详细 火属性凶兽 常年栖息于高温地带 拥有火免疫特性 看着头顶上方在转圈的是火龙 叶雪儿长叹了口气 貌似有点弱呀 还得花时间培养 好麻烦 是火龙似乎听懂了他的话 立马往叶雪儿的胸扶上蹭了过去 叶雪儿见他那么可爱 好了好了 倒也不是不能养你了 画面一转 在陆无家中 一个滋滋作响的漩涡突然从空间中撕裂 随后北离从空间中跳出 传来一旁陆无的声音 小离 玩家宠物的孵化是你暗中帮忙的吧 北离点了点头 这不是龙弹出现的时机刚刚好吗 我就顺便用附届将其数据化 数据化的宠物必须是刚刚孵化的诱生状态 只有接触外界的瞬间将其收入神器之中才行 如果是成年体 哪怕有神器帮助 也根本不可能将其数据化 只可惜 毕竟是将宠物完全数据化 灵性方面不可避免地丢失了步子 是火龙本该是零兽级别的凶兽 数据化后的级别却只有高级了 陆无揉了揉他的脑袋 没事 你的宠物设定已经做得很好了 而且我刚刚在你数据化后的第一时间 就已经设置了每次复活宠物 收取30魂币的费用 又多了一条赚魂币的方式 征战在线的隐藏职业逐日射手终于开放了 他曾是北齐王大人麾下最为出色的第一射手 就在刚刚 北离从冥界回来 他很担心玩家之间会因为争抢龙荡 或者资源而发生冲突 然而这些陆无早有预料 他递上一份设计图 要玩家们自主团结并不现实 建造一个巨大的战场和100座城池 所有人数满500人的工会 都可以报名参加这次工会争霸赛 而这次活动的主题便是夺骑 每一座城池的中心都会有一面旗帜 任何占领城池的工会 都可以将这面空白旗帜 转换为几方工会的旗帜 当然 夺骑只是个过程 即便你所属的工会夺下了这座城池 换了城池 其他工会的玩家依旧可以重新夺回来 这是一个前期以工程为主 后期以守城为主的大型争霸赛 为期半天 在时间结束后 将会从守住城池的工会中 评选出百强工会 并给予奖励 北离的热血瞬间被燃起 不过就算可以轻松凝聚 英气在神器空间中制造城池 但这仍然是一个大工程 估计还要花费不少时间来建造吧 陆无弱弱的说 你说的没错 所以这个活动暂时还处于准备阶段 不过我还有一个好消息 我的魂币终于存够20万了 我们一只筹划的幻灵式可以开始建造 在30分钟后 一座高耸的宝塔出现在了民主附近 这时全区通告谈出 本次更新开放隐藏职业 逐日射手与传承试炼 本隐藏职业限额十人 可在职业岛师处咨询详情 陆无狠是不解 幻灵式李明明还有那么多英灵 为何非要我创造一个这样的射手 北离淡淡说道 因为他曾是北齐王大人极为重视的臣子 逐日乃是北齐王大人麾下第一射手 射术冠绝北齐大帝 其实力更是达到了近乎鬼王的境界 可是逐日却在剿灭诅咒一族的战斗中 被诅咒一族的族长舍命开启般若舍生 强行击杀 逐日的死让北齐大人痛心疾首 却又无可奈何 最终北齐王大人只能将逐日的灵魂收入幻灵式 让后人祭拜他的英灵 陆无安慰了一下 过去的事已成定局 就不必再哀伤了 把后面的事安排一下吧 随后北离从虚空中变出一把弓 想要发挥逐日射手传承的最大力量 精湛的剑术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征战在线并非游戏 而是完全真实存在 所以剑术并不是谁都能掌握的 我们得先对想要转职的玩家进行筛选才行 陆无当即将鹰气凝聚于手中 这个好办 我直接建造一个靶场 开启转职挑战试炼 筛选出成绩前十的玩家来获得逐日英灵的传承 这是一场转职隐藏职业的试炼 报名人数甚至高达25万人次 为了玩家之间不互相影响 每个玩家都会被分割在不同的空间中进行试炼 很快第一轮测试完毕 进入前十的十名玩家 全部达到了百分百的命中率 叶晨也在其中 闲得没事随便射两件 这个分数也让他很满意 随后第二轮测试也顺利完成 一百米的布定吧 叶晨还是一如既往的全部满分 拿下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这让叶晨彻底猛了 不是吧 我就瞎参与完了 可谁知道我的一通乱射 竟然剑剑正中把心 我可从来没摸过剑了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天台吗 就这样在第三轮测试结束后 叶晨不仅拿下隐藏职业的转职名额 甚至还拿到了第一名 卧槽 我果然是个天才 虽然想要低调一点 可实力他不允许啊 此时躲在幕后的两人即将开始传承 为了让玩家们更适应这份传承 决定花费魂点 让他们重新斗造躯体舞板 很快一段信息在叶晨等人的脑海里浮现 恭喜您 成功转职逐日射手 点开属性练板可查看职业详情 同时靶场将继续开启30分钟 请抓紧时间在靶场适应新技能 逐日射手 北齐大地第一神射手传承 职业武器 弓箭 职业成长 每次升级属性强化增幅50% 额外获得特殊被动加成鹰眼 获得额外能量调逐日之息 领悟技能 逐日散射 滑步 泯灭之失 鹰眼 被动 视觉能力得到开发 可自行调节瞳孔的远近焦距 逐日之息 100能量 每次逐日射击消耗一点逐日之息 技能额外消耗能量 每三秒回复一点 逐日散射 五点消耗 同时射出五道带有逐日之息的剑矢 进行范围伤害 滑步 三点消耗 灵活运用逐日之息 将其加持于脚下 进行短距离快速滑动 可运用于躲避攻击 也可用于接近对手 泯灭之失 剩余全部能量 将全身的逐日之力凝聚一起 锻造出灵气剑矢 发出必杀一击 本技能释放期间无需搭配剑矢 本职业将在玩家达到100级 完成职业进坚后开启第二阶段 详情可在职业导师处资讯 看到逐日射手的传承面们 让外面观看直播的玩家一阵羡慕 转职完成后 叶辰一口气得了三个技能点 于是便在众目睽睽之下装起了 一 可怎料这一剑竟然拖把 远处的计分牌爆出了分数 拖把 零分 知道自己正在被直播 他尴尬地再次换了个正常的姿势 说道 刚才我只是失误 这次我要动真格了 可话音刚落 射出的箭矢与箭把差了十万八千里 计分牌继续爆出分数 拖把 零分 再一连射了五箭 他终于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或许之前的十五箭全都是自己猛中的 男人从未学过箭术 却在转职试炼中百发百中 可就在他转职之后 这时他突然灵机一动 或许自己还有得救 他立马掏出一柄长剑 老子本来是战士职业 箭术不行大不了干回老本行 可话音刚落 长剑在手上框当滑落 游戏发出提示 您已经转职逐日射手 所属武器未弓箭 无法装配长剑 这一颗夜城终于留下悔恨的泪水 拥有美好未来的职业竟然不好好珍惜 还来参加这次箭术试炼 我就是一个大傻逼 画面一转 在琉璃区内 一道金色流光急速从空中坠落 顿时让周围的山坡都为之一战 此时刹那鬼将脸色阴沉 手握一柄长剑愤怒的嘶吼着 该死的杜妍 竟敢背叛我 让我在海王面前遭受这般奇耻大人 等我抓到你 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随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刹那大人 我们现在抓杜妍可能会有些麻烦 根据属下打探到的最新消息 杜妍已经投靠了磐石鬼王 并向其献出了他的全部英灵 听到这话 刹那鬼将立马愣住 不久前我才亲自答应了 要向海王缴纳十万英灵 这下我该拿什么给 而且 原本我的实力已经快突破鬼王境界了 那批英灵也是助我突破的关键 现在老子靠什么突破呀 一边是海王 一边是磐石鬼王 两边的实力都比我强大 而我自己原本很有把握的境界突破 如今也被遏制 接下来 我该如何是好 勾魂使者突然开口 刹那大人 我们的琉璃区 夹在海王与磐石鬼王的势力之间 现在由于杜岩的背叛 变得十分不安全 不如我们转换银币 先去没有任何势力占据的名府避一避 等大人您突破鬼王境 再从长计议吧 刹那鬼将仔细一想 这方法确实可行 不过琉璃区的英灵池该怎么办 总不能不要了吧 可勾魂使者却说 刹那大人 这都什么时候了 现在只有您先突破鬼王境 我们才能在这片北齐大地中获得话语权 不然下次海王到来 像我们索要那十万英灵 恐怕那个时候才更要命吧 刹那鬼将认为他分析的很有道理 吩咐下去 将能带走的物资全部带上 十日后 所有人动身前往名府 另一边 在现实世界 两人正在议论着游戏里的某位玩狂战的剑客 认为他的剑术在现实生活中 也肯定是个超级高手 这是一个衣衫褴褂的男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见到高手在哪 告诉我在哪里 其中一人被他抓的娃娃大将 征战在线 在征战在线的游戏里 他叫木九哥 看见男人愣在原地 两人立马挣脱开来 还回头骂了一句 这怕不是神经病吧 真是灰奇 男人想要制作新的游戏NPC 设计纸上一胖一老的人物模型 代表着一个是黑暗料理的厨师 还有可以传授给玩家 使用各种草药制毒的山羊狐狼者 但是要说NPC中人气最高的 那依旧是新手村村长陆魔无遗 就在这时 陆无的电话突然响起 原来是吴国义打来的 告诉他一个月的评选正式结束了 正如所有玩家所想的那般 征战在线以遥遥领先的 投票冠决所有游戏 吴国义还在电话中 希望陆无开始考虑 游戏主提取的问题 承诺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他 这一点陆无倒是在考虑中了 不过请哪个流量明星 来演唱和主提取的制作 着实让他头疼 他也曾经抱着希望问过北梨 可迎来的却是北梨看待白痴的眼神 我只会研发 不会唱歌 也不会补取 不过他倒是有个不错的建议 补取的是可以尝试 在游戏论坛上进行征集 至于请人演唱还是交给吴国一吧 而资金方面 可以开通一些不影响玩家 获取魂帝积极性的充值通道 比如时装功能 相信还是有许多爱美的玩家 愿意花这笔钱的 就在两人兴奋之时 北梨在游戏中发现了奇怪的一幕 陆无 这场正在进行的决斗很奇怪 陆无的目光落在银屏上 表情也从疑惑变成了惊讶 灵级玩家挑战26级狂战士 与此同时在幽魂山脉 等级高了再来吧 傲剑神色淡漠地望着前方 你不敢骂 剑星一道 一往无前 你不配练剑 此言一出 慕九哥挥动手中长剑 一股怒火涌上心头 我配不配轮不到你来说 狂妄自大的家伙 你要战 那我便陪你 话音落下 慕九哥直接冲了过去 然而傲剑神色依旧冷漠 只见他迅速转身 将出使长剑拔出 与慕九哥在商城所买的长剑碰撞起来 然而傲剑所施展的剑术与身法 完全融于无形 不出三个回合 两人都相互后退了好几步 只是慕九哥有些力不从心 因为刚刚的交手 只是瞬间就被对方击中了十剑 而自己却未能击中他一剑 要不是自己在属性和护甲方面高出一大截 恐怕血条早就被清空了 于是他再也顾不上颜面 直接开启了狂战士的技能 原本我不想欺负你一个没有技能的新手账号 但你现在把我忍亡了 只见慕九哥凌空跃起始出列地斩 一道火红色的剑刃 沿着地面形成一道月壶朝着奥剑斩去 然而也在这一刻 北离似乎有所感应 经过反复确认后 他神色一鸣地说道 怒吾 我监测到幻灵室内 有一个英灵传承突然出现了波动 男人一心吃剑 为了击败世上所有的剑术高手 他甚至踏足虚拟游戏 顶着一个灵级问遍了所有玩家 终于找到了被网传的剑术高手 即便两人等级相差二十六级 但最后还是轻而易举地将对方击杀 你的剑法实在太过平常 甚至可以说不堪入目 根本不像是一个剑术高手 可也在此刻 游戏系统发出全区通告 恭喜玩家奥剑领悟剑星 获得隐藏职业 魔剑十道 这让一向冷漠的奥剑也不由得动辱 很快一个蓄影出现在眼前 他能清晰感受到一股宏伟的力量 突然降临在他的头顶上方 随后魔剑十道的职业面板浮现 魔剑十道 职业介绍 身负九把零剑 可随自己的等级一起成长 感悟至深剑道 斩天 斩地 斩敌 职业武器 特殊职业 无佩戴武器 职业成长 无属性加成 且无法学习任何狂战技能 在暗中观察的陆无立马询问发生了什么 北里解释 幻灵士中的某些英灵传承 是需要特殊条件才能触发的 因为这些英灵实际上还有残留的部分意识 也是可以自主选择传承者的 由于这个叫奥剑的玩家已经获得了英灵传承 我们可以通过英灵与征战神器之间的联系 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很快在两人唤起了一段关于奥剑的回忆 在龙国边境的拂虎山之巅 一人身披黑袍 手持一把吞吐山间云雾的黑色长剑 将奥剑的手臂划破 奥剑 看来还是我赢了 当年与你父亲的对决 是我失手杀了他 错在我 你想报仇的心我也理解 可你的剑道天赋与我相比 还是相差甚远 即便再给你十年二十年 又如何 你终究不会是我的对手 奥剑的心中充满了不甘 他为了复仇苦练剑法 甚至抛弃亲你 只为痴心剑道 可到头来却还是一场空 当他再次抬起头 面色猙獰 伸手将清风长剑紧紧握在手中 我不甘心 再来 给我死 此刻他双眸赤红 完全陷入了癫狂状态 不断挥舞着长剑 心中魔性不断增大 可黑袍男子却是稳如泰山 将长剑朝前一横 一道庞大的剑影浮现 将它保护起来 奥剑 你的剑心不稳 如果继续站下去 你会误入剑道歧途 剑奥剑没有反应 黑袍男子只好将长剑顺手挥下 一道魂后的剑气纵横而去 仿佛破开了云雾一般 当即将奥剑所汇聚的剑气全部击溃 清风长剑也在此刻断裂 黑袍男子扬长而去 只留下一句话 奥剑 你虽醉心于剑 可现在已经彻底入肉魔 回头是岸 气剑吧 奥剑的这段过往到此结束 陆无也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是与英灵有着相似的过往 难怪他会被选中 只是他一个灵级玩家 没有任何技能的前提下 凭什么硬生生击杀26级的狂战士玩家 北离也不得而知 猜测大概是因为本身就很强 奥剑的灵魂强度经过现实中的修炼 已经远超长人了 陆无更加猛逼了 等等 小离你的意思是 现实中也能修炼吗 男人不信现实中也能修炼 更是从未见过修炼者 可北离却发出灵魂拷问 那你以前见过明界吗 这话问得陆无一脸茫然 随之反问了一句 那修炼者为什么会来玩游戏 他们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北离连连摇手 你也太小看神器了吧 这可是北齐王大人毕生精力所助 哪怕他们再怎么查 也只能查到这是一款游戏 却根本查不到明界存在的事实 这让陆无松了口气 还真怕自己在现实中 成为这些修炼中人的目标 到时候上演什么昆仑 蜀山之类的正道合力 来请他的狗血事情来就麻烦了 北离让他放心 其实有修炼者成为玩家 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只要是成为玩家的人 就永远不可能会成为你的敌人 玩家的灵魂都已经雕筑了 征战神器的印记 如果背叛 那么你就可以将其灵魂 召回神器之中进行抹除 这也是北齐王大人铸造神器 比丘组建不死大军计划中 很重要的一项 因为他要确保没有人敢背叛 听到这话 陆无愣住了 心想自己原本的计划 是让征战在线风靡全世界 将冥界打造成人类的第二个世界 无论是什么年龄的人 都可以在游戏里找到乐趣 只是按照北离这说法 如果我真的做到了的话 那我岂不是就统治了全人类了 此时陆无突然开口 小离 能问你一件事吗 北离好奇地抬起头 什么事 问吧 陆无深吸了一口气 究竟是什么来历 此刻陆无细思极恐 从头到尾参加如此恐怖的神器研发 还得到了北齐王的完全信任 北离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此话一出 北离的表情先是一正 然后紧张地拉着一脚 有些扭捏地说道 我是 我是北齐王大人捡来 看他如此紧张 陆无伸手揉了揉北离的脑袋 算了 不为难你了 如果你不想说的话别勉强 你什么时候想告诉我 就再告诉我吧 只见北离眼中闪过一丝黯然 可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心想从来没人对自己这般温柔 哪怕是北齐王大人 最后他忍不住一头栽进了陆无的怀抱里 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你要相信我 我的命运已经完全和你羁绊在一起 哪怕全世界都与你为敌 我也绝不会背叛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陆无将游戏主提取的征集要求 发上了游戏论坛 然而要求也很简单 必须是符合游戏内容和拥有全部版权 奖励更是有两种选择 B是3000点魂币 2100万现金 看见这个奖励 北离吓了一跳 你竟然把奖金设置为100万现金 也算是一件双雕 从侧面抬了一波魂币的价值 不信你看看现在论坛上的评论 目前魂币的比例是一魂币800块 兵死3000魂币就等于240万 玩家们也不可能选择100万现金的 两人见状更是露出阴险的笑容 陆无 你可真坏啊 男人为了戒除网瘾 独自登上卡其多山脉的最高峰 只因拥有无数产业的父亲 让他来寻找一位高人 据说那人至今已高达120多岁 不多时他就在高峰上遇见一个和尚 那个 你就是我爸说的高人吗 七明点了点头 高人不敢当 但如果你的父亲叫古远的话 那我便是你要找的人 古语心中震惊 看来我真没找错人 高人你的样子看起来就像20多岁 七明让他无序多言 跟我来吧 七明边走边说 当年我修炼快要走火入魔的时候 你父亲也正巧来到这里 挽救了我的性命 当时我说会帮他两次 第一次一帮 祝他大富大贵 这次你来了 请说出第二个要求吧 古语紧跟在七明身后 我爸说我太不成器 就知道玩游戏 想让大师帮我开下光 看看能不能迷途之反 进入小木屋后 古语当即愣住 心想这小木屋内连被子和食物之类的东西都没有 这高人独居在这到底靠什么生存 七明仔细打量了一番古语 说道 你的性格与你父亲截然不同 正如你父亲所说 如果你要继承家业 必然败光积蓄 古语连忙追问 那大师可有什么办法 七明微微点头 我可以用无鬼运材术为你祈福 提升你的财运 在无鬼的护持下 你的财运会很旺 哪怕你在不堪 保住你父亲的基业还是不成问题 随后看了眼古语 再次微笑 好了 开始吧 那却这份情 我心中也在无牵挂 是我知福也 说完便伸手朝地面一指 地面缓缓浮现出一个旋转的黑色空洞 阵阵寒气从内部冒出 让古语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这种冷身入骨髓 哪怕自己穿着厚重的防护服都无法抵挡 随后七明咬破手指 心中默念 鬼运到传人七明 请鬼神戒法 只见七明将血液挥洒 丝丝缕的血液当即被吸入黑洞之中 心中继续默念 无鬼才运 下一刻 几道近乎透明的身影从黑洞之中缓缓飘出 一个个游魂面容争鸣 凶神恶煞 但又似乎似曾相识 古语摔倒在地上 内心更是又惊又喜 这些是游魂吧 大师 你也完整站在线了 七明没有理会古语 继续举手向天献出体内的精血 这团精血漂浮在空中分散成五份 尊蝶涌入无鬼体内 他们仿佛受到了执意 迅速漂浮在七明的身旁盘绕了起来 古语露出一丝困惑 真的是游魂烟 日常情况下 这种小怪我和我的小队一天 怎么也得杀上几十只 很快竖法已成 七明又是伸手一挥 刚才还尸体化的五指游魂缓缓淡去 而黑色漩涡也随之消散 七明脸色有些苍白 好了 你走吧 我与古家的缘分到此就散了 从此便是路人 哪怕你们再来找我 我也不会再见了 大师为了帮助男人戒除网瘾 不惜献出体内精血将冥界无鬼召唤了出来 可男人不但没有感激 反而还质问大师 你的虚拟投影设备藏在了哪里 作为鬼运到传人的七明满脸惊恶 虚拟投影设备 那是什么 古语连忙凑了上去 大师 你就别忽悠我了 你刚刚召唤的无鬼是不是叫游魂 你真到我没玩过征战在线吗 这玩意儿我一天就能杀一打 你玩的啥职业 我现在建立了个工会 要不要带你升级 只见七明连连摇头 我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古语笑了笑 你就别跟我装了 不就是五个游魂吗 我连幽明立士 铁石甚至火魔都杀过 这游魂算个蛋呢 还无鬼运财 财个屁啊 我一天砍死几十只 也没建议只给我报过好东西 七明更加震惊了 你怎么知道幽明立士和铁石 心想出了他所说的火魔 其他两种鬼物 我的确都在宗派图件中见过 可我能知道是因为我是鬼运到的传人 他一个普通凡人又是如何得知冥界鬼物的 古语咧嘴一笑 我能不知道吗 你上不上征战在线的官网论坛 知不知道那个日常收魂币的土豪寂寞无敌 那人就是我呀 七明再次愣住 这个征战在线又是什么 古语有些不耐烦了 征战在线游戏啊 你可别跟我装了 我都说这么清楚了 七明当即冷汗直流 我还是不懂 古语不屑地转身离开 行了 人情缓了 我也好回去跟老爸交差了 你就继续搁这桩吧 心想这个高人原来是个江湖骗子 老子懒得陪你耗着 赶紧回家玩游戏去了 在古语走后 七明依旧一副皱眉苦思的模样 原本以为了断了凡事 他终于可以无牵无挂地闭关 心境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了 可现在 他的心境反而起了波澜 画面一转 你知道征战在线吗 中年男人连忙回答 我不太清楚 您稍等 我让人查一下 两分钟后 中年男人找到了这款游戏 爷爷 查过了 是一款虚拟游戏 据说真实度极高 七明吩咐道 这几天出山后我会来找你 到时候帮我准备一份 我需要 在挂断电话后 中年男人有些惊讶 我那个不识人间烟火的爷爷 竟然会主动联系我 究竟发生了什么 爷爷在生下我爸后 便跟着一名黑袍牢者消失了 据说是去求仙道 从此音讯全无 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他失踪了的时候 某一天 他却又突然出现了 那时候我爸已经步入木年 可爷爷却依旧保持着 年轻的样貌 着实震惊了我们所有人 也是那次我们才知道 爷爷真的成为了 传说中的修道者 而我也正是在爷爷的帮助下 才能开创出 今天的这番大事业 爷爷一直必是隐居好多年 但现在 他竟然要为了一款游戏 主动出山 几天过后 北黎突然发现 又有修炼者登陆 征战在线了 陆无很担心 这些影视的修炼者 怎么都陆续出现了 难道他们发现了 游戏的与众不同了吗 万一有人能够 往返冥界和现实 然后还遇到了玩家们 这一切岂不是都暴露了吗 可北黎仍然自信 往返现实和冥界 那是陆地神仙级别的存在 才能做到 比现实枯竭的灵气 根本不可能存在 那种级别的强者 至于那些曾经的陆地神仙 他们都已经离开了 不可能再回来了 陆无听到了重点 离开 那是去哪了 只见北黎神情 默然直指天上 男人二十岁踏上修仙之路 可一百年后修炼归来 却被一款游戏吓傻 冥府 这真的是冥府 难道是以真实的冥界 为蓝本制作出来的游戏吗 为了搞清状况 七明在冥府内四处游逛 甚至来到了学习技能的修炼阁 然后他还去了幽魂山脉 亲眼目睹了自己 只在图鉴里见过的幽冥历史 在体验过游戏的内容后 七明陷入了震惊 这到底要多大的能耐 才能创造出这一切 随后他扭头望向孙子 去 查一查这征战在线幕后老板的情况 真相 我要了解真相 很快过去三天 男人急匆匆地回来汇报 爷爷 经过深入调查 我们发现征战在线游戏的老板 只是个普通人 那个人根本就没有背景 但七明根本就不信 认为那个普通人背后肯定有研发团队 不过信息封锁如此严密 确实很奇怪 男人说道 爷爷请放心 我定会继续深挖调查 可七明却让他停止调查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男人有点好奇 可是爷爷 我们就是什么都没查出这才古怪 只要顺着这古怪继续查下去 就一定可以 七明当即打断了他 我都说了调查到此为止 你根本没明白自己在调查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看见我召唤出来的这个阴兵了吗 虽然还不完整 但这可是现实 在现实中召唤出了冥界的东西 男人误解了他的意思 连忙称赞 爷爷 你可真厉害 七明见他愚钝 连忙解释 我不是这个意思 阴兵召唤是我根本就不会的法术 是我在游戏中学会的 但却在现实中真真实实的释放了出来 普通人即使玩了游戏 也无法在现实中使用游戏里的法术 但我身为神魂强大的修炼者 经过无数次尝试 是可以勉强在现实中释放的 听到这话 男人彻底猛圈了 什么 爷爷的意思是 游戏中的技能 是真正的法术吗 七明开始怀疑 那个被你调查出来的游戏老板 应该是个台前的皇子 在他的幕后 肯定存在着一个十分可怕的修炼者 那幕后之人的实力 恐怕已经达到了通久悠的境界 是能够往返冥界和现实 堪称陆地神仙般的存在 我们绝对不能触怒这样的大脑 男人顿时捏了把汗 我逼个乖乖 还好爷爷洞察到了其中玄妙 不然我们家怕是就要惹上灭顶之灾了 这时突然传来七明的声音 你先退下吧 对了 别忘了给我开个账户 多打些钱 男人瞬间愣住 打钱 爷爷 你不是修炼之人吗 要钱做什么 七明瞄了孙子一眼 买魂币啊 游戏没玩过吗 无课金怎么变强啊 此话一出 男人猛逼的表情更加猛逼了 爷爷 你在我心中的影视高人形象崩塌了呀 修炼的镜头竟是沉迷游戏嘛 这个男人修炼一百多年 才能明白一个道理 课金才能提高游戏体验 学习技能 购买装备 处处都要花钱 没钱又怎么能好好地探索游戏呢 就比如眼前这个精英怪幽名力士 我看游戏论坛上说 他可是少有能够爆出物品的怪物 可就在这时 一个剑客抢先走了上去 这只幽名力士是我的 七明有些诧异 先来后到 这点理数你也不懂吗 此时傲剑猛然转身 一柄赤色长剑不知从何处飞来握在他手上 你想要死吗 七明认出这是御剑术 看来此人在这个世界得到了某种传承 随后他将法杖往地上溢出 滚滚黑雾顿时袭来 很快一句句英兵从泥土中爬出 我在论坛上看见别人因为强惯而斗争 这还是第一次亲自遇到 那就赐教一番吧 傲剑见他名玩不灵 立马将酒把零剑盘绕在身 看来你是真的想找死 下一刻 傲剑吃剑一斗扫出一道剑花 身形如雷霆般奔去 七明也并未畏惧 开始操纵英兵抵挡 同时原地释放了一个英卓侵蚀 只见一句句英兵不断扑向傲剑 一时之间傲剑竟然寸步难行 只能不断驱使零剑在英兵之中来回穿梭 交手中傲剑还惊讶地发现 这家伙召唤出来的英兵十分诡异 与其他的法式玩家完全不同 这些英兵各有各的战法 甚至还会预判 主动躲避攻击 仿佛每一句都有着独立的意识 很快傲剑就停下了攻击 询问道 你是修炼者吧 你到底是谁 七明冷冷一笑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除去飞剑 你自身用的应该是傲家剑法 至于我到底是谁 这重要吗 既然同是修炼者 那么这头优名立誓 傲剑当即打断了他 不可能 他是我的 七明却说 你我之间也分不出胜负 更何况是我先发现了他 此话一出 傲剑更加愤怒了 拔出双剑一红一篮就要斩去 不分胜负吗 你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吧 此时七明心中震惊 不好 我太过留意他手上的剑法 却忽略了他身后飞剑的突然消失 我的身位已经完全被他的飞剑锁死了 下一刻 七明瞬间被九把零剑同时穿过身体 他眼前的画面也在此刻逐渐暗淡 系统弹出提示 你已被玩家傲剑击杀 与此同时 在幻灵室内出现了共鸣波动 似乎又有一个英灵传承被唤醒了 此时陆无与北离以上帝视角出现在上空 看着身躯正在消散的七明也感到十分可惜 没想到在传承即将要降临的那一刻 他居然被斩杀退出了游戏 不过这一次被唤醒的英灵传承导师让人期待 男人想给小萝莉买套新衣服 可他不仅不感兴趣 还把一路上的美食都吃了个遍 陆无看着大街上的一对对情侣 内心五味杂陈 这个情人节对于单身狗的我来说似乎不太友好 随后他问起英灵传承的事 小黎 传承不是被唤醒了吗 怎么没下文了 为什么还不让我去查 北离连忙解释 那个叫七明的玩家刚好在游戏中被击杀 所以被唤醒的传承又没有了 陆无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玩家在冥界遇到了那种特别强大的神明 征战神器能保护他们的灵魂不被抽离吗 北离解释道 冥界至高的法则 轮回与征战神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具体的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但你可以放心 哪怕在强大的神明 也在法则之下 没人能超越至高的法则 轮回 陆无内心的疑问越来越多 老祖北齐王并非冥界最强大的存在 为何会和至高轮回法则扯上关系呢 还有北离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 可就在这时 北离突然感应到了什么 脸色沉重的望向陆无 我们要马上回家 陆无似乎也意识到可能出事了 怎么了 突然与此同时 在琉璃区边缘 可以看到在情人节的这天 游戏中罕见的少了许多玩家 此时正在琉璃区游荡的玩家 突然发现了一只浩浩荡荡的十万大军压进而来 这些鬼兵甚至一眼都望不到镜头 其中一人忍不住吐槽 单身狗过节玩个游戏 还特么被血洗 这都什么世道啊 可话音刚落 勾魂使者已经悄然出现在众人身后 画面一转 在海谷王座之上 刹那鬼将声音冷漠 沿途的那些到底是什么生物 为何我从来没见过 这时勾魂使者摇晃手上的铃铛 将那三个玩家带到了海谷王座之下 说道 刹那大人 我抓了几只活的生物回来 方便您亲自审问 不过他们根本不堪一击 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其他大狱流浪而来的族群 刹那鬼将扫了一眼面前的三人 开口问道 你们是哪个大狱来的 是什么族群 面对审问 三人也很爽快地爆出了身份 无奈北齐王后人高大山 无奈北齐王后人于大海 无奈北齐王后人彭万 可话音刚落 勾魂使者啪啪啪当即来来的三连掌 见到刹那大人还敢放肆 不过三人也是暴脾气 尽管被牢牢捆住也要用嘴炮来输出 刹那狗贼 管好你家的狗 管不好都不知道千根绳子 话音落下 勾魂使者又是啪啪啪一个三连掌 他很后悔将三人带来这里 雕工不成反倒咒骂起刹那大人 生怕连累到自己 三名玩家失手被擒 面对审讯不仅没有配合 反而还破口大骂 这让刹那鬼将的脸色瞬间铁青 当即命令手下将他们通通杀掉 得到指令后 勾魂使者举起手中的镰刀飞速斩落 将三名玩家全部斩杀 另一边 两人悬浮于明府上空 俯视着即将来袭的鬼兵大军 北里很担心 今天上线的玩家并不多 明府怕是保不住了 可路无趣让他别挤 在你告知我刹那大军来袭的第一时间 我就已经安排好了 在解决那三名玩家后 刹那鬼将发起命令 既然我们要搬来明府 那这里自然也容不得其他族群在此栖息了 等会再遇见的话就全杀了 可话音落下 刹那鬼将的脸上露出了惊异 明明一路上并未看见任何生物 可到了明府门前 却聚集了这么多的外来生物 数量甚至比我的鬼兵大军还要多 如果开战 我的大军也必定会造成大量损失 不等刹那鬼将行动 临时总指挥的吴国一立马放声大吼 兄弟们 刹那狗贼来了 随我一同斩杀那狗头 北里很惊讶 陆吴 这都是你安排的吗 陆吴点了点头 我在游戏论坛上发布了刹那来袭的置顶帖 不过我也没想到 过节也能有这么多人上线 而且这临时总指挥竟然还是吴老哥 在战场的这边 十万大军集体冲锋 场面足以震撼人心 两股力量碰撞的瞬间 大量玩家与阴兵被撞倒在了地上 血腥的杀戮就此展开 只可惜鬼兵的数量实在太多 玩家阵营抵抗起来十分艰难 甚至可以说是一面倒的杀戮 然而在吴国一的指挥之下 小部分技术顶尖的玩家们根本不怕 仍然能够一剑就斩杀好几只鬼兵 此时刹那鬼将一脸疑惑 这群异族的实力果然十分弱小 按理说同伴的死亡 应该会让他们军心溃散才能 可怎么却反而更加疯狂了 本就剩下的十万大军 不断增大的伤亡让刹那鬼将心疼无比 终于他按捺不住腾空飞去 身形在一瞬间化为一头猙獰的肌肉巨人 既然你们不怕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勾魂使者见状也是一愣 刹那大人 这些蝼蚁根本用不着您亲自出手 交给属下们去杀就行了 刹那鬼将狂奔冲向玩家 不 虽然是蝼蚁 但他们数量众多 还是会令我们的鬼兵大军有所伤亡 我亲自出手 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 千里的距离一瞬即到 刹那鬼将一拳在地面上砸出了巨坑 在这个范围内的玩家 全部被巨大的力量震损 此时正在观战的北里脸色凝重 陆屋 现在玩家们的实力 与刹那大军交手还是太勉强了 这样下去会全军覆没的 到时冥府也保不住 陆屋让他别急 如果一切都如我预料的一样的话 我们应该还有一支援军 刹那鬼将带领十万鬼兵 是要攻下冥府杀光所有玩家 刹那未被骑王证明 陆屋看了眼正在浴血拼搏的玩家 目光变得更加坚定 他指着前方说道 准了 在战场的这边 刹那鬼将也终于失去了耐心 只见他深吸了一口气 猛然朝着前方喷出炙热的冥火 不少沾染冥火的玩家们瞬间化为灰烬 就在这危机关头 一个身影突然挡在了玩家跟前 一股能量转化而成的保护罩 抵挡了最为致命的灵 此时上场的还有其余好几个NPC 你们不是刹那的对手 他就交给我们拖住 你们快走 可身后的玩家们都不愿离去 再次朝着刹那鬼将发起了进攻 陆大哥 我们不走 一起并肩作战吧 此时刹那鬼将暗暗发力 口中的冥火威力再次提升 这让陆魔等人抵挡的越发吃力 在冥火的灼烧下越来越虚弱 体内的魂力也即将耗尽 在最后一刻 一股巨大的能量波将前来的玩家全部逼退 只留下陆魔等人最后的声音 活下去 你们是北齐的最后希望 此刻北厘开始慌了 陆无 就算NPC们有你的魂力加持下 但由于基础所限 他们的实力还是远忍不及差呢 这次我们真的输了吗 陆无咬了咬牙 不 胜负还没有定 陆魔他们的死并不是白费的 他们为玩家们争取了不少回归的时间 真正的战斗 才刚要开始 很快冥火终于突破了陆魔等人的防线 将他们点燃 即便在冥火的灼烧中 他们望向玩家的目光依旧充斥期望 看到这一幕的玩家彻底被感染了 他们还清晰地记得 那个如灵家哥哥 给他们讲故事 和他们谈心的陆大哥 也记得那个严肃刻板 却十分用心指点他们技能的导师曲师 这是在征战在线的主页论坛 一段视频被死亡退出后的玩家发布 我们的朋友走了 我请求战友们归来 一起并肩作战 为他们复仇 这一段视频彻底惊呆了在外面的玩家 陆魔等人的死去让玩家们彻底愤怒 许多玩家互相告知 全都迅速往家中赶去 某酒店内 一名男子匆匆穿上衣服 在女友愤怒与不解的目光中夺门而去 某KTV内 叶雪儿放下话筒朝家中跑去 还不忘喊上哥哥叶晨 某酒吧内 陈子瑜脸色沉重 与朋友打了声招呼后悄然离去 不到十分钟 拆迁办公会会长刘柴在语音频道发话 兄弟们 我就在前面 我要你们踩着我的尸体往前冲 而守护天使联盟的会长叶雪儿 也在语音频道发话 今晚是沙叉呢 不死不休 还有大龙会的会长陈子瑜在语音频道大 为了北齐王的荣耀 为了失去的朋友 我们虽死无悔 这一刻 所有的公会放弃了纷争 团结一心 向刹那鬼将发起了疯狂的冲击 即便是刹那鬼将也惊呆了 眼前的生物越来越多 数量直接突破了三十万 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可当刹那鬼将看见玩家大军回归后彻底后悔 要不是民府区域资源匮乏 一直没有任何势力盘踞 他也不会想着把大本营迁到这里 可结果却遇上了这么多的异族 一个个汉不畏死仿佛杀不完一板 与此同时 在刹那大军的后方 开始响起了咚咚咚的战鼓声 此时陆无也打了个响指 刹那想要鼓舞士气吗 我们也可以做到 下一刻 游戏主提取的BGM想撤了整片区域 吴国一更是把握机会 大喊道 所有人随我一同斩杀刹那老贼 在我们的BGM里 谁也不能将我们击败 很快两股洪流再次碰撞 玩家们将愤怒转化为力量 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战斗力 在BGM的加持下 玩家阵营没有在后退一步 反而压着刹那大军朝后方退去 弱小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决一死战的决心 大战持续升温 哪怕刹那鬼将亲自出手 可面对如此庞大的玩家群体 也感到力不从心 更令他觉得恐惧的是 玩家的数量还在增加 就在这时 涅雪儿率领的刺客小队 飞奔在战斗的最前线 你们是诅咒异族的后人吗 这弱小的异族 竟然掌握了地狱道的力量 几乎在同时 一个使用了速度符文的符文战士 突然凌空跃起 此人正是神话工会会长谷雨 他不惜花费重金收购魂币 凑齐了转值材料 成为游戏中首个符文战士 在极致的速度下 他迅速切换了力量符文 右手上的红宝石也在此刻亮起 下一刻 谷雨凝聚出全身力量 直接砸出炸裂一拳 瞬间把刹那鬼将的头颅重重的 砸在地面之上 吃了大亏的刹那鬼将往后退了几步 体型也开始逐渐缩小 符文之力 你和英九魔是什么关系 可话音刚落 九把零剑突然跃入战场 在万军从中杀开了一条血路 此时傲剑身负九把零剑 悬浮于半空之中 我一心只求剑导 如今我获得了这个传承 那么剑仇便是无知恩师 恩师曾毕生效忠北齐王 而你们这些叛军 便是我傲剑一生的仇敌 傲剑的出现让刹那鬼将失声大叫 剑仇的剑导 哪来的传承者 然而刹那的震惊还未结束 就看见数道剑与流光 划过天际落在大军后方 爆裂出彩炭的光运 瞬间将大片英兵炸成碎片 刹那鬼将陷入了恐慌之中 他认得那是逐日的力量 现在就算告诉他北齐王还活着 恐怕他都会醒 而最近入坑的七名也加入了战斗 将大批英兵召唤了出来 想不到老夫有生之年 还能见到这般战斗盛况 甚是有趣 看见刹那大军节节败退 鼓语连忙喊来白妹 狗子 既然你加入了神话公会 那就赶紧给战友们治疗回血吧 很快一只小白狗高高跃起 释放了传承技能甘领雨露 让对敌前线那些受伤的玩家们 迅速恢复生命值 吴国一大喊不死不休 再次带领众人杀了上去 这一晚对于征战在线的玩家来说 注定是不眠之夜 这一场大战足足持续了四个小时 刹那大军已经死伤过半 三小时复活冷却的玩家们 却是一波接着一波 这时勾魂使者才察觉到了异样 刹那大人 这群异族的疯狂于无穷无尽 是我毕生从未见过的 而我们的鬼兵也都被吓得肝胆欲练 此时刹那也是脸色苍白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积蓄了多年的力量 竟然会葬送在这些玩家手中 撤 都给我撤 看到刹那鬼将撤退 玩家阵营人群涌动 都纷纷挥舞着武器朝前扑去 根本不给刹那大军离开的机会 就这样追杀了足足八个小时 整个战线从民府一路 打入黄泉海沿岸 如今刹那鬼将 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刹那鬼将至今都想不明白 那群一族中的几个面孔很熟悉 明明都已经被我杀掉了 为何后来又再次出现了 难道他们是可以复活的吗 原刀我还以为杀掉一部分 就能够震慑住他们 可没想到他们越战越疯狂 反倒是我麾下的阴兵军心溃散 都失去了战意 就在这时 一声刹那老贼打断了他的思绪 兄弟们 胜利在望 请与我一同砍下刹那老贼的手机 听到这话 刹那鬼将的身体甚至忍不住颤抖 心想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绝对不会去招惹这群疯子 难道老子又要在这黄泉海岸边 再次被血虐吗 只见玩家们齐声咆哮 一步步逼向了仅存的阴兵 随着死亡的阴兵越来越多 勾魂使者也不知如何是好 刹那大人 我们就快全军覆没了 你快想点办法呀 可话音刚落 他就看到刹那鬼将独自飞过黄泉海岸 大人 你竟然抛弃大军独自逃走 至少也要带上我呀 不等他说完 就感觉到自己的后脑勺被踩了一脚 此时谷雨凌空跃起 身上闪烁着力量符文 凝聚全身力量一拳 狠狠地朝着刹那鬼将杂取 只见刹那鬼将咆哮一声 真当老子怕了你们吗 当我折死 他的身形也在此刻从空中迅速下落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真是难缠的杂碎 不过看来还是老子更胜一筹啊 然而此时 他的头顶上方突然出现一个身影 奔尸的筹 即日可以报了 下一刻 九把零剑在奥剑的指挥下 都一一穿过了刹那鬼将的身躯 将他牢牢地定在地面上 几乎在同时 禁食尊业图的蓄影从天而降 骤然挥动血刃朝着刹那鬼将砍去 此刻刹那鬼将仰天怒吼 身形也再次拔地而起 并生生将封住他的九把零剑阵碎 用尽身上的最后一丝力量 瞬间将方圆极里的所有生物都烧成了灰烬 刹那鬼将深知自己的力量已经耗尽 现在必须越海逃跑了 这是他唯一的机会 如果不成功 那么只有死亡 他再次奋力飞向黄泉海 留下一句狠话 楼里曼 今天算你们狠 等老子重整旗鼓 定要杀回来 使你们的肉 赢你们的血 望着再次高高跃起的刹那鬼将 吴国一意识到大事不妙 不好 刹那老子要跑了 男人站在悬崖边上拉出蓄力一剑 只为将叛徒刹那鬼将击杀 叶臣深深吸了一口气 玩家们都嘲笑我的剑法是随缘剑法 能不能一雪前尺就全看这一剑了 下一刻逐日能量全部释放 这边凝聚了叶臣与玩家所有希望的剑矢 刹破长空 只见刹那鬼将突然震了一下 身体在原地停了下来 此时在刹那鬼将的胸口处 被射出一个大窟窿 我还要成为北齐的霸主 死在这群蝼蚁的手上 我不甘心 叶臣流露出了一丝笑语 中了中了 缘分 真是妙不可言 另一边 刹那鬼将的身体如同碎片一般破裂 提示弹出 Boss刹那已被击杀 很快一大片集体升级的金色闪烁布满整片区域 所有玩家在同一时间都提升了5级 躲在幕后观战的北离 直接撞入陆无的怀抱中 刹那真的被击杀了 我们赢了 陆无淡淡一笑 是的 我们也该给玩家们发放点特别的奖励 此时在所有玩家的眼前浮现出一本羊皮书 书封上还写着征战史册4的大字 2318年12月25日 北齐大军经过9个小时的浴血奋战 最终将刹那大军逼迫坠黄泉海岸 击杀叛江刹那 获得史诗般的胜利 此次战役载入征战史册 随后弹出全区通告 所有参加本次战役的玩家获得史诗称号 至此不渝 限点那些在2318年12月25日战役中拼死战斗的勇士 称号属性 每天额外获得两次副本免费试炼 战役结束后 所有玩家都撤离了黄泉海岸 只剩下陆无与北黎在黄泉海岸边眺望 陆无问道 玩家们应该正在庆祝吧 北黎点头 是的 玩家们没有去打怪升级或寻找宝藏 都围在名府把他们过去搜集到的美酒 灵财与食物拿了出来 正开庆功宴呢 还有 玩家们还自发的为死去的陆魔等 NPC建立了一座英雄中 并居攻陷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复活陆魔这些NPC了 可陆无确说 虽然我们能够再次重铸陆魔他们的灵魂 但我们并没有陆魔他们与玩家们相处的记忆 所以就算将他们复活 创造出来的也只不过是一个个崭新的NPC 而不再是玩家们所熟悉的那些朋友了 就让玩家们缅怀这些英雄或许要更好 我们还是将陆魔他们的灵魂重铸后 用新的身份投入到游戏中吧 陆魔他们不会白白牺牲 他们会为北齐大军开启了征服更遥远 更广阔之地的契机 说完便发布了一条更新通知 更新维护通知 增加新资料片 惊涛骇浪 更新内容 商城添加特殊物品 幽灵舰 幽灵船 幽灵舰 工会专用 专门为大型工会打造的海上征战力气 拥有吞噬灵台净化能力 玩家可自行选择培养方式 商城价格 3000魂币 幽灵船 打造一艘属于自己的幽灵船 可拥有一百多种分支培养方式 等待玩家去探索 向着大海洋帆起航班 商城价格200魂币 幽灵舰 幽灵舰培养主体分支 鬼魅形 以速度为主体净化模式 在拥有者选择此模式为净化方向后 幽灵船会将吞噬的灵财能量 全部转化为 以提高电船航行速度效率 为主体的净化方向 后期可净化出特殊航行能力 霸体型 以船体硬度为主体净化模式 在拥有着选择此模式为净化方向后 幽灵船会将吞噬的灵财能量 全部转化为 以提高船体硬度为主体的净化方向 后期可净化出龙角之怒 霸体等特殊撞击类技能 灾恶型 特殊形态 以此状态为培养方式 幽灵舰将获得 鬼魅与霸体的双重净化方向 同时有机率在吞噬进化中获得出击意识 掌握海洋之力 灾恶型太轻谨慎选择 在此状态下 幽灵舰进化所消耗的灵财将成倍提升 海洋珍宝响解 海洋之子 果实 为大海所赐福的神秘果实 价值连城的史诗级珍宝 吞噬后可获得黄泉海神的赐福 随即获得一项天赋级能力 青灵木 进化幽灵船舰最好的灵财物品之一 有概率使舰船领悟出特殊能力 海灵鱼类 黄泉海中 拥有数百万种灵级鱼类 推食灵鱼可获得与灵鱼品级相关的属性加成 鱼类等级划分 鱼级 无用普通 灵级 海灵级 通灵级 天灵级 海域之灵 蛀 推食海灵级以上级别灵鱼有几率获得特殊能力 海洋遗迹 在大海之上 灵历着众多岛屿与强大海族留下的传承 详情请玩家自行开发探索 海洋灾难 神秘的黄泉海域充斥着无数暗流与海洋天灾 请玩家在探索的同时注意安全 添加武器锻造师 技能导师 航海师等新NPC 本次更新维护时间 12小时 对您带来的不便 尽情谅解 看到这些更新内容 游戏论坛中的玩家们瞬间炸开了锅 不少的土豪玩家更加拼命去收取魂币了 此时北离正在看平板 陆屋 新资料片发布后的反响很强烈啊 各大工会都想先别人一步打造一艘工会级的幽灵剑 开始大量收购魂币 魂币都涨到有价无事的地步 甚至还有人在论坛发帖 标题叫垃圾游戏 还不开通冲直通道 强烈抗议 然而陆屋根本不予理会 转身走向传送门 小黎 我们去黄泉海录制资料片的宣传视频吧 画面转到黄泉海 一艘巨型灾恶及幽灵剑狠地砸在了海面 顿时掀起巨大的浪花 随着战舰出现 天空电闪雷鸣还掀起了飓风 无数的鱼人从海中浮现 纷纷朝着战舰低头嘶吼蜂拥而来 此时幽灵剑在海灵加持下 航行速度得到了30%的提高 直接将海里的鱼人甩在身后 可却在这时 一头巨型巴掌怪物突然出现在战舰的前方 幸亏战舰及时开启了霸体撞击才得以幸运 这是一个犹路无扮演的船长走上甲板说道 莫伊拉 交给你了 他的话音落下 船体开始闪烁着暗红色的光芒 随后一具被称为莫伊拉的巨大怪物 虚影脱离了船体并悬浮于半空之中 随后指定的团虚影猛然转头 又眨了眨闪烁着战蓝光芒的瞳孔 然后化成巨大龙卷朝着海怪袭击出去 四周的海怪全部被扯入其中撕裂的粉碎 将所有海怪都撕碎后 莫伊拉的虚影再次漂浮回到了战舰之上 然后缓缓淡去 这时陆无跑到了船沿 逼靠在船栏上 这根本不是一艘战舰 而是一头活着的怪兽 录制好的CG才刚发上论坛 玩家们再次炸开了锅 都激烈讨论着 关于幽灵船的培养方式与船该取什么名字 此时陆无传送回到家中 说来还得多谢刹那大军的灭亡 才让我们有了足够的魂笔 进行幽灵剑的设计 随后他又询问北离 对了 我看在商城中 你除了安排有幽灵船与幽灵剑外 还有钓具 耳料之类的东西吗 北离点了点头 这然是为了调动钓鱼大佬的积极性 黄泉海域的淋雨可都是好东西 咱不能错失了这波给玩家们壮大势力的机会 入无听见后默默竖起拇指 不过 我们这次游戏中的主线征伐 是从黄泉海与磐石北域两边同时开启 玩家们的海洋发展路线我们是制定好了 但北域的磐石鬼王仍是个大问题 我们得想想该如何制定北域得发展路线 两名男子为了横渡黄泉海 竟然在直播间亲自动手制作木筏 随后又买了钓具和鱼儿 将木筏推向了黄泉海 此时正在偷偷观察的北离问道 那两个玩家划木筏出海 真的没问题吗 陆无阴险地笑了起来 黄泉海危机四伏 这种简陋的木筏说翻就翻 但也正是这样 刚好能让其他看直播的玩家 明白买一艘幽灵船的重要性 我预感幽灵船的销售量将会疯狂上升 我们又能狠狠赚一波 魂病 另一边 正在钓鱼的玩家巴木脸上露出了期待的神色 他连忙呼喊兄弟 快来打把手 钓出大货了 地旁的伙伴也很惊讶 这么快 你真不愧是专业的钓鱼大师 随后两人一同使劲 死死地抓着鱼竿 身体后仰 和这条鱼比拼着毅力 此时陆无有些犯困 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真无聊 两名玩家和鱼在搏斗 北离说道 我饿了 我们先回去吃饭吧 可就在两人转身走向传送门时 底下传来两名玩家的笑声 钓上来了 哈哈哈哈 终于钓上来了 此时北离突然愣在原地 淡淡说道 等一下 陆无 我感觉到有大家伙来了 黄泉海上的两人猛地收回鱼竿 同时脸上都露出了狂喜 一条红色的大鱼从海面跃起 红果鱼 海灵级 性格温顺的海灵级鱼类 服用后可增加10至30点随机属性 且有极小的几率领悟海系能力 可选择出售商城 二百魂币 陆无见状也是佩服 还真是个大家伙呀 看来这两名玩家钓鱼很专业嘛 可北离的脸色却很不自然 不 我指的不是那条红果鱼 话音刚落 此时在两名玩家的目法之下 逐渐显现出一个 类似于眼眶部位的巨大黑影 下一刻 一张巨大的血口从水底骤然浮现 黑影的面积甚至高达千余米 瞬间将目法与那条红果鱼 一同吞入腹中 你已被望须海霸主逃物击杀 片刻后那个黑影终于探出了半截身躯 仅仅露出水面的头部便有直径千米之距 即便透过直播画面 玩家也都感受到了那股霸道至极的威压 逃物 望须海霸主 统治望须海域数万年的顶级海洋王者 实力达到了海域之零级别 具体信息 无法识别 很快逃物再次潜入了黄泉海底 看见直播画面的玩家们更加疯狂的发出弹幕 就连陆无也都惊叹不已 这只能说实巧合中的巧合 逃物常年栖息在望须海域海底数万米的深处 他竟然会在这时凑巧到海面觅食 还顺带将锤掉的两名玩家给吃了 这俩玩家的运气也是没水了 很快逃物出现的视频片段被上传到了论坛上 许多观看了视频后的玩家也陷入了震惊之中 不过在三个小时后 玩家巴木在冥府复活点再次登陆了游戏 他发现自己被吞的时候 好像顺手抓到了什么稀有材料 魔龙海骨 残缺 天灵及海洋凶兽莫龙之海骨 可用于制造紫色武器与防具 出售商城可换取八百魂币 陆五也是一惊 这个巴木玩家还真是因祸得福 居然在被桃物吞下时 获得了这样的海洋珍宝 北离猜测 估计是被桃物吞下的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残渣吧 一个身躯尖如铁石般的仆人跪拜在地 磐石大人 属下经过探查 消息属实 且琉璃区也已经被那些新来的势力占领了 这时眼前的一座大山突然晃动 山体上的泥土也金属崩塌 巨大的躯体直接拔地而起 当初商讨划分领地的时候 我们选择将琉璃区交给刹那 我便想到了他会因此而覆灭 只是没想到 他竟然不是栽在了海王手里 而是折在了外来势力的手中 当真窝囊 脚下的铁石统领问道 磐石大人 我们是否要对冥府发动战争 这些外来者来历不明 是很大的威胁 磐石鬼王陈生说道 不了 你也说了 这不势力来历不明 还是不要轻易挑起战争为好 比方其他势力坐收余力 铁石统领继续问道 那万一是他们来犯怎么办 听到这话 磐石鬼王当即仰天大笑 我可不是差那样的半吊子霸子 在这北齐大地 除了买骨之地的那具老师 还有谁能在我的领地内 与我的树妖大军一战 铁石统领连忙说了几句好话 那是自然 没有谁能在磐石北域对抗大人 就算是买骨之地的那具老师也不行 磐石鬼王淡淡说道 行了 比起听你在这拍我马屁 我更想知道 木陵一族那边的情况如何 铁石统领连忙回答道 不是马屁 属下只是陈述事实 至于木陵一族那边 他们还是老样子 明完不灵 依旧不肯臣服于大人您 磐石鬼王冷哼了一声 我的耐心已经被耗尽了 我磐石已经很给他们木陵族面子 可既然他们不要 那就赐他们灭族吧 在他说话的同时 整片森林的树木 都开始扭动挥舞了起来 从高空望去 一颗颗树腰面目争鸣 如同群魔乱舞 几天后 北离看到游戏后台的数据 很是惊讶 工会级的战舰卖了一百多艘 而小型幽灵船 更是卖出去了数万艘 还真如你所说一样 船的销量瞬间猛涨 陆无说道 是的 咱们北齐军的海洋力量 已经出具规模了 也是时候给玩家 正式发布进军海洋的任务 画面一转 在幽魂山脉入口 几百个玩家围惧 在此处看傻了眼 眼前是几十个 有着人类的容貌 并且长相还十分清纯的妹子 牧林族 掌握牧林之道的人形种族 成年的牧林族族人 都会拥有生长 治愈 帝佑等特殊能力 这是拆迁办公会会长 刘差打的生招呼 喂喂喂 你们朝明府这边来做什么 不知道这里是北齐军的地盘吗 这是一位模样俊美的 牧林族男子 从队伍中走出 你说你们是北齐军吗 据我所知 北齐王大人的北齐军 已经支离破碎 现在又为何会 还有北齐军存在 这是一群掌握牧林之道的人形种族 牧林族 如今走投无路 被迫闯入幽魂山脉 刚好被拆迁办公会 刘差等人拦了下来 你们不知道这里 是北齐军的地盘吗 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 牧林族男子走了过来 据我所知 北齐王大人的北齐军 已经支离破碎 现在为何还有北齐军存在 此话一出 刘差立马将巨剑举起 有我们百万北齐后人在 北齐军岂会倒下 说吧 什么来历 来干什么 要不是看你们是人形 我和兄弟们早把你们砍了 男子有些慌了 连忙解释 我们是牧林一族 乃是北齐王清定的一族 在北齐王死后 我们一族被围困在了磐石北域 面对磐石鬼王的招降誓死不从 几天前 我们惨遭磐石鬼王灭族 就只剩我们几十人侥幸逃了出来 听到这话 拆迁办公会的玩家顿时议论纷纷 一时间也无法分辨这些话语的真假 此时陆无和北齐 躲在幕后看到了这一切 心想这些慕林族的人也没有说谎 他说的和老六度 言相我汇报的情况是一致的 可一旁的北齐却神色复杂 不对 不对劲 没道理啊 失去了北齐王大人的庇护 北齐王的死忠势力 应该都已经被叛军变了 这慕林族为什么还存在 难不成 那慕林族男子在撒谎 他们也叛变了吗 陆无摸了摸他的脑袋 安辣 小黎 慕林族是值得信任的 卧底在磐石鬼王身边的杜言 已经跟我会报过了 慕林族能存活至今 是因为当初 磐石鬼王将这个种族掠走 想要收服他们为己用 来提高自己势力的战斗力 北齐也突然想起 我懂了 因为慕林族与其他战斗种族不同 他们是一个战斗力很弱 却拥有治愈和修复能力的辅助型种族 磐石鬼王正是探中了 他们的这个特殊性 陆无点头 是的 不过慕林族却始终不肯屈服 从而遭到了磐石鬼王的灭族暴 北黎内心很是佩服 陆无太厉害了 杜言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兜魂使者 竟在他的安排下 始终发挥着大用处 此时玩家们还在吵吵嚷嚷 生怕他们是磐石鬼王派来的卧底 也害怕误伤了友军 这时刘柴阴险的笑了起来 都别吵了 虽然你们说是友军 但老子是不会轻易相信你们 兄弟们 缴了他们的武器 慕林族男子有些诧异 心想我们在北七这么多年 从来没见过眼前的势力不说 而明府又什么时候又管家了 这个老头的演技十分精湛 一开口就是泪流满面 真是北七王庇佑啊 没想到你们竟然能躲过那次叛军的围剿 幸存了下来 吓得慕林族当场愣住 心想这个老头到底是谁 怎么摆出一副跟我们很熟的样子 一旁的流差见状也松了口气 既然你们是友军 那就没什么问题 只可惜陆魔大哥和胖厨师 他们都已经牺牲了 我想你们也是认识的吧 不过好在我们团结一心淡掉了刹那 也算是给陆魔大哥他们报仇血恨 刹那算什么 黄泉海的海王 磐石北域的磐石鬼王 还有其他地方的叛贼 我们将来都要统统淡掉 没错 我们一定会重振北七 制霸整个冥界 此时慕林族人心中都涌出了一个念头 这些人吹牛逼可真带进 眼睛都不展一下 还说要淡掉海王和磐石鬼王 一统冥界 很快慕林族的出现在论坛被玩家曝光 也是突然引起了一波不小的轰动 此时陆乌也已经让名副管家带着慕林族人 以对着北七王雕像发誓永不背叛为借口 让他们念出了像征战神器效忠的誓词 在神器接收到慕林族人的效忠誓词后 神器对他们进行了GV改造 使他们成为了新的另类NPC 慕林族应该很快就能融入玩家群体 成为帮玩家们加息 治疗的军医角色 至于玩家们所谓的泡慕林族小姐姐 小哥哥之类的 陆乌也已经在游戏中设定了接触保护 除非你请我愿 否则根本没可能 只有亲密度达到了100的指数 才可以做出比较亲密的行为 对于慕林族的到来 陆乌与北离经过商量 决定让管家在名副与琉璃的交界区域 给慕林族安排了片区域 作为他们新的领地 几天后在幽魂山脉 烈成和叶雪儿带着几个慕林族的小姐姐上山刷野怪 烈成在刚开始展露不死天赋的时候 还是让小姐姐们伤心欲绝 不要死 都怪我没用 我没法治好你这么重的伤势 可叶成却表示无所谓 别担心 三小时后我又是一条好汉 雪儿 过来帮我一下 给我个痛快 让我早死早上线 下一刻 叶雪儿闪现来到她的面前 给出一刀被刺 结束了她苟延残喘的生命 吓得一旁的小姐姐惊呼大叫 就这样持续了几天 叶成再次来到幽魂山脉刷怪 有了那几天的射箭教训 老子今天就不射箭了 直接用弓勒死这些野怪 叶雪儿也很无奈 哥 差不多得了 于是她举起长弓 朝着野怪冲了上去 渣渣野怪 还我尊严 可下一刻 那只听到呼喊声的野怪 只是转了一个身 就刚好把叶成整个人甩飞了出去 这个男人想要用长弓勒死野怪 可怎料野怪只是一个转身 就把他得顺手甩成残废 叶成流了一地的血 大喊道 那边的牧林服小姐姐 快过来替我治疗一下 我一定要干翻那只野怪 可小姐姐却是很不情愿 兄弟 怕啥 反正你们能复活 三小时后你还是条好汉 你这伤势没得救了 早死早上线 痛快点好 另一个牧林族也说道 那边的兄弟 你这伤势太麻烦了 要不赶紧死了先 给后面来的这位兄弟 疼得位置出来 大家都别浪费时间了好吗 说完便轻声乐器 我去治疗其他伤势较轻的人了 拜拜 变成连忙呼喊 别走 我觉得我还能抢救一下药位 此时在上帝视角的北里 也感到很惊讶 牧林族的性格原本随和淡雅 这才短短几天的时间 居然就 陆无说道 果然是环境决定性格 被丢入玩家这片大染缸中 牧林族也逃脱不了被污染的命运 第四天灾的名头还真不是虚的 就在这时 倒计时的钟声突然响起 陆无立马仰头望去 只见一个金色的挂钟 悬浮于半空之中 小黎 这是什么 很快游戏提示弹出 活动即将开始 请各位玩家做好准备 在活动开始前 远旦到即时结束的同时 整个海岸线上空无数彩色烟花炸裂 将天空都照亮了 提示继续弹出 元旦活动正式开始 为期六小时 在本时间段内 所有钓到的鱼类都会获得积分奖励 钓鱼大赛正式开始 陆无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是北离设计的 元旦到即时活动 配上漫天烟花 还真像现实的跨年夜 北离也很意外 没想到这些玩家会这么积极 连没有幽灵传与木筏的玩家 都围在岸边垂钓 此时一只小白狗 正满脸喜悦地叼着一条体积 比它身体还大的鱼 提示弹出 恭喜玩家孙启钓起立齿鱼 海灵级获得三百积分 一旁的玩家石虎叹了口气 杀不尽的欧洲狗 流不完的非洲类 诅咒你们这些欧洲人一辈子单身 可话音刚落 一直认为自己是非洲人的石虎 手上传来轻颤 这么快就有鱼上钩了 不过鱼竿这么轻松 显然不是什么好货色 可提起鱼竿后石虎猛了 这是什么玩意 鱼钩上挂着的是一条龙头鱼尾的怪鱼 游戏提示弹出 恭喜玩家石虎钓的特殊鱼类鳄鱼 海灵级获得积分一千点 此刻排明月升为第一名 石虎不可置信地瞪了眼 这特么一不小心 近身欧皇了 我能不能收回刚刚那句诅咒 男人在黄泉海岸边 意外钓上一条龙头鱼尾的不明生物 可他不但没有高价出售 反而架在篝火上烤了起来 这鱼长得虽然奇怪了点 但闻起来还真香啊 只见他咬了一口鱼肉 游戏提示立马弹出 消化熬鱼 获得自由属性点十五点 石虎从口中呼出了一团热气 顿时感觉到浑身舒坦 他更是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这一幕让陆无看傻了眼 这玩家钓到特殊鱼类居然不拿去卖 反而自己烤着吃了 可北黎却表示理解 大概因为吃掉可以获得自由分配属性点吧 而且海灵鱼的味道是真的香 话音刚落 陆无就觉得他很不对劲 小黎 你怎么也吃上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下海捕的鱼腰味 这次活动展开得十分顺利 当活动结束后 全区弹出游戏通告 积分榜也停止了跳跃 随后陆无高举征战神器 在游戏上空凝聚出一个个身穿汉服的妙脉身影 漂浮在上空不断洒出设定成红包模样的活动凭证 活动寻宝活动正式开始 持续时间六小时 游戏凭证每十分钟刷新一次 此时七明星面移动 以自己为中心疯狂召唤阴兵 本次活动停正式以红包雨的形式出现 那老朽可就不客气了 说完便操纵阴兵左右各自排开 然后一路朝前推进 捡红包的速度明显比其他人快了许多 路上不少法师职业的玩家纷纷吐槽 这家伙绝对是开了挂 凭什么他的阴兵能够灵活使唤 而我的阴兵就像个煞笔一样只会攻击和保护 与此同时 其他的玩家显得更加疯狂 纷纷争先恐后冲上去 只为了抢那点红包雨 看到这一幕的牧林族又一次猛逼了 昨天钓鱼还好理解 可今天他们正漫山遍野的狂奔 跟疯子似的 又是什么情况 这是一个看起来七八岁的牧林族小妹妹 扯了扯男人的衣服 哥哥 他们都是傻子吗 牧林族男子温柔的说道 别胡说 要尊重其他种族的习死 小萝莉立马朝前奔去 那我也去找他们玩去吧 男人连忙大喊 不许去找傻子玩 很快寻宝活动正式结束 七明靠着一心多用的强悍能力 以遥遥领先的成绩超越了所有人 随着活动结束 大量玩家开始涌向民谷中的活动使者处 不少人大骂七明是个挂逼 听说三百个凭证就可以兑换传承职业 那他这不稳了呀 也正如所有人预料的那般 兑换才刚开放 七明便兑换了隐藏职业 恭喜玩家七明成功兑换本次活动最高奖励 获得隐藏职业 鬼兽 在玩家的羡慕声中 七明能清晰感觉到一股魂厚的力量骤然涌入体内 男人获得隐藏职业鬼兽 职业背景 幽魂山脉孕育的最强幽魂修炼万年后所形成的鬼兽灵体 曾是幽魂山脉的最强霸主 后自愿效忠北齐王 于深渊之战中殒命 后被送入幻灵变兽后人魔伴 职业能力 幻灵 鬼兽之力 毁灭 能力 幻灵 召唤的形态幽魂为己所用 召唤数量与幽魂强度随着等级提升而增强 能力二 鬼兽之力 使用后可获得鬼兽增幅 力量属性获得200%加成 所有攻击附带鬼兽之力 持续时间10分钟 冷却时间4小时 能力三 毁灭 催动体内鬼兽之力 进行大范围伤害打击 此技能施展后5秒内 玩家躯体将炸裂 伤害范围波及百米 伤害强度以施法者位之中朝外一次地解 看到第三个能力 七名顿时愣住 等等 这第三个能力不就是自杀式攻击吗 与我身份有些不符啊 兑换结束后 游戏又出了一个降价活动 商城内所有商品降价10%并持续3小时 北离很惊讶 这个活动才刚发布 商城就快被抢空了 没想到玩家们对于折扣的活动竟如此狂热 陆无也早有预料 那是自然 不过这两个活动让我的魂币继续大出血 现在就指望这个活动回血了 北离也认为应该趁热打底 将之前计划好的时装拍卖活动的预告也一并发布 随后更新预告弹出 本次更新将开通充值通道 充值比例一软 魅币比一龙币 而龙币则可以用于参加拍卖活动 竞价争夺限量时装 很快玩家就在论坛上发出对充值的抱怨 龙币是什么币 我要魂币 这些陆无也能理解 只是他创造这个游戏的本意就是为了积攒魂币 这是北离突然一惊一乍的 陆无 怎么有玩家偷偷上去绝境断崖了 陆无一听立马将刚喝下去的水喷了出来 你说什么 此时在冥界绝境断崖 古语和孙起 一人一狗正在准备攀爬此处的最高峰 孙起凭借出色的嗅觉 闻到了附近的酒香 神话工会会长古语很意外 这里肯定有人居住 看见狗子说话了 陆无很诧异 他不是不能说话了吗 北离却说 是我看见他太可怜了 毕竟也是玩家 却丧失了语言功能 所以才暗自修改了他的传承设定 两人一路环山走了大半圈 古语意外发现了一座木屋 这游戏中的高山上居然有人居住 难道又是高人吗 只不过这次是游戏里的NPC 于是大声喊了一句 有人吗 很快一个胡子拉叉 头发苍白的老者缓缓走了出来 请问有何贵干 男人向老人询问关于绝境断崖的情报 可一旁的狗子却突然开口 你不打算请我们进屋坐坐吗 听到这话 白老头立马惊掉了下巴 卧槽 你的狗会说话 莫非妖魔化了 此话一出 惹得孙琪咬牙切齿 你骂谁是妖呢 古语见状将他按下 老人家 我很好奇你为何住在这里 还有 这绝境断崖到底有多高 我想登上顶峰看看 听到登顶 老头立马嫌弃的说道 就你这瘦不拉几的模样 再带一条狗 就想登顶 拉倒吧 听到这话 古语立马来了爆脾气 你客吗 幸亏一旁的孙琪咬住衣服将他拦了下来 最后老头还是招呼了两人进去 古语平静了下来 问道 你为什么说我们登不上这绝境断崖的顶峰 是不是有什么危险 可他话音刚落 就发现老人的脸色变得严肃 心想自己肯定触发了剧情 作为NPC的他要开始说关于绝境断崖的背景传说了 可下一刻 老人望着孙琪惊叹了一句 卧槽 你的狗子喝酒的动作还真特么像人 随后老人又转了个身 问道 你们为何想登上这断崖山巅 古语说道 其实我们听说这断崖山巅有宝贝 所以想上去碰碰运气 老人将一张羊皮卷打开 就凭你们一人一狗吗 你们先看看这张绝境断崖的地图画卷吧 古语认真观看 中央画着一座高耸的山峰 不过却被分开了好几节 且每一节所在的区域 都画着一个形态猙獰的妖魔 老人询问 怎么 看出了什么没 古语点了点头 脸色凝重地说 这绝境断崖往上走的话 每高一节都有妖魔守护 十分凶险 老特无语 那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要给我们看这张地图画卷吗 老人再次吐槽了一句 我是让你看地图画卷上的这行字 原来在画卷的右下角写着一行戏字 古北齐立誓 世代族人镇守绝境 断崖元守天命 古语再次无语 这个什么意思啊 老人叹了口气 说来话长 狗子愣住了 那就长话短说 你老除了有用的话 基本全都说了 看见两人吐槽 老头梳了一下符字 神色再次变得严肃 你们可知道我是谁部 我是北齐王后人 你们看 这就是我身份的象征 说话的同时 老人在口袋中 掏出了一枚鬼不溜秋的印章 北齐王印 古北齐大地地造者 第一任北齐王所打造的北齐王印 象征着北齐大地至高无上的权力与荣光 过期 随后两人开始窃窃私语 孙琪有些不解 居然是第一任北齐王的后人 不过老大 他的这印章怎么是过期的 古语继续无语 谁知道呢 估计是年代太久了 不好使了吧 老人掏出一枚过期印章 声称自己是北齐王后人 我的先祖曾是北齐大地的地造者 统治了北齐大地足足数十万年 这绝境断崖乃是他的葬身之处 也是他毕生守护的地方 你们在地图画卷上看到的妖魔 都是曾经为他守灵的下属 也是贯彻他死后的意志 镇守着北齐大地的第一恶神 而这绝境断崖 仅仅只是那恶神头颅上的一根独角 此话一出 吓得一人一狗打了个哆嗦 这么说 是你的老祖宗打败了这恶神 将其封印在此处 然后让你们后人世代镇守吗 老人神色凝重 怎么可能 是个老祖宗也打不过这恶神啊 具体是什么原因让恶神被封印 我也不清楚 但恶神虽然被镇守 却并不安稳 时常有恶念流窜出来 而我的老祖当初便是与恶神的一缕恶念分身相斗 拼尽了最后的力量斩杀了恶念 而自身修为也因此大损 熬不过百年便在这绝境断崖之巅与化 这时孙七小生说道 老大 听着老头的描述 初代北齐王似乎不是很给力啊 比起咱在游戏宣传CG中看到的这代弱多了 古语回答道 这老人家年纪大了 记忆就容易混乱 说不定是他记错了也很正常吗 随后他一脸认真的问道 老人家 你说的这些 和我们登上山巅的难度有什么关系 老人淡淡说道 不是难度问题 而是不能登山 我怕你们登上山巅受恶神的恶念侵蚀 被夺射肉身 成为恶神的新分身 那地图画卷上的妖魔就是当初我的先祖 为了阻止任何人登山而派遣 我警告你们两个呀 千万别登山 不然肉体被夺射小 要是成了恶神的分身 那可是为祸北齐大地呀 两人面面相去 不登不登 放心 为了北齐大地 我们绝对不登山 很快八小时后 一人一狗靠着被强化的躯体 轻松地穿破山峰云雾 看到了绝境断崖的山边 古语越跑越起劲 狗子 快点啊 天都要黑了 加把劲 趁着在线时间满前爬上去 可就在这时 古语的双眼突然放红 他忍不住蹲在地上开始干呕 各种负面情绪不断涌入脑海 他感觉自己的躯体仿佛不受控制一般 不等孙奇反应 古语突然掐住了他的脖隔 骨指逐渐收落 孙奇连忙大喊 老大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连力量符文都用上了 快清醒过来 古语手上的力量逐渐增大 就在孙奇不知所措之际 古语突然又松开了手 整个人再次趴伏在地喘着粗气 抱歉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在刚刚 一股莫名的力量笼罩了我全身 而我的脑海里也瞬间浮现出各种血型 杀戮的场景 我的精神与意识差点就崩溃了 刚才的感觉实在太过真实了 哪怕我明知这只是一款游戏 却仍然感到心有余悸 这时孙奇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也许之前那老头说的是真的 这里似乎有些诡异啊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一直盯着我们 古语点头 你也发现了吗 孙奇害怕得要命 老大 要不我们撤了吧 古语却说 怕什么 大不了就是死一次 难道玩个游戏还能真死不成 走 登顶 一座秀迹斑驳的浮屠柱正屹立在山巅中央 而在柱子底下还盘坐着一具漆黑的骷髅 这时一条小白狗绕着柱子走了两圈 然后突然抬起右腿撒了一泡尿 古语瞪了他一眼 狗子 你在干嘛 没看见我正拍照吗 孙奇顿时毛发炸起 尴尬的说 我也不知道 似乎是本能反应 为了缓解尴尬 孙奇伸出着想在浮屠柱上拍两下 可这一碰 一道黑光骤然浮现 而孙奇的体表也同时浮现出了一层黑光 正当他以为自己触发了某种能力的时候 两道黑光在碰撞的瞬间 孙奇突然被一股强大的气流撞击 整个身体骤然弹飞了出去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古语心中一惊 狗子 你没事吧 孙奇说道 这柱子很奇怪 刚刚我触碰的瞬间 我的脑海中忽然出现了一个念头 似乎是他在告诉我 他不喜欢我 看到孙奇没事 古语再次来到柱子旁 也想伸手触摸一下 想试试孙奇所说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可手掌与浮屠柱触碰的瞬间 他便再次感觉到了那股负面情绪出现 并且疯狂钻入他的脑海中 很快一片血海翻腾的世界出现在他眼前 而在这片血海之上 一道瘦小的身影蜷缩着躯体 随着浪花不断飘浮着 不知道是过了百年 千年还是万年 很快这个男孩顺利出生了 并且发出来到新世界的第一声啼哭 可族内的几位祭司却一致认为 这个孩子代表着血色 灾厄和不祥 抛弃吧 这孩子出生便充斥浓烈血色之力 恐怕会给我巨人族带来不祥啊 此时一个巨大的手掌伸过来将孩子抱起 不行 他是我的孩子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抛弃他 祭司想要阻止 王啊 他会为我族招揽灭顶之灾的 另一边 陆无看见古语陷入了恶神的恶念 打算利用征战神器进入玩家的神识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科北离却阻止了他 不必了 玩家现在是被恶神引入了他的记忆中 我知道当初都发生了什么 血孩的出生预示着不祥 但巨人王却不肯抛弃他 祭司也只能无可奈何 随着时间的推移 血孩开始长大 可他却显得和其他族人格格不入 其他同岁的巨人族孩子都已经三米多高 而他却依旧只有一米多的矮小个人 这让他在族群中饱受歧视 不过血孩却并不觉得难过 每天依旧过得十分开心 因为他还有着十分疼他的父亲和母亲 他感觉自己很幸福 男孩出生就是通体赤红 族中的祭司都称他为血色 灾厄 不祥 长大后更是与他人格格不入 同位巨人族的孩子身高却是差了一大截 尽管饱受歧视 他每天还是过得很开心 因为还有着疼爱他的父母亲 可直到某一天的到来 在这座巨人城市上空 一具具燃烧的棺材划破天际 从空中落下 整个巨人城的被火海笼罩 更令人恐怖的是 那些砸落在地的棺材中 爬出了一头头凶汉的跋尸 汉拔大人有令 杀光巨人族 抢夺血缘 大战一触即发 看见父亲与族人奋起反抗 血海也跟了上去 此时他已成年 身高达到了一米八 父王 其他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 都跟着你们一起上战场了 我也要去 可父亲拒绝了 孩子 你留在这里 你是巨人族的少主 我若不在了 族人们就交定你了 大战持续了半天 巨人族不断退守 族人死伤过半 而拔尸却还在增多 巨人王 交出血缘 我可以考虑让你的族人们死得没那么痛 巨人王将手一挥 要战便战 巨人族永远不受胁迫 就在这时 一具百米长 宽三十余米的棺材从天而降 在其落地的同时 整个巨人城如同地震斑猛的一颤 一声沙哑的长叹声响起 血缘 把血缘交给我 随着棺盖开启浮现 一头百米高浑身燃烧着火焰的拔尸身影 出现在众人面前 巨人族的战士们失声道 这只拔尸居然有一百米高 不对 它是汉拔 汉拔 望着眼前的巨人族 汉拔再次开口 碍事的蝼蚁 都去死吧 话音刚落 汉拔周身燃气熊熊烈焰 将方圆百里的生物全都烧成了灰烬 巨人族大军也在此刻覆灭 血还跪倒在地 眼中流露出浓浓恨意 为什么 为什么 我生来矮小 已经说过血还会带来灾恶的祭司 倒在了他面前 因为你已经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员 你是我们的族人 哪怕我们曾经再看不起你 讨厌你 也绝不会因为外来力量的胁迫而放弃族人 这便是我们巨人族 很快那名祭司在血还的面前再次被汉拔撕碎 这一刻他也彻底崩溃了 都怪我 都怪我为巨人族带来的灾难 都怪我太过弱小 没有办法战斗 看着眼前的血还 汉拔突然笑了 身为血缘 你竟然有感情啊 真是可笑 血还跪倒在地抱头痛苦 为什么我如此弱小 为什么我如此弱小 我不甘心 汉拔继续嘲笑 不甘心又能怎样 弱小便是你的原罪 成为助我今生的血时便是你唯一的结局 听到这话 血还身躯一阵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碎裂 一股庞大的力量骤然在体内浮现 在汉拔震惊的眼神中 一道道血注在血还的周身浮现 眨眼间 血还的身高便与汉拔齐平 按照这种增幅还在继续增长 这个只剩下我的世界 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 毁灭 汉拔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你不是血缘 你是血海之源 血还身体的变化却并未停止 身躯在空中继续膨胀着 转眼间化为了如同山岳般的庞大存在 父母与族人的死亡 让他心中充满了各种负面情绪 也斩断了他最后的牵挂 此时血还再次发出了一声咆哮 巨大的手臂贯彻天地 猛然砸向身高百米的魁拔 这一拳打的空间为之震荡 汉拔的头颅甚至被当场打碎 原本他只是顺着血缘的气息而来 却没想到找到的竟然是血海源泉 一种即便是他都无法掌握的力量 血海感觉体内的力量无处宣泄 他想要毁灭这片世界 可就在这时 一个没有蚂蚁大的女人出现 大个子 这个世界还不能让你毁灭哦 这里也并不是全世界 我叫黎 你要不要和我做朋友 恶神没有说话 拳头上巨大的力量让空间都随之扭曲 女人继续说话 大个子 你太危险了 好好睡一觉 什么时候变得可爱些再放你出来 只见女人伸手一抬 恶神的身体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挤压着 然后被吸入一处无形的空间之中 大地也在此刻逐渐崩裂 而恶神的身躯也在不断下沉 被大地覆盖 只露出了他头上的一根独角毅力 男人摆出一副家长询问孩子做了作业没的表情 小黎 说吧 那个自称黎的白衣女子是不是你 北黎立马发誓 不是 不是我 不过我们认识 说谎并不是他的强项 陆无 我编不出来啊 陆无叹了口气 那就实话实说 北黎反应很激烈 不行 现在告诉你的话 你的灵魂会瞬间崩裂的 因为我的秘密你承受不住 听到这话 陆无瞬间愣住 听个秘密而已 用不着灵魂崩裂吧 北黎回答道 是的 反正我会想办法提升你的灵魂力量 等你有实力知道秘密的那一天 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另一边 在远古的记忆结束后 谷语愣在了原地 地旁的孙启不断呼喊 老大 老大 你没事吧 怎么就傻愣在原地了 谷语望向浮屠柱 说道 我没事 只是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画面 似乎 都是恶神的回忆 恶神被封印时并没有出现这根浮屠柱 这柱子显然是后来放在这里的 那这句骷髅难道就是第一任北齐王 随后他又看了一眼孙启陷入了沉思 可为什么狗子摸了浮屠柱 会被弹开 而我触碰柱子却是看到恶神的回忆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你渴望力量吗 谷语认得这把声音 虽然苍老了许多 但这就是恶神 随后谷语毫不客气地吐槽道 我渴望你个头 说人话 在他说完这句话后 恶神的声音消失了半上 随后那把声音又再次出现 帮我做一件事 我给你无穷的力量 帮我 杀了汉拔 此时在幕后观察的陆无很疑惑 汉拔 汉拔不是已经被恶神杀了吗 北里表示 不 其实他逃掉了 那就是如今埋谷之地的那句老师 最为神秘的北齐强者 陆无神色名众地说道 既然这恶神那么强大 那他会不会伤害到玩家的灵魂呢 北里让他放心 恶神也不过是普通神明的实力 这种强者冥界虽然不多 但也不算太少 和六道轮回的力量相比还是差太远了 完全不需要担心 陆无还是很担心 可之前那位自称北齐王后人的老者不是说 十个初代北齐王也打不过恶神吗 北里有些生气 陆无 你是信陆人老头的话 还是信我说的 随后又弱弱地说道 对了陆无 其实我欠这恶神一个人请 你能不能帮我 与此同时 在古语的这边 他询问恶神 那个汉拔 他现在在哪里吗 他的话音落下 脑海中立马出现一个画面 满地湿海 无数的白骨堆积成山 甚至有一句句庞大的龙骨毅力 他躲在这里 买骨之地 你帮我杀了他 我给你无上的力量 古语直率地回答道 我做不到 因为我 打不过呀 那团黑物传出恶神的声音 你当然做不到 但我做得到 男人被一团黑物钻入身体 那是被封印了几十万年的恶神执念 可恶神穿过了男人的躯体 却无法进行夺舍 为什么你的灵魂会永固在躯体内 此时古语还在哇哇大叫 地旁的恶神忍不住目吼了一声 行了别装了 灵魂永固 你究竟是哪个神明的后裔 古语仰头骂道 我是你大爷 老子原本还准备想办法帮你报仇 现在我们没完了 你哥们还真想夺舍老子 知道无法夺舍古语 恶神的目光落在一旁的狗子身上 孙琪打了个寒颤 霍曹 他看着我做什么 难道连一条狗都不放过吗 可下一刻恶神却又嫌弃地把头扭了回去 惹得孙琪内心暗暗咒骂 我呸 你这是瞧不起我吗 真没眼光 恶神再次与古语交谈 把你的躯体借给我 杀死汉拔后我再还你 同时赐予你无上的力量 古语连连甩手 借你大爷的 老子不见 可话音刚落 一个寄人任务出现在眼前 远古之仇 将躯体借由恶神操控 为期三小时 借取时间结束后 可获得恶神的力量馈赠 古语心中一惊 居然还有这种任务 我草率了 刚才已经拒绝了 我好后悔啊 与此同时 在恶神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张悬浮的契约图 以恶神之躯起誓 在六道轮回的见证下 借取古语躯体三小时 并在时间结束后 馈赠寄生宿主力量 恶神心中也是一惊 至高轮回的契约 这人果然是神明的后裔 此时在幕后观察的北离很感动 这样真的行吗 陆无摸了摸他的脑袋 既然你说欠恶神一个人请 我当然得帮你还啊 北离也让他放心 三小时后 征战神器就会将恶神的执念 从玩家体内玻璃出来 玩家也绝不会受到伤害了 陆无 谢谢你 此时古语纠结了几秒后 尴尬地说道 那个 恶神啊 要不要我们再商量一下 恶神回答得很果断 不必说了 我同意你的轮回契约 我只要三小时 下一刻 恶神的声音再次出现在了谷语的脑海中 同时黑雾翻涌间疯狂涌入他的体内 一连串的提示音响起 获得恶神巨人足天赋加持 所有属性提升300点 获得远古之心加持 生命值得到20倍强化 获得负面情绪免疫 获得恶神力量加持 全属性提升1000点 获得恶神血缘加持 全属性提升3000点 获得恶神神体加持 属于有了一只手就能捏死十个刹那的荒唐感 这时传来恶神的声音 你的身体控制权该交给我了 很快一双燃烧的黑色双翼在鼓语的背后展开 他的双眸中更是涌出了血色的火焰 放心吧 我会信守承诺 虚体用完后就还你 神明的后翼 提示继续弹出 获得恶神终极奥义 血海滔天 领悟所有血之掌控能力 获得冥界神明榜单加持 授予冥界的馈赠 获得永兽 男人为了得到恶神的力量馈赠 竟把身体控制权交给恶神 脚下的孙起顿时慌了 他立马在直播间大喊 完了 老铁们 我老大变成邪神了 他要威祸北齐大帝了 我该怎么办 在线等 很急 可话音未落 他就被恶神附体的鼓语带来到海谷之地的上空 然后身形骤然坠落 如同流星般撞向了大帝 将方圆百里的鼓灵撞成积粉 附近正在练及的玩家也为之震惊 霍曹 那个火球中似乎是一个人来的 莫非是超级赛亚人 此时中心区域出现了一个数百米直径的大坑 恶神缓步走了出来 怒吼了一声 汉拔 出来受死 而孙起的直播间也已经陆续出现了许多弹幕 甚至被一些热心网友同步到了论坛中 看见汉拔没有动静 恶神又将右手高举 黑色的线条在手上浮现 快速绕着手臂飞舞并且不断扩大 下一刻 恶神将黑色线条形成的光球一把握在了手中 然后狠狠砸下 大地也在此刻崩裂 只是眨眼之间 大片土地在一瞬间粉碎 而地表上也只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大窟窿 整个埋谷之地仿佛迎来了末日 可也在这时 一副巨官从大地的裂缝中缓缓升起 里面传来了汉拔的声音 你现在仅剩一缕恶念也想杀我吗 真是痴心妄想 看见巨官冲天而起 恶神立马开启大恶名神的状态 猛然挥下那气血凝聚而成的巨大拳头 对付你 这就足够了 这时巨大关盖被迅速打开 一个高达百米的身影将巨大拳头挡了下来 苏醒过来的汉拔缓缓开头 你又变强了 仅仅一缕恶念便拥有如此实力 恶神继续发出怒吼 还没结束呢 巴臂修罗 很快在恶神的背部伸展出六条巨大手臂 与此同时 汉拔也将九卓江蛇召唤了出来 现在的你不过只是一缕恶念附身他人而已 真当我怕了你不成 很快恶神的身体被九卓江蛇的蛇尾牢牢捆住 可恶 借助他人躯体的力量 果然还是太勉强了些 看见这一幕的北里很担心 陆无 恶神虽强 但现在的他终究只剩下一缕恶念 我担心 陆无说道 不用担心 我会出手 说完便将征战神器举了起来 恶神 不愁厚望你能退去力气与负面情绪 去做真正的一方神明 这样也算我没白帮你这一场 下一刻 无形的力量将捆绑在恶神周身的九卓江蛇阵碎 恶神也是一惊 这是 至高轮回的力量 看见这一幕的汗拔很诧异 怎么可能 这是何等的力量 这根本不是属于你的力量 恶神抬起头 望着陷入惊恐的汗拔 鸣笑着说道 汗拔 一切都要结束了 恶神终于放出大招 大恶硬 八条手臂同时结硬 体表的皮肤由红色朝着紫色转变 躯体更是以疯狂的速度暴涨 下一刻 一道巨大血柱从天而降 穿透过一层层描画着神秘符号的法阵 直接落到地面化为血巢 面对再次获得增幅的恶神 汗拔眼中流露出了恐惧 他已经意识到 即便是恶神的恶念分身 也不是自己所能抵挡 可就在这时 一个金黄色的大顶虚影 突然出现在两人头顶 还不断传出嗡嗡的晃动声 汗拔声音颤抖 却是 冬月大地的顶 随着顶声响彻天地 恶神才当形成的血巢瞬间消散 他举头怒吼道 我顶你的肺 为什么要挡我 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 话音刚落 这个金黄色的巨顶 直接砸向恶神 恶神眼中透露着浓浓的不紧 他挡我 你也要挡我 为什么 下一刻 恶神被无形的力量束缚在了原地 跟随着巨顶一同坠落于地面之上 此时在观战的路无见状也是一愣 冬月大地吗 恶神与汉拔似乎都很怕 而且如此强大的恶神 居然仅仅面对一个顶 就失去了战斗力 北离解释道 他是冥界主生死的最强神明之一 他与幽都大帝 东都大帝都是平起平坐的 他们是冥界世界 真正执掌神权的那一类神力 不过你也不要太过惊讶 这冥界世界广袤无垠 更有东西之分 即便是三大帝这样的神明 也不过是在东冥界的执掌者 路无很意外 这能不惊讶吗 这么震撼的信息 你说的也太轻撩淡写了吧 随后他再次将目光投向了交战处 不过 这恶神和东越大帝又有什么关系吗 北离也不太清楚 估计和恶神的前世有关吧 至于东越大帝为什么要阻止恶神复仇 我也不明白 另一边 汉拔愣在原地不敢动他 心想自己虽然得救了 但现在究竟什么情况 那位至高大帝为何会阻止恶神 而我在他的眼中 应该和蝼蚁并没有什么区别 他到底是为什么要出手呢 不管如何 我都必须抓住这次反败为胜的机会 想到这里 汉拔当即抬手召唤古灵发起了进攻 正在关键的北离叹了口气 陆无 恶神要败了 陆无却说 败不了 忘记了吗 恶神和我们签订了三小时的契约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剩下的就交给玩家吧 反正玩家可以复活 画面转到战场的这边 轮回契约的能力被激活 三小时的躯体使用全结束 恶神的血雾在逐渐脱离谷雨的身体 不 我不甘心 我苦苦煎熬了几十万年 今日终于有希望斩杀汉拔 我绝不甘心就这么 很快在血雾完全散去之后 古雨的意识也在此刻恢复了清醒 可眼前一幕却让他大惊失色 霍曹 什么鬼啊 这啥情况 老人将手按在浮屠柱上 一股力量顺着他的手臂涌入其中 恶神 收敛你的力量 束缚你的那些锁链链接着这山巅的浮屠柱 有我看守 你挣脱不开的 此刻金色锁链也停止了收紧 一双赤红的双眸在山巅显现 我好不容易才等来这次机会 下一次我又要等多久 一万年 还是十万年 北宁 你把我放了 我给你无穷的力量 老人面无表情 你说你忽悠别人就算了 我你也想忽悠吗 恶神的语气平静了不少 北宁 帮我个忙 将那个被我附身的人带回来 老人眼神一鸣 你还想再附身一次吗 听到这话 恶神有些激动 怎么可能 我答应过他 我要履行承诺 老人似乎有些意外 这不像你啊 你这个大混蛋竟然还会履行承诺 恶神再次询问 你到底帮不帮 话音刚落 老人的身形缓缓 淡化消失在了原地 行吧 难得看你求我一次 帮了 另一边 意识恢复正常的谷语 开启速度符文正在跑路 卧曹 为什么这些蛇骨要追我 孙起一论 老大你回来了吗 谷语连忙询问 狗子 这些蛇骨都哪来的 他们为什么要追我呀 孙起回答道 老大你自己做的事都忘了吗 我才该问 为什么他们连我也一起追 就在这时 一缕金色光芒将两人包裹起来 那是老人北冥的力量 下一刻便消失在汉拔的眼前 汉拔当即一愣 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好乱啊 我与恶神之间的战斗 真的和我们自己有关系吗 画面转到绝境断崖山腰 一人一狗坐在木屋门前发呆 难道是恶神将我们带回了这里吗 这时老人推开门 一脸嫌弃的看着两人说道 干啥里 你们怎么又来了 吴语这次没有理会老人 对孙琪说道 狗子 你待在这里 我还要上去一趟 老人假装生气 悠喝 你的意思是要登山吗 没听我说不许去吗 谷宇随便找了个借口 你老听错了 我是说我有一样东西丢在路上了 要回去找找 我把狗子放你这 我保证不登山 老人心想 恶神 老朽就帮你这一次 很快谷宇再次来到山边 一团飞舞疯狂钻入他的身体 卧槽 这恶神该不会是想过何差桥 直接杀了我 不履行契约了吧 下一刻他感觉到浑身疏爽 一种力量暴增的神奇感觉 恶神使徒 完成了机缘任务后 你得到了恶神的认可 被赐予恶神之力的种子结晶 掌握初级血之力 获得特殊能量条 气血 气血LV1 在消耗后 每分钟恢复1% 可吞噬气血加速恢复 恶神使徒 恶神所授予的传承 自身受到神明祝福 每秒恢复血量一点 邪躯 初级 开启本能力后 消耗气血值30% 全属性获得增幅150% 持续时间30分钟 并可释放衍生能力 血脂燃烧 召唤地狱烈焰 以自己为中心 进行大范围焚烧 伤害直径20米 本能力只可在邪区状态下施展 消耗气血之力30% 血脂瞬息 周身10-30范围内 任何血液都可在本能力开启后 被操纵射入体内 恢复气血值与生命值 本能力必须在邪区状态下施展 消耗气血之力10%-50% 恶童凝视 开启恶童凝视后 所有与你对视的目标 受到负面情绪侵蚀 几率出现紊乱 虚弱等负面状态 本能力必须在邪区状态施展 消耗气血之力40% 男人获得恶神的传承力量 将原本符文战士的职业模板给剥离 身上肌肉球龙 背处更是出现了一双燃烧的恶童纹身 在幕后观察的北黎问道 这些铸造符文战士躯体的材料 我们怎么处理 陆无孝道 当然是回收到我们自己的囊中 为了帮助他成功承载恶神传承 我可是又花了整整一千魂币 这不得找不找 此时恶神凝视着谷语 想要变得更强吗 谷语立马询问 怎么才能变强 恶神继续说道 我赐予你的是一颗血种 如果你能将气培育成功 那么你将掌握冥界天地法则之一的 显明道 你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吗 谷语朝前迎了上去 请问意味着什么 恶神解释道 只要掌握天地法则中的任何一道 你便有了封神的资格 只要有大地为你封设 那你就能成为 心神 听到这话 谷语立马来了兴趣 下意识地开口问道 成为心神吗 多少钱 一句话 他似乎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抱歉抱歉 我习惯了毫无人性的生活方式 恶神老大 您现在就是我老大 快教我怎么变强 恶神回答道 血种培养的难度远超你的想象 或许你花费数十万年 也培养不出一颗血法之中 但我可以帮你加速这个速度 谷语立马兴奋起来 连忙开口 老大你要我做什么 赴汤导火 在所不辞 恶神说道 汉拔已经换了藏身之所 但我依旧能感应到他的气息 你去找到他 帮我杀了他 恶神的话音落下 职业晋升任务相继弹出 不可磨灭的仇恨 任务描述 前往煞恶梦掩成 杀死虚弱的汉拔 完成恶神的嘱托 本任务无时间限制 任务奖励 获得恶神的馈赠 职业进阶 看着新出现的任务 谷语爽快地答应下来 心想 虽然这个任务难度极高 但好在没有时间限制 只要我不断升级 再加上工会的规模不断扩大 我总有机会完成这个任务 见谷语如此爽快 恶神也很诧异 你若去迎战汉拔 必将九死一生 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谷语却说 有什么好怕的 反正我又不怕死 恶神很满意这个传承者 很好 我越来越欣赏你了 之前操纵你的躯体 使我便发现 你从头到尾 内心竟然没有丝毫普惧 鼓语黑黑一笑 心想 那只是因为 你不懂什么叫第四天灾了 画面一转 在陆无家中 北离突然说起了那场大战 自从玩家们观看了 恶神与汉拔一战的直播后 大家变强的想法 便越来越强烈了 陆无把头叹了过去 你又怎么知道呢 北离说道 因为游戏论坛上 又有人在骂你是狗策划 特别是法师职业的玩家 各个职业都有了转职 问你是不是把法师给忘了 听见那些骂人的话 陆无气的差点吐血 行了 别念了 小李你不要被玩家给带坏了 别说脏话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法师转职模板终于迎来了更新 五行术士 在感悟天地五行之力中 为了真理而抛弃肉体 化身为五行之灵 掌控天地五行之力 探究极致五行奥义 职业特性 金 木 水 火 土五行灵体自由切换 掌控天地五行 在职业介绍的同时 技能也在此刻展示 一个身穿蓝色衣服的男子 将双手结印 在一声巨像中 一条咆哮的水龙从炮管中射出 朝着远处撞去 这便是水行技能水龙炮 土行肢体 操纵大地之力 综合能力 倾向于控制与自我保护 这时蓝衣男子将双手在地上结印 周身的土块开始凝视化为 一柄柄尖锐的土毛拔地而起 这便是土行技能土牢 金形肢体 短时间内获得强大的防御力 此能力在无金属环境下 没有进攻能力 在拥有大量金属物质的特定的环境下 可变化为攻击力 极为狂暴的金法 随后还分别展示了 木形肢体和火形肢体 能够随意变化战斗形态的 新法师转职 让观看职业演示的法师们 都激动一场 没想到法师的新转职业 也能做到攻守兼备 同时游戏内 多了一个专门为了法师 转职而服务的NPC 分解师 五行术是转职玩家 需寻找各类五行属性的材料 然后在分解师处进行分解 获得转职所需的五行点 陆无原本是打算 直接将之前规划好的 三个法师模板一起出的 但玩家们又实在等不及了 只能先把这个制作好的 转职模板拿出来应付下他们 这时北厘说道 陆无 你过来看看 望虚海域有动静 我想这说不定将是 我们海域发展迎来的一个契机 与此同时 在游戏中 冰沉的天空下海风呼啸 一艘黑色的战舰撞破浪木朝前航行着 这时船上的一个胖子开头说道 老大你看 前面有岛屿 有岛屿啊 工会会长安胜舰撞下令 赶紧靠岸 在上岸后 众人发现了一个盖满了木屋的小渔村 这渔村内每家每户的门上 都挂着晒干的鱼肉 此时正不断有举着鱼叉棍子之类 武器的怪人从这渔村内走出 胖子说道 老大 这些怪异的人形生物看起来不太友善了 他们到底是人还是野怪啊 安胜立马吩咐众人 准备战斗 打架什么的我们还真没怕过 大概十多分钟后 镜头转到一个放置在篝火堆上的大锅 里面似乎正在加热着塞鱼族喜欢的某种汤子 此时被脱光捆绑在木条上的胖子有些绝望 哥们了 处于战斗状态下无法退出游戏 安胜说道 带进布 才来就要被煮了吃 这是一个赤裸着上身的魁梧鱼人 胖子的口里 胖子此刻想死了的心都有了 想把老子煮了吃也就算了 竟然还让我吃条配料 难道不知道是可杀不可辱吗 混蛋 男人被脱光衣服倒挂在木条上 这是一个赛鱼族拎着一包调味料走了过来 二话不说就是往他们嘴巴里塞 刚开始胖子还反抗来着 但遭到非人的折磨后最终还是屈服了 别打了 我吃还不行吗 你也太凶残了 这时赛鱼族将用目光落在其他人身上 隔壁一男子更是一惊 是 我们都吃 反正被吃的结局都已经注定 我们可不想重蹈胖子的负责还多挨炖暴躁 此时在幕后观察的两人也是一脸无误 小黎 你所说的海域发展的契机 就是玩家们被塞鱼族塞了香料炖了吃吗 画面一转 一个胖子摘下虚拟头盔 满脸都是愤怒之色 气死胖也我了 这群鱼人怪竟然敢吃我 看我不收拾你们 就这样刘旁打开了工会的聊天群 输入了一行字 复仇 我们要复仇 会长安胜当即表示 去论坛雇佣几个高手 组织一些人三小时后再去报仇 很快在三小时后 时间也已经来到了夜晚 乐神号工会的战舰再次驶出海岸 这次与之前不同 安胜花了重金聘请了这些职业玩家 一眼望去足足多了几十号人 一大火人的到来 惊动了渔村内的塞鱼族人 这是胖子的目光锁定在那天 暴揍他的那名塞鱼族人身上 老大下令马 让他们好好感受一下 什么是被玩家支配的恐惧 只见会长安胜举剑一挥 怒吼了一声 给我杀 屠村 百号人听闻后一同杀了上去 与此同时 嘹亮的号角声从渔村内响起 这让胖子预感不妙 老大 这塞鱼族是在摇人吗 话音刚落 一大群塞鱼族人拿起武器陆续加入了战斗 数量很快就达到了数千人 让胖子等人吓傻了眼 卧槽 这岛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塞鱼族 我们这是又要玩犊子了 在半小时后 架在篝火堆上用大火烹煮汤底的大锅多了好几个 此时一个受雇佣来的玩家好奇地问道 兄弟 这些鱼人不杀我们 把我们这样绑起来是要干嘛 安胜淡定地说道 看到那几口大锅了没 等一下可待尽了 你可要有心理准备啊 一旁的胖子有些不解 老大 为什么这次会多了这么多塞鱼族啊 安胜淡淡说道 吃不完浪费啊 人家喊点隔壁亲戚来一起品尝咱们呗 就在这时 一名塞鱼族老者走了过来 眼前所有的塞鱼族人都纷纷下跪让出了一条通道 胖子问道 这群傻叉在干嘛呢 安胜随口说道 按照我玩多年游戏的经验来分析 这应该是感谢神明赠与食物 很快人群中走出三个塞鱼族大汉 摆出一副看待食物的眼神 显然这又到了塞香料炖肉的环节了 男人的嘴巴被塞入调味料 可他不仅没吐出来 反而还吃得津津有味 地旁的胖子心中满是佩服 兄弟 你是个狠人了 你吃这么多香料 是想把自己彻底咽入味吗 可下一颗胖子慌了 他听到周围的人都在抢着吃 太好吃了 这香料用什么做的 混蛋 你别抢我的 你吃你自己的 随后他询问安胜 老大 你找的这群职业玩家 到底是哪方面的职业 不会是吃货吧 安胜也很无奈 太特么丢人了 这些人的愤怒呢 要报仇的心呢 我羞于与他们为伍 很快众人被扔进锅里加热 安胜对着众人说道 兄弟们 今天发生的事 大家都当没发生过 千万别说出去啊 太丢人了 不多是玩家阵营再次团命 他们的躯体瞬间化为了黑雾 原本还一脸兴奋的 塞鱼族陷入了迷茫 在死亡后 安胜准备再拉一批人马去复仇 于是他在论坛发了一个帖子 我找到海洋之子了 这座岛屿上有海洋之子 而且数量不少 原本这种帖子是没人理会的 毕竟谣言帖也时常在论坛出现 然而这帖子却被莫名给顶了上去 于是一大波被忽悠的玩家 开始朝着塞鱼族的岛屿进发 真的如论坛所说 这些岛屿上的土著都很热情好客 你看 都站在海岸边挥舞着欢迎我们呢 而在堕鱼岛的这边 塞鱼族人一个个神色凝重 族长他们又又又来了 族长也很无语 这些天他们不能出海打鱼 也不能去岛上丛林捕猎 就是因为知道这些生物随时会来 白天来 心想这群生物是不是有病 明知道是来送死 为什么还这么一无反驳 谁给他们的勇气 此时正在偷偷观察的北梨说道 陆屋 自从那群玩家向塞鱼族复仇失败后 他们就在论坛发帖自导自演 忽悠了一波又一波的玩家前往堕鱼岛 玩家被吃的悲剧不断上演 然而这些玩家不但都选择了沉默 反而还将那帖子给置顶上去 这都成咱征战在线有史以来最大的坑局了 陆屋也是暗暗偷笑 没事 陆屋也是有些惊讶 消失 不留尸体的种族吗 随后他吩咐身旁的一只 人行虎杀 大锤子 你带一批人去保护塞鱼族一段时间 顺便调查下对面到底是什么来头 男人走向一片传送通道 小黎 时机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该引导玩家们收网了 带上你的小零食 我们去堕鱼岛看好戏了 很快论坛炸开了锅 胖子和安胜等人也终于决定说出真相 并准备将这些怀恨在心的玩家组织起来 去堕鱼岛进行最终复仇 画面转到堕鱼岛 一只龙虾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 大 大哥 不 不好了 他们又又又又来了 大锤子当即一巴掌扫了过去 就知道嚷嚷 你大爷的 这都多少天了 老子就完全没合过眼 就不能让老子休息一下 大王不是已经给我们增派了兵力了吗 你们就不能自己对付那群若鸡 让老子稍微眯一下眼 龙虾坐在地上瑟瑟发抖 可是大哥 这次他们来了好多人 密密麻麻 我们的数量肯定抵抗不住啊 大锤子神色一鸣 心想当初大王派我来驻守这里 我还很开心 毕竟我们的吃喝全部由塞鱼族负责 而我们只去帮他们猎杀来犯的若鸡就好了 可渐渐的我才发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那些菜鸡是完全没有规律的一波接一波 这根本不给我休息的时间 这简直就是一个自杀军团 而且他们来送死的时候都面带微笑 有时候还很有礼貌的跟我招手示好 这算什么意思 难道是我大锤子长得不够凶猛吗 很快玩家们的战舰自发靠近 形成了一道钢铁屏障 速度不减的朝着堕鱼导舍 看见这么多的战舰 大锤子等人也是一愣 我增加兵力你们送死兵团也跟着增加 这明白是在欺负我大锤子 我特么不要面子的吗 不过大锤子并不觉得自己所率领的海王军会输 于是他一马当先朝前冲去 迎面而来的是一艘普通的战舰 只见两者相撞 船身瞬间被撞的粉碎 大量海水朝内灌入 这时由陈紫瑜等职业玩家驾驶的大龙舰冲了上去 同时他也下达了指令 大龙号 霸体 很快船体内部传来了一声低沉的龙吼 船体表面金光一闪 如同镀上了一层金属隔膜 这时大锤子也已经接近 但好装在战舰的船头上 永迭了这个喧嚣的事件 解脱了 老子终于能好好地睡上一觉了 丁 你已用幽灵舰将海王军小队统领大锤子击杀 全员获得经验奖励 船上大龙会的成员们全都提升了三级 王大芒甚至捧唬大笑 卧槽 这小boss居然自己给自己一头撞死了 这么不堪一击的吗 在上帝视角的陆无笑道 小黎 你这所谓的海域发展的契机 也不错吗 这次不仅对海域开了疆 之后玩家们修复损坏的幽灵剑 也能给我们带来额外创收 你这小算盘打得真是叮当响啊 北黎嘿嘿一笑 陆无你少装了 论坛上玩家那个坑人的帖子 不就是你给置顶的吗 这只老龟只是随口劝慰了领头一句节哀顺便 就立马惹来了杀身之祸 铁狼头的怒火无处宣泄 节哀 我劫你马个头 你死过儿子吗 来人哪 给我把龟六的儿子刺死 追风他儿子为海王军铁狼头分齐军少都头 然后盯着陷入自闭的龟六问道 老子现在舒服多了 怎么样 死个儿子是什么感受 老龟目光呆滞 没想到自己的一句劝慰 竟然会为自己的儿子引来杀身之祸 在铁狼头的命令宣布后 龟六带着死讯回到家中 孩子啊 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儿子一愣 先说好消息吧 龟六说道 你被封为海王军铁狼头分齐军的少都头 听到这话 龟六的儿子脸上露出了狂喜 那坏消息呢 龟六说道 那你可要有心理准备啊 与此同时在堕鱼岛上 村内吹烟鸟鸟 一口口大锅内烧着水 玩家们找了一圈都找不到调料 此时被捆绑起来的几个塞鱼族人 更是破口大骂 还调料 妈妈批 你们难道不知道调料为什么没了吗 心里就没一丁点避数吗 这次屠村很成功 玩家们将塞鱼族人赶尽杀绝的同时 还缴获了不少物资 可就在玩家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一道闪电更是批在了不远处的海面上 此时在上帝视觉的路无阴险一笑 阵仗的确很大 不过 没准是送上门的大礼包呢 一旁的北离开始担心起来 看他这熟悉的笑容 我居然开始替海军担心了起来 很快远处掀起了一股海浪 陈子宇神色一鸣 朝着身后的玩家们喊道 兄弟们 准备战斗 而在海浪之上 一头头海怪也在此刻浮现 大狼头心中满是怒火 给老子撕了他们 为我而报仇 听到大都统的命令 无数海怪缠绕着战舰开始攀爬 而面对海王军来袭 玩家们也不须 一个个驱使战舰 也朝着铁狼头所率领的海军杀去 只是铁狼头很快就察觉到 玩家们的水性不如他们 于是将火力集中在战舰上面 将大部分战舰都撞成了碎片 此时雪莉意识到不妙 会长 那些因为战舰被毁而落水的玩家 已经完全成了海王军单方面猎杀的对象 陈子宇剑撞大海 大龙剑 朝着那只实力最强悍的精英怪冲锋 为其他战友们减少压力 看见大龙剑开了霸体冲了过来 铁狼头顿时咬牙切齿 就是这艘船害死了我的儿子 看老子不把他撞成稀巴烂 此时铁狼头双眸赤红 身形缓缓攻起 随后猛地朝着大龙剑撞去 奶奶的 敢跟老子比 找死吗 这只人形鲨鱼为了帮儿子护仇而撞向战舰 可下一刻却被大龙剑当场撞飞 而大龙剑体外的霸体精光暗淡了几分 船手翘起 向后划出一段距离 铁狼头不服输的暴脾气被激起 客门的 再来 不撞烂你为我而报仇 老子势不罢休 很快他身形再次蓄力后 激射而出 不断地碰撞大龙剑 你大爷的 给我破 战舰上的王大芒很是无语 我刚看了眼他的属性念版 就这智障还是海王军分歧的大都头 血泥心情复杂 他不疼吗 反正我看着都疼 陈子宇摇了摇头 他开心就好 在被撞击了数十下后 铁狼头疼得呲牙咧嘴 脑袋也是嗡嗡作响 你大爷的 给我破 话音落下 暴脾气的铁狼头积蓄全身力量 再次猛地撞向了大龙剑 这次大龙剑的霸体金光直接被撞碎 陈子宇剑撞也失一惊 不好了 大龙剑的霸体金光破了 兄弟们 跟我下水干他 别让他破坏大龙剑 说完便启用了符文战士的力量符文 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投铁到什么程度 陈子宇的这一拳 与铁狼头的脑袋碰撞在了一起 这精英怪还有反甲吗 怪不得一直撞击战剑 他是真的投铁啊 很快一股反作用力 从铁狼头的脑袋上传来 他也被这一股力量震飞了出去 身上也出现了伤害血字 而大龙头此时也晕乎乎的 感觉整个脑袋跟江湖似的 分不清东南西北 地旁的雪梨也是一惊 会长用了力量符文 居然还被他弹开了 王大满呵呵一笑 不就是铁头弓吗 功夫再高 也怕砍刀 看我如一神刀 一刀两断 可面对两人的袭杀 铁狼头下意识地挥舞双臂 立马将刚接近的王大满和雪梨 砸飞了出去 被击杀的系统信息也陆续弹出 陈子宇剑撞立马吩咐所有战舰撤退 能跑一艘是一艘 虽然幽灵舰能够自我修复 可速度却极慢 如果想要快速修复便只能消耗大量灵才 再打下去也只会得不偿失 看见一艘艘战舰准备跑路 几个虾兵蟹将大喊道 大都统 那几艘船要逃了 此时铁狼头整个人都不在状态 根本就没把下属的话听进去 刚才和陈子宇的拳头 对碰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清醒 此时北离一脸猛逼 陆无 玩家阵营败了 你说的送上门来的大礼包呢 陆无却说 别急 真正的大礼包并不是指这只海王军的分歧军 放长线钓大鱼 大原种养成计划这才刚刚开始 听到这话 北离顿时一惊 不是分齐军 放长线钓大鱼 等等 难道你一开始打主意的对象就是海王吗 陆无效的越发阴险 不止哦 咱北齐军海陆并进发展 可不能偏科呀 一张帖子在征战论坛被顶了上去 想要灵财吗 来潘石北域砍树吧 这里的树妖都是灵财哦 树妖墓 二级灵财 树妖的躯体精华 有治愈伤 炼药等多种用途 幽灵船 可通过吸入树妖墓 进行升级 修复等 陈子宇更是怂恿大家前往 盘石北域搜刮灵财 就这样几天后 北离看着平板的内容陷入了惊疑 想不到正如陆无所说 那波海战让玩家们意识到了 与海王军的实力差距 于是都专注于强化幽灵剑了 现在大部分的玩家都跑去盘石北域砍妖术去 就这么鬼使神差的海路并进发展 这时陆无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平时除了催脚费的信息 基本没人打进来 接通后是一个女孩的声音 喂 狗爹 睡了没 没睡出来嗨 陆无淡淡说道 嗨个鬼啊 大晚上的 安曼曼有些失望 兄弟 你曼姐好不容易来一趟加兰 刚下飞机就给你打电话了 你这样的态度 我跟你讲 要挨揍的 陆无的朋友本就不多 看见对方刚下机也不好意思拒绝 便约好在两点半后见面 刚挂完机就看见北离的眼神有些不对劲 慢慢是谁 陆无解释道 我青梅竹马 小时候是邻居 我们两家人经常往来 后来慢慢加油了更好的发展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便搬离了加兰市 陆无解释完便站起身子 这时北离一把搂住他的胳膊 我也要去 陆无有些无奈 我这是去接朋友 又不是去玩 北离却说 我保护你 怕你遇到威胁 听到这话 陆无顿时无语 乖啦 你除了研发何痴 完全是个战武渣 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吗 况且我是去见朋友 不会有危险的 北离有些生气 可他叫你狗爹 等我回来 对于狗爹这个称呼 其实是陆无一生之中最大的污点 当初两人一起上过幼儿园 老师为了然给大家明白男女授受不清 便告诉大家 小朋友 你们在一起玩耍时 男孩子和女孩子是不可以亲嘴的 亲嘴了就会怀孕哟 然而陆无好巧不巧 正在逗狗的时候被舔了一下 安曼曼也正好看见 无 他亲你了 老师说这样会怀孕的 结果第二天那条母狗就产下了一窝小狗 于是在安曼曼的见证之下 陆无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狗爹 画面转到嘉兰机场附近的电影院 陆无拨打了安曼曼的电话 我到了你在哪 这时安曼曼突然从他身后探出半截身子 狗爹 好久不见 你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变化 陆无淡淡说道 你倒是越来越漂亮了 可惜性格怎么都没变 熟悉的感觉充斥在两人心头 让两人多年未见产生的隔阂逐渐淡去 这时安曼曼的电话突然响起 他走到一旁接通了电话 那头传来吴国一的声音 刚刚秘书告诉我 你要打电话来 说你想和征战公司合作游戏赛事直播 安曼曼回答道 是的 吴叔叔 我这次就是专门为了促成此事回国的 吴国一说道 我和你爸也算是老朋友了 有些话我就直接明了的说了 我和征战在线的负责人 商量过好几次合作商的事项 对方给我的感觉仿佛根本不在乎利益 听到这话 安曼曼也有点难以置信 做游戏的 不在乎利益 怎么可能 这得是怎样的大佬啊 吴国一说道 只要不符合对方游戏发展里面的合作 即便我给出天价 他也完全不为所动 就算是我也完全目不透他的想法 所以 你们如果想要拿下赛事直播和解说权 代价估计会很大 安曼曼信心满满的说道 吴叔叔 我还是想当面和征战在线游戏的负责人谈谈 吴国一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可以帮你联系 至于他愿不愿意来和你谈 我可不能保证 挂断通话后 安曼曼对陆吴做了个鬼礼 不好意思啊狗爹 刚才有个重要的电话打来 陆吴说道 没事 走吧 我们去吃点东西 可安曼曼却一把搂了上去 别急啊 我好不容易才回来一趟 你先陪我到处逛逛呗 陆吴有些惊疑 不是你之前在电话里说饿了 想吃大餐的吗 安曼曼眨了眨眼 你还是那么直男 女人心还抵振 你不懂 男人只是出门见了一面多年未见的青梅竹马 回到家就被北梨用另类的眼神对待 小黎 你一直用这种眼神盯着我做什么 北梨一本正经的说道 因为春天快到了 我想看看动物在发情期都会有哪些变化 陆吴正想要说点什么 这时电话却突然响起 看见是吴国义便接通了 吴老哥 这么晚了你还打电话来 吴国义说道 陆老弟 明天有没有空 我请你吃个饭 可陆吴却说 吴老哥 我最近比较忙 等改天有空了小弟请你吃一顿 随后传来吴国义着急的声音 等等 先别挂 我直接明说吧 其实我是有事想找你商量 你有没有考虑过游戏赛事的直播 陆吴有些意外 吴老哥 我记得你们游戏平台是不搞赛事直播的 吴国一直笨主题 有听说过鲨鱼赛事直播平台吗 国内的三大游戏赛事直播平台之一 他们想找你洽谈征战在线的赛事授权 至于愿不愿意 完全看你 我也只是帮他们问而已 陆吴文言后立马答应了下来 心想自己之前所构建的公会争霸赛 已经在准备第一赛进 鲨鱼赛事直播平台在这个时候找上门来 来的也正是时候 随后吴国一将订好的酒店位置告知陆吴后 便断开了通话 一旁的北黎淡淡说道 我也要去 画面一转 在酒店包厢内 陆吴和安曼曼大眼瞪小眼 曼曼 想要约我谈合作的人竟然是你 安曼曼言很诧异 狗 狗爹 你就是征战在线的负责人吗 随后他的目光落在一旁的北黎身上 浑身也是莫名的发抖 你什么时候都有孩子了呀 此话一出 北黎的表情瞬间变得猙獰 周遭都弥漫着一股浓郁的煞气 这时陆吴解释道 他不是我的孩子 他叫北黎 是我的 朋友 听到这话 吴国一顿时一脸茫然 当初他记得陆吴曾说过是妹妹来着 现在怎么变朋友了 这里面有大诡异啊 此刻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陆吴的身上 陆吴其实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妹妹 安曼曼自然是知道的 这时安曼曼走到北黎的身边论档 小妹妹 你的爸爸妈妈呢 北黎随口说道 爸妈 没了 安曼曼顿时一愣 原来这么可爱的小家伙 竟然是陆吴收养的孤儿 太令人心疼了 想到这里 安曼曼同情心泛滥想要搂住北黎 可北黎却举起小拳头 摆出战斗架势 公平竞争 不许偷袭 一旁的陆吴尴尬的不行 对着气鼓鼓的北黎说道 你给我消停点 什么公平竞争 别乱说 看见场面有些混乱 安曼曼赶紧回到正题 那个 赛事直播合作的事 成了吗 男人作为游戏策划 与合作方约好见面 可见了面才发现 对方竟是自己青梅竹马的好友 他甚至不等对方说出条件 就立马同意了合作 安叔叔对我很好 你又是我朋友 和你们合作也能帮助游戏的推广 所以 不需要条件了 不过每次游戏赛事的所有支出费用 与场地安排有你们承包了 看见他们顺利合作 这样一旁的吴国义也是一愣 这才坐下不到五分钟 小孩子不懂事 你别介意 随后他又继续说道 曼曼 我刚好接下来准备办一场公会争霸赛 到时就拜托你们了 安曼曼边走边点头 我会在对接直播的同时 将赛事解说 游戏开场秀这一块都给搞定 也算是对于你不要条件 给我授权的一种感谢了 听到陆吴的话 吴国义心中震撼 公会争霸赛 好巧不巧 让我听到了这么令人激动的内幕消息 这下我的复仇者公会可以提前准备 到时可以大展拳脚吧 这一场饭局下来大家都聊得很嗨 只有北离一直埋头苦吃 他也只能化悲愤为食欲 在饭桌上大开杀戒 画面转到望虚海域 一片灌木中 拆迁办公会的食人小队 正静静地折服在此处 拆迁工会会长刘 刘拆透过缝隙观察着外部的情况 这片灵田每两个小时 都会轮换一般受人看守 轮换时会有两分钟的空隙 那时就是我们下手的机会 而在灌木的外几十米处 有着一片战地百平米 许多兽形态的生物在田地四周巡回 看守着这片灵田 海洋之子 被大海所赐服的神秘果实 价值连城的史诗级珍宝 吞噬后可获得皇权海神的赐服 随即获得一项天赋级能力 片刻之后 巡逻的兽人开始朝东面而去 也是这个时候 刘拆吩咐身后的兄弟们 就是现在 动手 很快刘拆等十余人跃出灌木桶 疯狂朝着海洋之子奔去 正如他所想的那般 这两分钟并没有出现阻拦的兽人 刘拆很轻松地便摘下了海洋之子 全区通告 恭喜玩家刘拆获得史诗级珍宝 海洋之子 此时一条小狗用脑袋蹭了蹭他的裤腿 刘拆内心骂道 我最恨狗了 我家那只拆家能守二哈可让我花了不少装修费 要不是老婆喜欢 我早把他给炖了 还有神话工会的那条死狗孙起 我们因为抢夺资源爆发过几次冲突 但因为孙起有群体治疗技能 导致工会战都是我们输 想到这里 他一脚将小狗踹飞了出去 去去去 一边去 狗都不是好东西 男人生平最讨厌小狗 在偷的珍贵材料之后便一脚将其踢飞 可也是狗飞声引起了周围的兽人注意 刘拆立马大喊 快跑 我们已经被这些强悍的兽人捏了好几次了 正面刚我们绝不是对手 可话音刚落 后面几个跑得慢的工会成员已经被兽人按稿在地 此时刘拆着急地将小狗提了起来 说道 你们都别过来 不然我就杀了小狗了 狗蛋 崇宁岛之主 孝天之子 六生七 这是一头领头的兽人猙獰的说道 不要忘了你的同伴也在我们手中 交出海洋之子 放了少主 我放你们离开 可刘拆根本不吃这套 因为队友们能够无限复活 于是他果断掐住狗蛋的脖子 那兽人健壮也是一颤 仍然想要虚张声势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放了少主 要知道孝天老大可不是只有他一个孩子 而你和你的同伴却只有一条命 三个数 咱们一起动手 可他一开口就是数三 然后直接往狗蛋的脖梗处一捏 很快一声清脆的咔嚓声传了出来 几个兽人瞬间吓傻了眼 你恨妈的到底会不会数数 一和二去哪了 成心要互相伤害是吧 而内心更是不知所措 少主就这样莫名其妙的隔屁了 孝天老大肯定要让我去陪葬了 不等兽人领头开口 被他握在手中的一名男子冷冷说道 兽人兄弟们 动手吧 随便者 别客气 此话一出 兽人领头彻底愤怒了 这些异族是怎么回事 神经病吧 生死攸关的事情 真的能这么任性的吗 很快三个小时后 刘差才刚上线 就立马吃掉了海洋之子 全区通告弹出 恭喜玩家刘差 获得本福第一个天赋能力 海灵之体 海灵之体 天赋能力 在海神的祝福下 获得被动能力海灵之体 获得特殊能力战争之海 获得未领悟能力潮吸陷子 海灵之体 被动 每二秒恢复最大生命值1% 现营所有成员 获得移动速度加成5% 美鸟获得治愈效果2点 持续时间10分钟 覆盖范围直径100米 刘差没想到这个能力 竟然如此强悍 自己转职的是符文历史 本就血量充沛 再加上这个海灵之体 它可以说完全就是一个人形坦克 而且战争之海 更是群体技能 工会的实力 也一定会因此得到巨大的增幅 就在这时 几个工会成员 从空间中掏出了几株灵彩 老大 你看看这东西 衍生之米 五级 在灵田的滋润与海洋之子的气息 下所培育出的特殊灵彩 由于本灵彩特殊 无法使用于幽灵传与炼药 这是一根高达五级的灵彩 但物品介绍却是强烈建议出售给商城 刘差知道在目前阶段 五级应该是最为顶级的灵彩了 但让他有些猛的是 这灵彩怎么只有出售商城这一用途 纠结了一会 刘差最终还是把所有衍生之米全部出售 毕竟五百魂币一株 也算是赚大发了 见状 北离更是松了口气 万幸这玩家好忽悠 我们给的灵财添加的虚假备注 他真的行 陆无很疑惑 这东西到底什么用途 他们全卖给商城 等于换掉了我整整六千魂币的巨款了 北离解释 你想要成为冬月大帝那般的神秘 岂不就必须要高 普通灵财对你的作用太低 但衍生之米不同 这可是已经半步踏入王级的特殊灵财 也就是说 你的修炼要开始了 陆无的笑容逐渐兴奋 那你准备让我修炼什么 有没有什么神迹功法 他的话音落下 只见北离不知从何处掏出一叶黑色的纸 你就修炼这个好了 陆无顿时一愣 这黑不溜秋的 你让我学个啥 北离也不废话 直接用那张纸与手上的征战附界一碰 随后黑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 很快一股庞大的数据涌入陆无的脑海中 脑海中更是响起北离的声音 暗地法典 以兽区悟天地法则 凝聚不灭暗体 视为大暗黑天 陆无 在你脑海中选择一头神兽 作为你的初始悟道兽体 话音刚落 一头头远古凶兽仰天似吼 每一头都庞大如山月 身躯横贯大地 甚至比你天神 此时陆无的目光落在一头雪白毛发 体外流光四溢的神兽身上 救你了 酸泥 很快那张黑色纸张在陆无的脑海中奉现 并快速燃烧了起来 而那头神兽缓缓从这片世界中淡去 似乎被纸张吸收和童话掉 不多时 陆无发现眼前的事物突然被放大 就连北离都长大了许多 此时北离一脸笑影 拿出镜子放在陆无面前 看着镜子里的白色猫咪 陆无的表情逐渐呆滞 你对我做了什么 混蛋呀 可北离却说 受体无道啊 你自己选的 这时初始形态 你需要保持这种形态一段时间 然后才能够恢复人生 陆无很不爽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居然不早说 可北离却一把将陆无抱在怀中 使劲地揉了揉他 真可爱 该吃饭了 吃眼生之米有助于你提前化为人形 看见那根眼生之米直接对脸上 陆无也很无奈 你够了 多少给点面子 我不是宠物王位 陆无的自尊心受到了挫折 完了 感觉猫生 不对 人生无望了 这猫生才刚刚开始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这个断了半截身躯的树腰 正在努力爬出磐石北域 原来这些玩家们天天都来伐木 一波接着一波 无休无止 仿佛是想要将树妖灭族 另一边 铁石统领发来了战报 磐石大人 这几天那些异族天天来我们地盘疯狂砍伐 而且还是以扫当时推进 简直丧心病狂啊 磐石鬼王自认为已经给足了他们面子 即便他们占领了民府和琉璃区 但我始终并未做出针对性的举动 我没有挑事 这些家伙反而主动招惹上门 还很阴险地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想要用一点点蚕食的办法拿下我的磐石北域 如此挑战我底线的行为 已经不能再忍了 然后对着所有手下传令 准备反击 让那些新来的势力认清磐石北域到底是谁的领地 此时作为老六的杜妍感到一丝不妙 民府有麻烦了 我得赶紧向吴王报信 很快他来到游鹿无扮演的北齐王虚影面前 拜见吴王 属下有紧急军情要向您汇报 磐石鬼王打算要肃清吴王你的势力 可陆无却若无其事地说 知道了 你回去继续当眼线吧 看见对方完全没放在心上 他着急了起来 吴王 磐石鬼王不比刹那弱 无论是麾下实力还是个人能力 都要比刹那强上数倍 你应该在民府早做准备 比方他随时来犯 可陆无却十分笃定 磐石鬼王暂时不会直接攻打民府 他要是想来 早就在刹那被灭后来抢地盘了 所以磐石鬼王不过是想以雷霆手段消灭一批武 来展示磐石北域的实力 用以震撼罢 杜妍似懂非懂 既然如此 那属下就暂且告退了 看见杜妍离开 陆无解除了北齐王的虚眼 他知道磐石鬼王十分谨慎 如果不知敌方虚实 根本不会贸然开战 可北离仍然很担心 生怕磐石鬼王真的回来 以玩家阵营目前的实力 根本不是对手 可陆无却让他别下操心 只要有征战神器在 哪怕民主再次沦陷 他也完全可以将 这些重要建筑全部收入空间 甚至不会给 磐石鬼王首饰玩家的机会 听到这话 北离这才松了口气 不愧是你 早已计划好了一切 不过这应对方案 真的狗啊 也不知道是夸他还是随他 入屋莫名气愤起来 我到底要什么时候 才能变回人形啊 与此同时 在磐石北域外围 一层翠绿色的光芒 从密林深处笼罩而来 眨眼间便将整个区域覆盖 很快一颗实力 接近鬼匠的万年古树 一支小队直接被万年古树妖 送到了天上 只留下众人的惊呼之声 卧槽 真事事就事事了呀 磐石鬼王终于忍不住派遣出铁石群 将玩家们包围了起来 想逃吗 来了就别想走了 留下你们的命 便是你们闯入我地盘 所要付出的代价 可玩家们反而兴奋了起来 既然逃不掉了 那还不如赶紧多杀几颗普通树妖 爆点灵财 这种在大怪群中偷小怪的感觉 好刺激啊 听到这话 磐石鬼王的笑容瞬间凝固 心想这群异族到底怎么回事 明明已经被围杀 为何他们没有丝毫绝望 反而越来越兴奋了 为了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磐石鬼王也坐不住了 百米高的庞大躯体 直接落在正准备反抗的玩家人群中央 瞬间将他们全部踩成碎片 磐石鬼王 磐石北域一棵修炼了十万年的古老巨树 掌握木系顶级术法语自然之道 修为达至鬼王中期 死亡后可化为王级灵才 磐石鬼王是个石头人 砍石头暴灵才 这很难相信啊 此时磐石鬼王体表的岩石开始脱落 多久了 因为没有对手 我已经多久没有动过手了 久到就连我的真容也都被世人所遗忘 楼尼曼 在我无比强大的真身前 颤抖吧 脸前一幕让众人惊叹不已 没想到真的是树妖 原来是因为岁月太久 大树妖的体表起了十构 不过这么一棵王树 我的大船吃下去的话 那不得变成航空母舰啊 看见脚下的玩家更加兴奋 磐石鬼王更加疑惑了 怎么回事 他们难道不应该感到恐惧与绝望呢 这特么到底是群什么变态疯子 此时北黎竟然觉得磐石鬼王有点可怜 虽然玩家们肯定打不过他 但一定会给他留下不肯磨灭的心理阴影 这一战毫无疑问 玩家阵营输了 磐石鬼王在他的领域内是近乎无敌的存在 根本不是刹那种靠人多久能磨死了 而在民府门口 一个叫西瓜太郎的男人垂头丧气 自己本来就穷 现在连搬砖的权力都没有了 何年何月才能干死这磐石大树 一旁的蜡笔小心劝他别瞎胡骂 猥琐发育才是王棒 这时最强雪梨给出剑语 你们忘记了吗 溜魂山脉其实是可以通向磐石北域 只要不走正面 我们去偷偷砍几棵小树也是可以的 两人闻言后遗证 这个主意不错 要是再配上一个刺客职业就更加了 另一边 一个叫刺客心跳的玩家扛着一撮木屑 想要以高价出售给玩家们 磐石树屑 古籍灵财 自磐石鬼王身上掉落的木屑 内部依旧蕴含着强大的木系灵力 毫无人性的鼓语当即表示全收了 不过他倒是很好奇对方是怎么弄到 可刺客心痛并未做出回应 一旁的王大芒等不及了 直接对着民府门口所有玩家大喊 好了好了 大家都准备一下 就按雪梨说的 我们从幽魂山脉绕路继续去磐石北域偷树 要报名的赶紧来 此时在上帝视角的磐屋没有阻止他们 因为磐石鬼王现在十分忌惮这股北齐新势力 所以现阶段也应该不会引发什么大战 而现在最重要的是 就是让玩家们多弄来些眼生之谜 让自己尽快恢复人形 于是磐屋发布了一个特殊任务 在望虚海域内还有许多特殊岛屿 搜索岛屿上的特殊灵田 采集灵田中的特殊灵台 在出售商城后能够换取高额的魂币报酬 这个巨型狼人乃是海王四大将之一 其实力甚至到达鬼将近巅峰 这次来到崇明岛只为了寻找丢失的海洋之子 顺便还要调查那些偷窃者究竟是哪个种族 可就在这时 一头兽人突然从远处奔来 啸天老大 来了几艘大船 上面下来了一批人 说是远行而来的商人 想要以物换物 听到这话 啸天的眼中浮现出一丝阴霾 黄泉海域的海洋商会 都是由海王大人那样的强者 或比其更强大的存在所建立 海商们会经常出没在各个海域收购珍宝灵台 然后在特定的时间召开珍宝会 将这些东西以更高的价格 卖给其他海域修炼者 但是这些海商为什么会来崇明岛 我们这里应该没有他们需要的东西才对 此时在崇明岛码头 刘柴等人全身被重甲包裹 脸上也被头盔大面积覆盖 他们打算先忽悠这些兽人 然后想办法再整一些灵台回去 不多时 一个身材魁梧的巨型狼人缓缓走来 身后还跟随着数百名壮硕的兽人 来到近处后 笑天扫了一眼他们问道 哪个商会的 什么目的 刘柴淡淡回答 拆迁商会 来此以物换物 据说崇明岛有眼生之米 我们正好需要这种灵台 就是不知笑天岛主是否愿意出手 笑天眯起了眼 你们的消息倒是挺灵通 我这崇明岛确实有眼生之米 不过你们拿什么来换 对于海洋商会 笑天还是了解不少的 知道他们买了自己的眼生灵米 卖出去的话 价格肯定会翻个几倍 所以他心中也有了 想要赚一笔的冲动 然后看着对方的灵台箱子说道 你们这最高也就五级灵台 倒是你们的装备质量还行 身为海商 这货也太差劲了吧 刘柴为了凑齐这批货 可是花了很大的代价 没想到竟被这大狗子瞧不上 随后他淡定的询问道 笑天岛主 由于我们一路远行而来 大量货物都已经换出去了 所以就只剩了这些物品 你看能换多少株眼生之米 笑天听见对方是远行而来 也不好不给面子 这样吧 给你们四株眼生之米 你把这些东西留下吧 刘柴连忙答谢 多谢岛主 别人下次定然带来 上好的货物与大人交换 随后笑天转身往深处走去 都跟我来吧 刘柴朝后挥了挥手 便带了几个兄弟跟了上去 大概走了十分钟 众人来到藤蔓编织的长桥 刘柴等人惊讶地发现 原来崇明岛的岛内 居然还存在着一个内岛 而且内岛里面还有多处灵田 每一块灵田上 都有着一颗海洋之子存在 一路走去 刘柴在心中数了数 内岛四块 外岛一块 这小小的岛屿上 居然拥有五块灵田 这时最前方的笑天 突然停下脚步 尊负下属去采摘24株眼生灵米 刘柴内心赏过一丝惊疑 不是四株吗 怎么是24株 这是一箱价值 四株眼生之米的货物 可受人首领笑天 却给出24株的天价 原来他想要对方 帮忙完成一个悬赏任务 刘柴迟疑了片刻 笑天岛主 你想委托什么 笑天咬牙切齿 这是提起来就令人气愤 不瞒你说 崇宁岛今日丢了件珍宝 我想委托你们拆迁商会 帮我查找那些切宝的小贼 究竟是哪个种族势力 刘柴故作镇定 淡淡问道 不知笑天岛主丢了什么珍宝 竟然想要委托海洋商会来查 我们的悬赏惊可不低哦 笑天真名的面容变得扭曲 陈寅道 海洋之子 刘柴假装很惊讶 什么 竟然是海洋之子 这小贼竟然如此胆大包天 敢盗窃如此珍宝 此刻两人各自心怀鬼胎 笑天看他这表情 认为有戏 这些海洋商会势力强大 眼线更是遍布众多海域 有他们帮助 必定能找出窃宝的盗贼 而刘柴则另有打算 你要找的贼可不就是我们吗 看我不把你给忽悠权了 片刻之后 笑天开口说道 你们商会可愿意接此悬赏 只要查出盗窃所属的种族势力便可 至于后续的我会自行处理 刘柴当即询问其委托金的事 笑天连忙地上24株衍生之米 4株是换你们的商品 另外20株是悬赏的定金 只要找到那个幕后族群 我再给你30株 刘柴接下悬赏任务后 便离开了崇明岛 其实他原本是想以海洋商会的身份 和笑天谈好价格 等交货时再把全部物品收入空间 让笑天血本无归 不过现在 和4株衍生之米相比 刘柴更想要这50株 而且他知道对方的信任 其实是建立在这艘幽灵舰上 这种级别的幽灵舰 基本上是海洋商会中 比较有话语权的成员才能拥有 第二天 刘柴的那艘幽灵船 再次朝重明岛使来 这样在码头眺望的笑天 也都惊叹不已 如果不是找到了 盗区海洋之子的小肥 拆迁商会绝不会第二天便再次来访 但真能这么快吗 在众人登陆码头后 笑天着急询问 是否找到了那些 盗区海洋之子的小肥 刘柴当即把几名 没有穿戴重甲的玩家压了出来 我不但找到了人 还亲自将他们给导主抓来了 很快一个鼻青脸肿 身上还有多处伤痕的兽人 出来指针 老大 应该就是他们 不会有错 和那天来偷窃的贼人 长得十分相似 应该是一个种族 这时笑天扫了一眼过去 凶狠狠地说道 海洋之子就是你们盗区的事吧 然后他抓住其中一人的头发 明笑道 我觉得你们应该只是顶罪的 你们幕后肯定还有人吧 告诉我 幕后指使你们盗区海洋之子的是谁 可那名玩家自视是不死之身 反而破口大骂 什么幕后人 就是我们 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杀了我们断后的同伴 不过老子们也不亏 杀了你儿子 好像叫做狗丹是吧 男人被兽人手领掐住头颅 却仍然嘴硬 原来那天他们趁着巡逻的兽人换班 不仅盗取了珍宝 还杀掉了他的儿子 笑天的怒火瞬间被点燃 抬手就是一巴掌 吓么的 果然是你们 先删你的血肉模糊 再审你海洋之子的所在 男人继续叫嚣 海洋之子吗 不好意思 已经被我们老大转手给卖了 想要就自己去找他吧 笑天换了个审问方式 说漏嘴了吧 果然幕后有人 告诉我你们老大是谁 我可以考虑放你离开 男人继续破口大骂 你还是先担心一下其他四颗海洋之子吧 一旁的刘柴心中满是赞叹 漂亮 演技堪称影帝 就是要让笑天觉得你背后有个大组织 这批灵才到时有你一份 而男人的话让笑天心中一惊 这小子是怎么回事 死到灵头却软硬不吃 始终这么嚣张 看来他背后的组织不简单了 很快笑天便下达了命令 你真以为我对你们没有办法了吗 我崇明内岛有的是逼供的手段 把他们带下去 言行拷打 随后他对着刘柴说道 拆迁商会的实力果然名不虚传 笑天佩服 不过阁下可愿意再接一个伪托 刘柴一听 心想这傻狗还真上当了 还说什么名不虚传 搞得他以前听说过似的 随后他摆出一副深思熟虑的表情 不瞒岛主 为了抓住这几个小贼 我调用了我们商会的大量眼线 从蛛丝马迹中找到线索 并亲自前往抓 笑天听到这话 更加着急了 直接开出一百株的眼生之米作为条件 只要找到幕后人 我笑某绝不会亏待你 见状 刘柴顺势与其握手 既然岛主如此诚意 那么拆迁商会定然尽力一事 笑天脸上也露出笑容 那么笑天就恭候拆迁商会的各位再次来临 回到民府后 刘柴找到神话工会的谷宇 表示自己找到了一座全市高级灵才的岛屿 不过那岛上的助手力量十分强大 我想要你配合我 事成后我们另行分配 可谷宇一开口就是要五五分 可怎料刘柴转身就想离开 毕竟征战在线的工会众多 也不是非要选择和他合作的 谷宇连忙喊住他 我同意 不过你打算怎么合作 刘柴说道 我的想法很简单 到时候有你们来扮演 道歉海洋之子的幕后人 你们却已经被我们玩家攻占了 舵鱼岛等候 我会将你们的坐标告知笑天 让他率领大军去围堵你们 然后有我们拆迁办公会 以及其他我邀请来的助力 作为主力进攻崇明岛 趁着放手最薄弱的时候掠夺灵田 谷宇听后一正 你还邀请了其他人吗 让他们做主力公岛能行吗 要不换我们做主力公 话音未落 大龙会的陈子宇打断了他 小哥 你再瞧不起谁啊 谷宇瞬间将注 他知道大龙会这会长 可是玩家中的顶级战 随后守护天使公会 和复仇者公会的会长 也陆续到达现场 显然他们也想要奋一杯羹 谷宇很是郁闷 你哥们喊了这么多人啊 可刘差却说 崇明岛的防御力量不容小觑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必须团结 等拿下崇明岛后 我们五家公会的拿两层 至于海洋之子 我们拆迁办公会必须拿一颗 剩下三颗 你们四家抽签决定 孙琦忍不住叉子 你已经有了一颗 就不能谦让点吗 刘差回头瞪了他一眼 作为发起人 自然要有优待 是否愿意你们自己决定吧 由于崇明岛的位置 掌握在刘差手中 于是五家公会 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四艘幽灵剑 跟在拆迁剑的后面 驶向崇明岛 男人来到啸天面前 表示已经找到幕后的势力 只是对方足有数万人 所以这次并未将幕后人抓来 啸天当即询问幕后人在哪 区区数万人 在这望须海域 还是我们海王军说了算 刘差告诉他那批势力 正住扎在舵鱼岛 听到这话 啸天当即抓住他的肩膀 兴奋过度还打出了暴击 谢谢拆迁商会的帮助 你在这等我 待我擒拿幕后人 便将一百株眼生之米交付于你 刘差嘴角流出一丝鲜血 故作镇定地说 对了岛主 那股势力很神秘 实力方面也深不可测 你可要尽量小心 啸天眼神一宁 这一点我也发觉了 你给我带来的那三个小贼 我用尽了手段 却怎么都逼问不出有用的信息来 更让我惊讶的是 这些生物不知是何种族 此后变化为黑物消散 竟然连灵魂都没有留下 简直不可思议 刘差想要刺激他 便说道 为了确保能拿下幕后人 岛主这边可需要我借一些兵力给你吗 啸天当即把头扭了回去 在望须海域 我们海王军还真不怕外来势力 哪怕是条龙也得给我盘着 我应付得了 随后便朝着远处咆哮 来人 调集兽人大军 与我出海擒拿幕后贼人 此时刘差忍不住偷笑 这就对了 就是想刺激你一下 让你亲自多带点人离开呢 不多时 码头前的海域就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海兽 骑在上面的啸天说道 拆迁商会的朋友们 你们在此等候 我擒拿了幕后人便立即回来 很快一只庞大的兽人大军 乘坐在形同鲸鱼的巨大海兽头上 网舵与岛的方向出发 在确定啸天大军消失在视野中 刘差回头对着兽人问道 这位兄弟 可否请我们进内岛做作 可那兽人却连连摇头 没有岛主的命名 内岛不准同行 刘差邪媚一笑 你确定吗 兽人憨憨地回答道 当然 这是岛主的规矩 有什么却不确定的 话音刚落 刘差身后的两名战士同时出手 一斧头便将眼前的兽人全部劈死 几乎在同时 收到消息的其他几个工会 驾驶着幽灵剑火速港 过去支援 作为几次大战的总指挥 吴国义也让出了指挥权 你对内岛最熟悉 这次我们听你的 刘差将拳头举向天空 兄弟们 荣华富贵近在咫尺 与我杀 说完便带着众人走向内岛 两名看守藤蔓长桥的兽人连忙大喊 快去拉响警戒 原本内岛前的藤蔓长桥 也是有驻军存在的 不过孝天这次调动了大量兵力 显然将这些主要的力量也调走了 于是刘差等人很轻易的就杀了进去 很快众人与内岛仅剩的三百兽人巡逻军相碰 大战一触即发 猎臣带着五行术士与法师坐手后方 负责远程输出 而叶雪儿与雪梨则是带上所有刺客在敌人两意散开 开启影部寻找机会刺杀 男人带领数千余人发起偷袭 闯入重名 内岛与数百只兽人撞在了一起 可是这些兽人每一只都力大无穷 一时间就连实力不俗的李天下都难以抵挡 他现在也终于明白 为何拆迁办公会要聚集征战在线的几大公会一起行动 既然如此 那兽人兄弟 你就别怪老子不讲武德了 说完便直接撞向兽人的怀里 紧紧抱住兽人将其一起撞入了悬崖 一命换一命 老子可能不转 但你绝对血亏 这一幕让周围的玩家恍然大悟 哥们 不误了 大家赶紧学他的方法 这绝对是最高效的杀怪方式 于是在悬崖边出现了这滑稽的一幕 以一换一对于数千人的玩家阵营来说 几百只兽人根本不够换 一波猛攻下来 兽人几乎全部被歼灭 流差转向灵田所在的方向大吼 快 第一座灵田 全部抢了 与此同时 在多雨岛的这边 啸天大军已经击溃了神话公会 说吧 海洋之子到底被你们藏在了什么地方 鼓语浑身伤痕 打量着眼前的这头狼人 这boss实在太强 不到三十分钟 就将我们整个工会全部见面 这流差 还真是给爷安排了个好差事啊 然而这时 啸天身上的通信宝石忽然闪烁 他立马意识到 崇明内岛被偷袭了 联想起刚刚的战斗 他发现这些幕后势力非常弱小 而数量也没有达到 拆迁商会所说的数万人 一切都显得十分不合理 随后他打了个机灵 朝着后方受人怒吼 所有人快上海兽 立刻赶回崇明岛 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际了 啸天的反应让谷语脸色一点 这boss是怎么知道 崇明岛正在被入侵的 如果现在让他赶回去 那这次的计划 很可能就会功亏一篑 必须想办法 尽可能地拖住他 随后他艰难起身 说道 啸天 你不是想知道海洋之子在哪吗 我可以告诉你 可怎料对方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一拳就把谷语当场砸死 你已被boss啸天击杀 进入三小时复活等待 随后又将目光投向其他玩家 立爪挥舞 一道道黑色流光滑过 这些啸天原本准备严刑拷打的玩家 全部毙命 然而孙启并未被杀死 而是被啸天抓在手中 一起跃上了海兽的背上 孙启不明所以 这boss为啥不杀我呢 该不会真把我当条狗了吧 卧槽 你这样很容易让队友误会我叛变了呀 我特么玩家叛变也怪NPC 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画面再次回到虫名岛 助手岛内的其他兽人再次集结 两边力量完全陷入僵持 互相之间没有绝对的优势 这让刘差头疼至极 剩余的这些助手的兽人居然学聪明 不再与我们冲杀 而是全部归缩重点防御在了个快灵田周围 到现在我们才只抢走了一块灵田中的特殊灵彩 再这么拖下去 情势会对我们很不利啊 可就在这时 脸处传来号角声 刘差瞬间愣住 这声音该不会是啸天大军回来了吧 兽人大军强势回归虫名岛 一个个眼中闪过怒火 身后的海兽更是仰天咆哮 眼见敌军回原 刘差当即下达指令 所有人全部四散 按照坐标去抢夺灵凯 能拿一珠是一珠 啸天回来了 他的话音落下 众人四散而去 整个前线也因此被兽人瞬间突破 顶在最前面的狂战士更是接连倒下 与此同时 一声嘹亮的狼吼声在岛屿上空响起 很快三头巨大的蓝色狼影在岛主啸天的头顶浮现 什么拆迁商会 什么幕后人 一切都是谎言 真正的幕后人就是那所谓的拆迁商会 给老子杀光这些狗东西 不到片刻 这次玩家们完全抵挡不了兽人大军的猛烈进攻 一个个被击杀后化为飞物退出了游戏 这时一头兽人向啸天汇报 老大 岛上的贼人已被全部肃清 一个也没放跑 可啸天转身就是一巴掌 肃清 林田都被他们糟蹋光了 肃清他们又有个屁用 你们这群废物 是怎么看守重名岛的 他心里清楚得很 林田成了这样 海王大人肯定不会放过我了 不过还好我意外抓到了一只白妹 此乃天地灵兽 实用可以增加修为 价值绝不比海洋之子低 希望在线上这头白妹后 能让我得到海王大人的宽恕了 这时孙启突然开口 喂喂喂 你瞅啥 你什么时候才杀我 听到这话 啸天当即一愣 你竟然会说话 莫非是变种 可孙启却说 大家都是狗 你赶紧吧 给我个痛快 啸天无语至极 谁特么是狗 我是海狼腰好不好 你眼睛是不是不好使 不过既然你会说话 那你可知那些生物将灵才藏马了 只要告诉我 我便放了你 可白妹只想快点进入复活冷却 你还是杀了我吧 正巧在这时 一头受人过去报告 老大 码头又来了一艘大船 说是海洋商会的成员 他们还带来了海王大人的信物 可被骗过一次的孙启天根本不信 还敢来坑我 同样的伎俩对老子是无效的 画面转到码头 一只墨鱼罐说道 孙启天岛主 比人西周商会墨鱼 经过海王的同意 特来此地取海洋之子 随后将旺须草递出 海王说过 海洋之子放在你这里 只要出示信物 你便会给我 信物请过目 可话音刚落 孙天伸手一把掐住了墨鱼伯梗 将他缓缓提起 好小子 竟然连海王大人的旺须草 都被你们搞到 你们这是不薅光 我这重名岛上的灵才 事不罢休啊 墨鱼文言后一愣 什么叫好 我们西周商会 也是花费了不少代价 才跟海王谈妥呢 而且我明明带来了 海王给的信物 你为什么 不等他说完 孝天右手肌肉暴涨 只听见咔嚓一声 墨鱼的驳梗瞬间被掐断 之前还是拆迁商会 现在又来西周商会 你倒是有能耐 一套接一套的连环骗局 还真想置我孝天于死地啊 这只墨鱼怪作为西周商会 本打算拿着海王给的信物来取珍宝 可怎料却被岛主孝天误以为是逆贼 竟然一手就将其紧币掐断 甚至还对同行而来的船商下达命令 全部杀死 一个不留 很快一头巨大的蓝色狼影撞向商船 瞬间将整艘幽灵箭拦腰斩断 画面转到陆吾这边 经过数据统计 玩家们这次一共掠夺了428株眼生之谜 一颗海洋之子 虽然获得如此大的丰收 但陆吾也花费了20多万的魂币来收购 但目前想要变回人形还差了一点眼生之谜 北离让他别着急 你看看某个玩家在游戏论坛发的这个分析体 虽然看起来比较荒谬 但仔细一想还挺有道理的样子 原来在游戏论坛里 一个技术宅发布了一条魂币价值分析体 意思大概是 按照这游戏魂币的升值速度 在未来这游戏火爆全球之后 这可能会演变成为一种稳定增值的全球通用货币 而这种货币可以与任何国家的金钱进行兑换 这分析体一经发出 立马引起了玩家们的热议 玩家们本想杠一下 可发现自己读书读少了 只能打个666 看到这个帖子 陆无顿时汗颜 看来玩家们对魂币的渴望的确十分恐怖 而且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bun 那就是在我们的游戏中 没有一套成熟的魂币交易保障功能 所以小黎 你赶紧做出来 咱收取1%的手续费就好 北黎点点头 陆无 重点是手续费对吧 别看区区1%不多 但交易量大 每天都是一笔丰硕的收获 就在这时 陆无的电话突然响起 那是安曼曼的电话 接通后传来安曼曼的声音 狗爹 我们鲨鱼赛事直播平台这边 已经开始启动备赛阶段 你妹边也可以准备下赛事前期的宣传工作了 等我一切准备就绪后便会通知你 陆无很客气 好的 辛苦你了慢慢 然而在挂断通话后 陆无对北黎的眼神感到无语 赶紧的 赛事宣传CG走起啊 在本次游戏更新的宣传CG中 镜头投向了一片褐色土地的戈壁 100座雄伟的城池在熊熊火焰中不断焚烧 随即画面拉高 一个由陆无扮演的男子守服 巨剑坐在王座之上 生来自当剑功利业 战场杀人盈利 唯有杀的900万 方为雄中雄 这只高王座 会有你的位置吗 他的声音落下 百座城池上都竖起了颜色不一的打击 在黄沙曼天的风中烈烈作响 而第一届百城公会争霸赛的活动 要求与赛事规则一同展示在玩家的眼前 这次活动还取消了玩家三小时的复活机制 改为死亡后 十分钟在地图中心点复活 而在这次百城霸主胜出的公会将获得3000魂币 还会获得专属红色称号 百城精英 携带称号将获得额外经验值和副本进入次数的资格 在最后的公告上 还表明了这次活动将由合作方鲨鱼赛事平台进行直播解说 男人一头白发 可容貌却异常年轻 他看着下方朝拜的鬼王鬼将 轻轻看了口气便挥手示意他们退去 在下属们全部离开后 他按了下王座旁的金色权杖 我精心谋划了这么久 终于要迎来那最后的时刻了 不过在那之前 还是先去见见他吧 随着密室的打开 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被一条条铁链锁扣于此 男人淡淡说道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次是死一搏 如果成功了 我就放你出来 我们还会有大好的未来 可女人的神色却十分复杂 虽然你谋划了万年 可你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为了变强而变强的仓序了 所以你注定会失败 毕竟 毕本就不该坐上这个位置 听到这话 仓虚抚军当即掐住他的脸蛋 你个贱人 贱人 你为何要做见自己 你对得起我吗 可女人却说 如不是我的付出 何来你这仓虚抚军 又何来你这仓虚大帝之主 若无诛唇万人堂 怎来你这抚军王 万人堂 简单三字让仓虚抚军心中振振作痛 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都记得 但我做了一辈子别人手中的刀 这一次 我要做直刀人 哪怕粉身碎骨 魂飞魄散 说完这些便转身离去 女人默默流下泪水 口中轻男 超脱 何其男 你若败 我便随你去罢了 在另一边 北黎正在仔细地翻看着一本书 口中不断轻男 不是吧 不是吧 陆无忍不住问道 你怎么了 沉默半傻 北黎面色严肃地回答道 有人 想要逆天 陆无一脸茫然 逆天 什么意思 北黎抬手往上一指 说道 既然你已经开始修炼 有些东西告诉你也无妨 你知道这天上有什么吗 陆无疑惑了起来 星星 烈亮 还是太阳 可北黎却让他认真意 你还记得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 你答应我的事吗 陆无开始回忆了起来 仔细想了想那天的情景 说道 你是说我找秦始皇戒兵来攻打阴间这事 北黎闻言后显得十分生气 不是 你当初告诉我 要不要来帮我 成为我的左膀右臂 到时候我们打完阴间打天界 成为三界主宰 陆无当初就是随口开的玩笑 该不会真的有天界吧 北黎用力点头 既然有冥界存在 凡间也有修炼者 那自然也有天界 你还记得 当初你问我凡间的陆地神仙都去哪了吗 我伸手指了指天空 其实当初我的意思便是天界 陆无继续追问 那你说的逆天是什么意思 难道有人还想攻打天界不成 北黎摇了摇头 我不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 也不清楚他是何人 但是他开启了音符 那就标志着他成为了反天盟的一员 此话一出 陆无抓狂了起来 等等 貌似我也得到了 那个能往返阴阳的音符啊 夭折了 难道我也是反天盟的一员吗 北黎解释 当然不是了 你的音符早已融入神器之中 音符已经成为了神器的一部分 所以你自然没有了反天盟的标志 陆无这才松了口气 那就好那就好 还以为我要和诸天神佛开战了 我这小心脏下的差点要蹦出来了 这时北黎的表情变得阴险起来 笑着说道 不过你的先祖曾是反天盟的一员哦 男人的先祖曾是反天盟的一员 因为天道不公才会加入这种挨打的组织 在数百万年前 天界 人间界 明界是助力天地的三大界 其中最为强大的便是人间界 每百年便会有天纵奇才在修炼中误导 成为陆地神仙 更有数位人王镇压世间 比逆天下 当时才是真正的修炼圣事 凡间可以说人人如龙 保隐天地灵气 是三界最强的势力 可你知道为何现在人间会灵气匮乏 难以修炼吗 因为那些先人明白 如果再不遏制人间界的发展 那么迟早有一天人间界会统领三界 所以他们做了一件卑鄙的事 那就是派遣大能进入阴间 封住了阴间流往阳间的灵气通道 六道轮回门 天地灵气越见西伯 人间界的众多陆地神仙自然发觉了 并亲自前往阴间调查 然而卑鄙的仙人们早已做好了准备 办成了明界大能狙击人间界的调查 还将这些前来调查的陆地神仙全部斩杀于明界 这期间的过程复杂 我也就不与你具体说了 总之正因为如此 人间界与明界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旷石之战 这一战差点打得整个明界分崩离析 如果不是几位明界大帝最后以六道轮回启示 这一战或许就将三界之一的明界给打磨了 大错已经铸就 发现为时已晚 此时的仙界众神如同下棋子 算好了骆子的每一步 也是在这一刻 这个幕后的真正黑手出现了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断天门 阻断了人间界的另外一处灵气来源 到了这个阶段 哪怕发现了仙界的阴谋又如何 人间界与明界的大战后 人间界同样折损了大量战力 根本无法再与仙界对抗 而且仙界连他们在修炼中再度崛起的希望也阻断 毕竟两个灵气来源点被切断 人间界再也无法恢复当初的修炼盛事 更不可能再诞生人皇那般的绝世强者了 在这之后 人间灵气凋零 也因此爆发了无数次资源争夺战 修炼势力终于还是走上了末路 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听完北黎的解释 陆屋更加疑惑 那为何当初你说那些陆地神仙去天上了 北黎沉吟道 在灵气枯竭的大恐惧下 某些陆地神仙选择了背叛人族 加入到了天界 成为了天界的一条狗 而其余不愿苟且的陆地神仙则前往了域外 去寻找人族复兴的契机了 陆屋继续询问 那人皇呢 他们不是与天同兽吗 他们去哪了 可北黎却说 我把能告知于你的都告诉你了 后面的那些你不该知道 再听下去对你没有好处 因为你的灵魂强度太弱 完全受不住这个秘密 随后他往陆屋耳边凑了过去 不过我告诉你一点 如果你想成为执掌者 那么仙界的背后 正在侧耳倾听的陆屋在这时却身子一抖 趴在沙发上哀嚎了起来 他感觉灵魂振振刺痛 仿佛有一把长满力刺的刷子 在他身上一下下扫过 原来小黎没有骗我 知道太多绝对会害死我自己的 小猫只是听到仙界背后的秘密 就立马感到灵魂振振刺痛 可北离还有一个秘密准备想说 陆屋立马打断了他 不必了 既然是秘密 那就请你保守住 好奇心害死猫 我可不想因为八卦害死自己 北离点头 那好吧 不过你不要担心太多 安心做好游戏就行 你要知道 你现在所掌握的是三界中最有天赋的人族 是曾经让天界都恐惧的存在 再加上有神器的帮助 你的未来可汉天 所以你不需要畏惧任何势力 陆屋继续询问关于逆天的事 人间与冥界现阶段的实力无法与天抗衡 更经不起大战 他的想法太过天真了 注定会失败不说 还会拖累其他两界 陆屋问道 那我该怎么做 北离表示 他想要逆天 必然会依靠音符来到人间 寻找契机 只要他通过六道轮回我便会感应到 到时候我会告知于你 为你出谋划策的 与此同时 冥界埋谷之地 在恶神与汉拔毁天灭地的一战后 这片侍者安息之地已经化为了废墟 此时一个玩家的身影 正走在满是裂痕的大地之上 多亏了之前的恶神与汉拔之间的大战 波及杀死了不少古灵 我才有这么多古灵的残骸可以捡 随后他从空间里掏出一本古迹 这是我现实中爷爷留下的宝贝 没想到将里面的内容录入游戏后 还能完整地复刻出来 我的爷爷是一名修炼者 因此我和许多年轻人不同 我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 在我的记忆中 爷爷性格十分古怪 孤僻 一辈子都待在村后山的乱葬岗 在那里盖了一间草屋 只要不是家里有事就不会出来 不过有一次 我回到村中探望 当时爷爷彻底地把我给震惊了 那年的暑假 爷爷还不知道我回来看他了 而爸妈也被我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我本打算去吓唬一下爷爷 可当我靠近后才发现 爷爷的手中竟然拿着几节残枝断壁 还一脸兴奋地在笔划着什么 我当时还以为爷爷这是杀人了 可是很快 这些残枝断壁竟然组合了起来 形成了一具两米多高的诗人 这时爷爷眼中闪过胸光 他发现了暗处藏有其他人 便立马驱使那具诗人 朝着我的方向飞扑而来 就在那有黑的指甲距离 我只有几厘米的时候 爷爷及时制止了诗人的行动 不过我仍然吓得哇哇大哭 也是因为这次经历 让我知道了爷爷的不平凡 爷爷告诉我 他的这一脉组上 曾经是修炼势力师林宗的修炼者 掌握着幻诗 醒诗听诗的秘法 年幼的我根本听不懂 还以为爷爷是超级英雄 我还想要跟他学习 修炼成为和爷爷一样强的超级英雄 然而就算我软磨硬泡 使尽了手段 爷爷也始终不肯教我 直到我18岁的那年 刚上大学的我收到了爷爷病危的消息 说爷爷想要在最后见我一面 我匆匆从另一座城市赶来 并在见到爷爷的时候 发现爷爷面如死灰 如同一棵即将腐朽的枯树 浑身散发着迟木的气息 爷爷对我说 小和呀 这就是爷爷为什么不让你修炼 我不想你也跟着一样 我走这条不归路啊 你想要得到什么 就要付出什么 现在你已经知道后果了 你一直想知道的答案 爷爷将它放在草屋下面了 你已经长大了 该如何抉择 这次爷爷不拦你了 说完这些话 爷爷便闭眼离去了 后来我在乱葬岗的草屋中 整理爷爷爷遗物的时候 便找到了这书是灵宗秘书 我也听从了爷爷爷的道歉 一直没有修炼这是灵宗秘书 不过昨天在这游戏中 却发现了一件古怪的事情 那就是 昨天我和小队成员 在地狱道副本中开荒时发现 精英怪师火的左下叶 竟然有一颗火红色的珠子 这在失灵宗古籍中被称为蟹口 试炼诗人故意留的薄弱点 而且我还真靠攻击这 蟹口刷怪成功了 既然现实中不能修炼 那在游戏中试试总没问题吧 如果这游戏真能那么厉害 那我也算是以另一种形式 继承爷爷的一波了 这个女人根据祖传密集 拼凑出了一具尸体 但结果还是无法将其唤醒 正当她想要放弃的时候 耳边却响起了游戏提示音 原来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真的有隐藏彩蛋 虽然我原本目标是成为一名咒读 不过为了继承爷爷的一波 必须尝试一下 很快全区通告弹出 恭喜玩家胡和创造新职业 练尸人获得游戏彩蛋奖励 500绑定魂壁 通告一出 整个区的玩家炸裂了 创造一个新职业 这是所有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练尸人能在失去灵魂的肉体上 创造新生命的死亡行者 强大的练尸人能够掌握着断尸 控尸 醒尸 换尸 听尸 练尸 尸灵寄生 尸灵繁布等多种黑暗戏能力 看到这个职业介绍面脉 胡和知道自己赌对了 这个职业很强 哪怕我的等级再低 可只要能得到强者的尸体 并将其练至成功 那么我就完全可以跃进杀敌了 可是我以后都要走上盗墓 掘墓 寻找强者尸体的道路了吗 这也太缺德了吧 不管那么多了 反正这些也只是个游戏 先试试我现在的职业能力先吧 很快那些淡薄的黑雾在尸骸上方浮现 随后头颅上冒出了一团微弱的光 尸骸战士 灰色 有古灵 碎鬼战士 庐行者三种生物的残骸 所拼凑锻造的炼尸失败品 剑状 胡和兴奋的大叫 成功了 从今天开始 我要成为游戏中的掘墓人 寻找强者的尸体 让自己成为一名强者 对了 在那场大战过后 刹那的狗头还被挂在城门上呢 如果将它到来 那不就是最好的炼尸材料了吗 到时候再拼凑一下躯体 说不定就能炼制出一个极强的失灵来 很快在五天的等待后 玩家们期待已久的百城争霸赛 也终于拉开序幕 而本次参赛工会共881家 玩家人数共计63万多人 随着主持人方平的话音落下 大荧幕上出现了 游戏中民府的场景 全区公告 所有报名参加 百城争霸赛的工会玩家请注意 传送将在30秒后开启 请做好准备 随着游戏提示音的出现 早已在民府做好准备的玩家 全部化为了一道道 白光消失在了原地 而在百城争霸地图中心区域中 随着白光图现 所有参加玩家 全部聚集在了此处 无果一很惊讶 如此庞大数量的玩家 同时出现在一张地图 服务器居然没有出现任何一场 征战在线依旧没让人失望啊 随后他发出指令 复仇者工会集合 快 打开游戏的内置地图 找到北七城的位置 可李天下却说 无妙望无老哥 百城争霸的地图中 东 南 西各有33座城池 而北面却只有一座城池 就是北七城 这么显眼 岂不是大家都要去抢北七城 不多时 游戏提示再次出现 安全时间结束 征战正式开启 向着荣耀之巅发起冲击吧 勇士们 这是一场63万人 同时在线的游戏争霸赛 会长刘差顿式 直接开启了全员增速技能 眼见对方速度提升了一截 王大芒也是一愣 他们朝北面去了 没想到还有这种技能 另一边 神话工会的古语也下达了指令 全体成员 喝药 话音落下 工会成员全都吞下了 商城购买的急速药剂 王大芒暗暗吐槽 全体喝药 这得要喝多少斤啊 一旁的雪梨望向会长 会长 人家开挂的开挂 课金的课金 你也得想想办法呀 听到这话 陈子瑜表面从容不破 实则内心慌的一批 我能有什么办法 毕竟我们这边都是打工人 相较那几个工会 咱是最穷的呀 其中北齐城的争夺是最为激烈的 已经有38家工会朝着北面出发了 而剩余的21家工会 全都是被赛前拉了 协助其中一方势力夺魁了 10分钟左右的狂奔 雄伟的北齐城出现在众人眼前 而第一个到达北齐城门口的鼓宇 当即指挥工会成员 朝着城门发起了猛攻 而拆迁办工会的人 则是来迟了一步 真是毫无人信啊 神话工会居然靠课金 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兄弟们 给我撞进去 鼓宇立马下达了指令 后队给我顶住 只要5分钟 前队即可夺城 狗子 给队友加血 可就在这时 一只箭矢打断了 正在加血的孙琪 更是直接引发了一场爆炸 孙琪忍不住咒骂 卧槽 这特么是谁放的案件 还好大爷有白妹传承 血后 可话音刚落 泯灭之师的力量瞬间爆发 直接将空中的孙琪秒杀 鼓宇痛心疾首 狗子你不能死啊 你可是我们的征战大奶啊 此时巫国一拍了拍身旁 收回长弓的李林 好样的 既然夺城被神话工会 抢占了先机 并在城门前 形成了一道防御屏障 那现在我们共同的敌人 就是神话工会 鼓宇突然猙獰了起来 连续射出冷箭 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喂喂喂 那六家工会的兄弟 无见到也演得差不多了 现在该摊牌动手了 此话一出 刘差立马察觉到了不对劲 卧槽 你们几家工会 不是说好帮我们夺城的吗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其他几人说道 抱歉了 我们也不想反水了 但神话工会给的实在太多了 大战一触即发 刘差立马下达了指令 所有安全区的兄弟 复活后立即赶来支援 其余人给我集中起来 杀出一条路 这北七城 我们夺定了 古语内心暗倒 虽然已经有六家联盟工会协助 可现在我们神话工会 面对其他那么多家工会的奋力突击 压力还是极大 城防纸已经下半了 绝不能功亏一篑 必须想个办法拖住其余六个工会 灵天 点射他们的输出点 尽量帮助正面减少压力 莫灵天是射箭试炼的第二名 拥有着实打实的强悍剑术 也绝非夜城那种平运气的家伙 伴随着一根根火焰箭矢射出 敌军后排的几个主要输出的法师 被瞬间击杀 刘柴当即竖起终止 别让他一直击杀我们的远程法师 刺客 都丢我上 很快 几名前行而来的刺客 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莫灵天 你的相上人头 我收下了 男人获得逐日传承 成为全服游戏第二的剑术高手 如今面对几个出色的刺客偷袭 更是一个滑步躲开了所有致命攻击 紧接着他又一个转身发动的技能 逐日散射 瞬间将那几名刺客打成了筛子 他的跑动式输出 让刺客玩家无法再准确地寻找到他的位置 强悍的点杀能力 更是让场外观众一阵惊叹 这才是真正射数试炼的第一名 果然牛逼 叶辰真心没法赌 可就在这时 一根箭矢突然从前方浮现 但这根箭矢瞄准的似乎并不是他 竟然落在离他三米开外的地步 莫灵天骤然开启阴眼技能 视觉能力得到开发 可自行调节瞳孔的远近焦距 很快他就看见了正手复长弓 朝他急跑而来的 全幅射箭试炼第一的叶辰 莫灵天眼中满是不屑 我自负剑术超凡 上次却输给了叶辰 如果他是靠着真实力赢了我 倒也罢了 但他偏偏是一个纯粹的随缘剑手 代替他 我莫灵天不服 这是我身为射手的耻辱 此时远处奔来的叶辰 看见剑矢射来 果断开启了滑步 艰难地躲过了这一剑 对此莫灵天并不惊讶 毕竟这个职业附带的滑步能力本 就是专门用来躲避静女 这次你不会那么好运 我会预判你滑步移动的距离 可叶辰这次却愣在原地 这一剑更是直接射在了他身前 叶辰内心慌的一批 卧槽 这么快就又射出来第二剑 老子都还没来得及反应呢 还好他射偏了 莫灵天顿时错愕 什么 他这次居然没有使用滑步 难道他预判了我的预判 就在他走神之际 叶辰竟然出现在莫灵天的上方 一张长弓更是迎面砸下 遭到技能 晕眩机 陷入一秒晕眩 这个提示让莫灵天猛了 这不是近战职业才会修炼的技能吗 一个射手怎么会练这个 不等他想明白 后脑勺又遭到了叶辰的奋力一砸 紧接着叶辰使用滑步技能冲向莫灵天 就你特么会滑吗 看招 劈头盖脸胡乱斩 伴随着无数红色数字疯狂弹出 自视甚高的莫灵天竟被胖揍成了火车头 叶辰也根本不给他喘气的机会 直接用长弓将他勒住 听过自古弓冰爱近战马 我这是将武器的使用开发到了极致 给我死吧 很快莫灵天血条被清空 化为了一道白光消失在视野中 叶辰淡然一笑 不愧是我 全服第一的逐日射手 这一幕让所有观众都惊呆了 不需要箭矢的射手 靠着甩弓打脸的输出方式 将许多玩家的三观都震碎了一臂 然而此时 北齐城门口被神话工会暴力破开 鼓语下达指令 战士继续顶住 其他人进城夺旗 恭喜神话工会占领北齐城 获得五分钟的安全保护时间 工会复活点改为北齐城 请选择代表本工会的旗帜 而在外面的工会玩家眼中 一念金色的旗帜缓缓从北齐城中升起 刘柴忍不住咒骂 到头来还是被课金玩家抢先一步 这是一个帮助神话工会的玩家说道 可吴国一不以为然 兄弟们 不如趁着五分钟没其他事 先把这六家反水的工会清理 刘柴表示赞同 杀了杀了 都杀了 不管我们几家最后谁再夺城 总之先把这群二五仔先杀了 此话一出 六家反水的工会玩家们纷纷大惊失色 错错错 诸位大佬饶命啊 这场百成争霸赛经过五小时的熬战 玩家死亡总人数就达到了惊人的532万次 而破损的兵器和防具也不计其数 仅仅只是商城维修装备的费用就达到了恐怖的50万魂币 其他耗损的各类型药剂更是不计其数 这一百座城池的城漆总共被升起3000余次 平均每小时城池中的城漆便会被更替10余次 现在剩下最后一小时局势应该会更加激烈 此时谷雨站在城墙上发呆 因为他脚下的北漆城已被其他工会夺走几次 现在好不容易才又将其夺回 谁也不敢保证下次在其他工会的围攻下能再次夺城 于是他传令下去 让所有队员不必担心浪费要紧 保持血量死守北漆城 因为距离赛事结束的时间也已经不多 然而拆迁办公会很快又发起了攻势 所有人呈尖刀突围阵形 以我为刀尖朝后辐射 给我杀进去 他的话音落下 配合默契的公会成员迅速朝着流差身后靠拢 形成了一把如同尖刀般的进攻线 这个阵法牺牲了两翼的防守 优点是增加了前方的输出能力 几乎在同时 流差发动了群体增益技能 战争之海 在治愈和加速的加持下 拆迁办公会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强悍能力 硬是在神话公会的防线中撕开了一道口子 这次突袭来得太过突然 古语也没想到这波攻势如此猛烈 所有人跟我聚集到城内中央 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公会旗帜 各种回复药剂都给我疯狂啃起来 今天公会的所有费用 全由我古语买单 很快所有神话公会的成员们围成了一个大圈 在关键时刻 一个身影突然从天而降 挡在了神话公会的前方 瞬间正飞了即将要冲撞过来的拆迁办公会等十余人 此人正是展天蒙的会长陆展 兄弟们都随我杀 地边突破神话公会的防线 地边阻止拆迁办公会前进 抢在所有公会前面插旗 这时神话公会的另外几道防线也被撕裂 吴国一 叶雪儿等公会也杀入了中心地带 六家公会顿时爆发了最后的混战 眼前一幕让古语愣在原地 卧槽 这一次没有盟友 视线所及之处皆是敌对公会 真的能守得住吗 伴随着战况愈演愈烈 此时一名和尚突然出现 拆老大 老朽帮你开路 你去夺旗 只见他手中法杖往地上一躲 铺天带地的幽魂从地面上浮现 瞬间形成了一股旋转的幽魂旋风 骤然朝前扫去 硬生生在人群中杀出了一条道路来 这让猛逼的刘拆一脸猛逼 他回头对七明锯了一个弓 非常感谢 随后身上的宝石同时亮起 身形如同猛虎般朝前扑去 七明终于开启了鬼兽之力 两名修仙玩家的对战再次打响 就在刚刚 流差爆发了极致的速度奔向成奇 可是一道身影骤然浮现 一柄赤红色的零件狠狠踢下 瞬间将流差给一击震退 随后奥剑的身影悬浮于半空中 挡在了流差的面前 我在此 谁敢过 原来神话工会为奥剑提供了大量供养零件的材料 所以在最后的争夺中 之前那个灵级的挂逼吗 有他守着无论如何都突破不了 然而此时七明却挡在了流差跟前 你的对手是我 流差心中大喜 好在咱们这边也有挂逼 这下成挂逼之战了 奥剑皱了皱眉 他认出了七明 是你 我曾经的手下败将 七明呵呵一笑 自然是老朽 胜败无偿 这次你未必胜得了我 话音刚落 七明开启了鬼兽之力 身形拔高 手臂上的肌肉球龙 浑身肌肤被七黑色覆盖 如同一尊黑色恶魔雕塑 奥剑却是面不改色 双手再次剑指 九把零剑也在一瞬间围绕在周身 两位修炼者展开了正面交锋 这次七明也同样获得了传承 自然也不畏惧于奥剑 在他的指令之下 浮现的幽魂迅速朝着奥剑缠绕而去 看到幽魂袭来 奥剑手中赤剑朝前一挥 扫出一道剑芒 瞬间将幽魂斩灭 随后身形一闪 朝着七明袭去 但七明也毫不示弱 右拳猛然砸落与奥剑碰撞在了一起 剑客不用剑 你这是看不起老朽吗 这一次七明套着两倍属性的加持 在力量上碾压了奥剑 奥剑被击退十余米 更是一脸惊疑 怎么会 他居然能在近战的力量上压倒我 这一幕更是直接被赛事直播的画面捕捉了 台下的观众更是喧哗了起来 近战法师 这也太狂暴了吧 这比近战弓兵夜城还要猛啊 另一边 刘拆趁机朝着城棋狂奔而去 刺客小队全体开启引步技能 不要再管其他队友 只管替我挡刀 我要夺棋 拆迁办公会的战术无疑是成功的 靠着舍弃所有战力 只留下攻坚小队 他们再次略过混战线 朝着城棋发起了最后的重击 可就在这时 在棋制不出十米外的区域 一团燃烧的暗焰出现在眼前 原来是谷雨开启了传承能力 斜驱 一根独角缓缓从他的额头出伸展出来 身形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涨 眨眼间变化为了三米高的赤色巨人 实力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 男人头上长出一根独角 身体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正在暴涨 眨眼间就变成了一头七八米高的赤色巨人 可刘拆不仅没有后退 反而还运转了力量浮稳打过去 城棋静在眼前 只要将他突破就能成功夺起 只可惜两者之间的实力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刘拆很快就被一拳打飞了出去 刘拆 你突破不了了 被击退的刘拆稳住身形 再次朝着谷宇发起了进攻 火破的了 剑撞 谷宇直接开启了血脂燃烧 血色的火焰骤然生疼 瞬间将刘拆的身体包裹进行焚烧 再次击退刘拆后 谷宇转头吩咐其他工会成员 刘拆由我来应付 你们拦住其他人 再是只剩下最后二十五分钟了 此时刘拆艰难起身 对着眼前的血色巨人说道 谷宇 我承认你很强 不过单挑 你不行 听说过雷霆吗 谷宇看他那自信的模样 忽然间觉得有些可笑 雷霆 我确实没听说过 随后他抬起拳头 身形骤然朝着刘拆飞扑而去 可是这次刘拆不再与他硬拼 身体朝侧面一拟 躲过了谷宇的重拳 几乎在同时 刘拆身上的红宝石开始闪烁 你的破绽 在左下腹 紧接着他的一记上 勾拳狠狠地砸在了谷宇的腹部 谷宇猝不及防当即亮相 后退了竖部 谷宇还以为是自己的大意 我要稳住 他绝对不可能再击中我第二次 随后他再次朝刘拆挥出拳头 可刘拆却是意外的灵 一个平易再次躲开的攻击 随后他顺势一跃到半空 一记左摆拳狠狠砸在了谷宇的脸上 全都是破绽 右侧防御薄弱 不信邪的谷宇翻身而起 怒吼着再次发起了进攻 可让他意外的是 刘拆总能预判他的出拳 更能在关键时候进行反击 不多时谷宇已经完全落入下风 只能任由刘拆疯狂出拳 不断地挨打 面对凶狠的拳法 谷宇突然想起一个人 你说你是雷霆 那个曾经统治过一个格斗时代的王者雷霆吗 刘拆没有否认 在这个游戏里 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所以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吧 单挑 你不是对手 这次谷宇没有反驳 而是双眸燃起了一场火焰 没想到你居然是现实中的格斗之王 可惜 这是在游戏中 我仍有最后的杀招 随后他开启了恶童凝视 所有与其对视的目标 都会受到负面情绪侵蚀 出现紊乱 虚弱等负面情绪 猝不及防的刘拆瞬间中招 这一刻他目光呆滞愣在原地 你已处于恶童凝视的负面状态 这是一双恶童 与其对视的人无疑不被施加负面情绪 而刘拆无意中看了一眼便呆滞在原地 一瞬间所有负面情绪涌上心头 开启了邪区的谷宇趁机朝他砸出一拳 现实里 或许你总是重拳出击 但在这游戏里 你还是给我微微诺梦 站定挨打吧 战况瞬息万变 在这最后阶段 观众的内心经历了大起大落 他们本以为谷宇会胜利的时候 刘拆却展现出了强悍的格斗能力 可又在最后关头 谷宇释放了杀招扳回的局面 此时刘拆躺在地上 脑海中一片混乱 眼前也开始浮现出令他愤怒 悲伤绝望的记忆 从小刘拆的父母便抛弃了他 属于看管的刘拆那时候非常叛逆 和同龄的孩子混迹在街头 经常打架 偷东西 他的童年无疑是黑暗的 时常被抓入少管所 是所有人眼中的社会渣子 那时候的刘拆以为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 碌碌无为 苟且偷生地活下去 可知道有一天 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了他命运的老者 那天是他刚从少管所出来 天空下着雨 机长露露的他来到一家超市行窃 可因为不小心碰到货架发出了声音 而被超市的老板发现 面对过来检查的老者 刘拆目露凶悍 转身便一拳朝着老者砸去 这一拳打中了老者 让老者捂着胸口后退了好几步 可让刘拆没想到的是 老者并未选择报警 而是示意让刘拆冷静 并主动递上了货架上的食物 那是刘拆第一次与他相遇 在了解了刘拆的经历后 老者说出了一句 让刘拆至今都难以忘却的话语 我收养你吧 老者的出现如同一缕黑夜中的曙光 照亮了蜷缩在黑暗中的刘拆 在那之后 老者便将刘拆当儿子一样对待 而原本沉默寡言的刘拆 也在和老者的不断接触中 变得开朗了起来 可刘拆的成长的环境 造成了他自卑的性格 哪怕他上了学 依旧无法融入其中 被嘲笑 然后将嘲笑的家伙打趴下 是刘拆在学校最常做的事情 终于 在众多家长的联名上诉下 他被劝退学了 哪怕老者一次次去哀求 可结果依旧无法改变 刘拆还清楚记得老者一次次进出校长 是时候颤颤巍巍的模样 那次回家 他以为老者会很生气 可老者却和蔼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要看低自己 你也有别人没有的特长 年幼的刘拆低下头 面对老者的话语充满了不解 甚至在刘拆自己看来 他除了凶狠好斗外 必无是处 可老者却微笑道 成为格斗家吧 我教你 男孩从小就被父母抛弃 流落街头的他时常与别的孩子打架 偷东西 因此被抓入少馆所也是常有的事 但这天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老头 不仅收养了他 还教会他拳击 原来老头曾是一位格斗家 却因伤病退役 此生最大的遗憾便是不能再登上格斗舞台 而恰恰刘拆自小就立起惊人 在同龄人之中再无敌手 因此他能坚毅的面对高强度的训练 在老头看来 他就是一名天生的格斗天才 15岁的那年 刘拆经历了多年的苦训 终于在老头的支持下 报名参加了业余格斗比赛 急风暴雨般的凶猛拳法 让他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少年天才 接下来的三年 更是在格斗大师业余赛中拿下了三次金牌 因此得到了雷霆的名号 随着名气的增加 刘拆的生活逐渐变得美好起来 那时老头没有跟在身边 他身陷那花花世界无人引导 终于在五个月没有训练的情况下 参加了职业格斗拳赛 果不其然 他第一场比赛就惨败收场 而第二场格斗赛 刘拆带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登场 也正如外界猜测那般再次惨败 接下来的第三场 第四场全都败了 第五场甚至还没上场就被解约 他的职业生涯也就此结束 那时媒体报道中出现了很多 关于他的负面新闻 这让刘拆备受折磨 甚至将他打击得一绝不振 然而噩耗还不止于此 在几天后 刘拆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老头感染病症正在抢救 那时他发了风一般赶了回去 待他见到白发苍苍的老头时 他已经离开了人世 直到最后 他也没能见上这位父亲的最后一遍 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哭泣 这个世界仿佛再也没有任何值得他留恋的 不过幸好医生将一张纸条塞到他手中 上面有老头最后想和他说的话 孩子 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 你也有别人所不具备的天赋 殊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再赢回去的决心 还记得你曾经答应我的吗 那段话唤醒了悲痛欲绝的刘拆 他记得老头曾说过 有一天想看到他拿到全国格斗大赛的冠军 在老头下葬后 刘拆对着他的墓碑叩首一拜 说了一句话 我不会再拜了 这是他对于这位父亲 也是人生导师最后的承诺 从那以后 刘拆不断为自己增加训练强度 不断突破极限 每天对着沙带出拳 再出拳 无数次出拳 直到他终于成为了八年格斗金界的守卫者 格斗界的无冕王者 以雷霆响彻全国 响彻了全世界 只可惜 老头已经看不到了 此时在神器空间中 幻灵殿那一座英灵正在不断抖动咆哮着 显然和刘拆在此刻发生了共鸣 男人本是八年格斗金界的守卫者 格斗界的无冕之王 如今他的意志更是和幻灵势力的英灵发生了共鸣 可是很快又停了下来 这一幕让北里很惊讶 英灵认为自己的传承配不上那名玩家 他的意志与强者之心已经超越了英灵本孙 路无很意外 一个凡人的意志 居然能让鬼将鬼王级别的英灵自愧不如 甚至还主动放弃了传承 北里解释 强者分为两种 一种是自身实力强大却无身为强者的比拟心态 另一种便是拥有强者之心 无论自身实力如何 都有着如磐石般的不败战役 而刘拆正属于后者 强大的实力有千万种方式 屡试不爽从未出过差错 你到底是如何破了恶神凝视的 可话音刚落 刘拆的双眸之中充满了凶器 如同一头即将扑向猎物的蒙 看得古语心中一颤 他自知自己绝非刘拆的敌手 于是在工会频道呼唤人手 很快几十名成员在一瞬间朝刘拆冲了过去 此刻刘拆面露凝笑 激活了潮汐献剂的隐藏属性 意志力得到大幅度增长 随后他一个剑步朝古语等人发起冲锋 在这一刻展示出了他格斗王者的强悍实力 一亿人之力占三十余人 并且占据着明显的优势 这一幕让场外的观众一片哗然 刘拆的身法和拳法很快被认出 整个现场气氛再次被推向了高潮 面对刘拆的狂暴拳道 即便化为乐神之躯的古语也承受不住 与此同时 百城争霸赛也进入了最后十分钟的倒计室 不多时古语就被彻底击溃 恭喜拆迁办公会占领北七城 获得五分钟安全保护时间 工会复活点改为北七城 北七城的一主 直接惊呆了个大工会 在最后关头他们发起了联合 都朝着唯一阻挡去路的刘拆冲去 几乎在同时 刘拆也陷进了所有装备 魂壁和等级 很快一条蓝色的巨浪从天而降 砸落在刘拆所在之处 缓缓伸展出双臂幻化为人形 那是足足五米高的躯体 通体都由半透明的蓝色能量所组成 手上还握着一把蓝色光芒的海神权杖 此刻刘拆如同一尊战神 成为玩家们无法逾越的高山 这一战 我已赌上了所有 可我无悔 因为我是雷霆 他的话音落下 凭空掀起的汹涌巨浪朝前拍去 大量玩家瞬间被巨浪席卷冲退而去 男人开启海神加持 免疫了万千种法术攻击 以一人之力抵挡六家工会的合力进攻 就像是副本BOSS一样 让进攻的玩家们束手无策 赛事的最后五分钟 一片片玩家被击杀的提示 占满了整个屏幕 不过一看着倒计时陷入了呆滞 来不及了 我们已经败了 随着倒计时结束 全区公告弹出 恭喜拆迁办公会成为 本次百城争霸赛的魁首 坐拥北齐王城 很快征战史册浮现在城池的上方 此次战役将会被载入史册宫后人敬仰 陆无很意外 作为这次活动的付出 我本来已经做好魂币大出血的准备 不曾想仅仅六小时的争霸赛活动 我的魂币储存数量反而多了一百万 玩家们在战斗中的消耗远远超出了他的预算 北里解释道 那个刘柴拥有极为罕见的强者之心 是刹那和磐石这些鬼将鬼王强者 也都不具备的隐藏天赋技能力 这时陆无的电话突然响起 那是与他们合作的那家虚拟游戏舱制造公司打来的 可接通之后 对方就说出一个不好的消息 原来杰德科技公司开始暗暗使辫子 由于陆无之前拒绝了和他们的合作协议 于是杰德准备在正式发行游戏舱后 对征战在线进行示威性质态 可陆无根本不怕 因为他知道征战在线的玩家 不会因为游戏舱而放弃游戏的 与此同时 在仓虚大域中心的辅军殿内 仓虚辅军唤醒了一个游荡在这片大地的出生灵魂 是本军让你在冥界重生 现在需要你去帮我做一件事 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男人连忙趴福在地 辅军大人赐我心声 小的定当竭尽全力为辅军办事 仓虚眼中闪过一丝决然 去吧 我给你回去的机会 做好这件事 我定有重赏 另一边 北离也感知到了什么 有个死去的人 从冥界重新回到了人界 听到这话 陆无瞬间毛发炸起 你是说炸尸了吗 北离回答道 不 是有个想逆天的家伙采取了行动 我们必须阻止他 否则人界将会遭受大难 此时在某个住宅区内 一个叫秦宇的男人如往常搭 想找死党吴浩吃饭 却被一个山羊湖的男人挡住去路 只见他勉强在脸上 挤出慈祥般的笑容 回来了 快进来吧 秦宇觉得很诡异 这人不仅未曾见过 而且还说了句诡异的话 难道是吴浩的某个亲戚吗 但是屋内怎么这么安静 窗帘也全拉上了 完全不像是客人到来后该有的景象 想到这里 秦宇心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安 他下意识叫了一声 吴浩你在哪 可当他走进房间之后 却看见死党吴浩 被那个山羊湖的男人绑了起来 已经去世的金大伯突然复活 还把侄子和他的朋友一起绑了起来 然后用他们的血在地上 划出诡异的图案 原来男人在一个月前 因为还不清赌债而被伯活打死 死后却被冥界的康虚辅军复活 让其回到人界 帮他收集凡人的灵魂 只见他用刀子划破亲侄子的手腕 吓得一旁的秦宇心生绝望 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不等他说完 刀子也已经划破了他的手腕 男人这才解释 我原本只是想要小号的命儿 因为他的灵魂与众不同 至于你嘛 只能说你运气不好 不过你倒也能贡献一点价值的 去吧 将他们的灵魂剥离 带回去交给大人 随后一个猙獰的恶鬼虚影 朝起雨不去 可意外的是 那道恶鬼虚影在接触他的肉体 瞬间便溃散消失 男人无比惊骇 为何仓虚大人赐予的引渡阵法 会无法剥夺这个小股的灵魂 甚至恶鬼们还受到了反噬 就在他思索之时 一只长着鸡脚的猫咪身影 突然冲了出来 一头撞在男人的胸口 甚至将他的灵魂 都给撞出了体外 与此同时 陆无对着飘荡在空中的灵魂 张嘴就是一席 看我吃了你 另一边 失血过多的晴雨意识开始模糊 隐约能听到警笛声响起 看来我马上就要得救了 可是救我的事 一只猫吗 随后陆无通过传送门回到家中 吃掉那个男人的灵魂 让他感到一阵满足 原来那位冥界的仓虚抚军 是想要收集凡人灵魂 并将其炼制成战争傀儡 靠着人族的天赋能力来与天动 显然和陆无手上的 征战神器的能力极为相似 不过单靠献祭法 正在效率上无疑是慢了许多 但北离认为有所不同 他们的做法太邪恶 如果不加以阻止 凡间绝对会被他变成修罗场 陆无突然想起 当时赶到现场时 并没有看见那两人的灵魂被拉走 他们很有可能是征战在线的玩家 早已被神器绑定了灵魂 但接下来应该如何阻止 苍虚抚军呢 北离却奸笑了起来 只需要暴露他的存在 自然有人来找他算账 与此同时在明界 苍虚勃然大怒 他谋划了万年 才钻研出引入灵魂的血色正法 却莫名被某方势力盯上 此时一名附件男子问道 吴王 是否还要再去抓捕一些 初始灵魂将计划进行下去 苍虚态度坚决 计划继续 联系日影 恶龙 分水 让他们拍出最精锐的下属来 我就计可 既然已被发现 那就索性不遮掩 我为此谋划万年 既然开始又启蒙中断 可就在这时 一道道蓝色的光芒在辅军殿上空浮现 感受到大殿外澎湃的气息 坐在辅军殿内的苍虚脸色陡然一眼 一旁的附件男子更是面露恐惧 辅军 仙人来了 很快仓虚的身影出现在大殿上空 天界的朋友 此乃我名界仓虚大狱 为何来犯 他的话音刚落 天空中浮现八道身影 每个身上都鲜无缭绕 仓虚 你过界了 我等受北斗天尊之令 请拿你回去定罪 可仓虚仍然嘴硬 过界 你们可有证据吗 随后领头的仙人手中浮现出了一副血色阵法 此图定位正是阴间仓虚辅军殿 而与这阵法图相连的也正是你所拥有的那块阴 你莫非还要狡辩 仓虚长袖一回 我堂堂因私辅君 即便有罪也是我所在区域的丰都大地来管 随后又不屑地瞄了仙人意 哪里轮得到你们来管 此番话语无疑激怒了八位仙人 仓虚 你使用音符进入人界 那便是触犯三界条令 作为三界条令制定者的天界为何不能勤你 仓虚淡然一笑 我还真奇怪了 既然你们这么害怕人间界再度崛起 为何不甘推灭了他们 真是一群虚伪的家伙 几番冷嘲热讽过后 八位仙人终于按捺不住 纷纷合力伸手掐绝 一柄柄蓝色的仙剑在空中浮现 随着阵法骤然扩大 很快无数的蓝色仙剑重合形成了一把蓝色字剑 朝着仓虚辅君的头顶压下 仓虚丝毫不慌 手持一把古朴长剑 你们也不看他这里是谁的地剑 讨来别人地盘上撒野的是你们 明界仓虚辅君为了炼制战争傀儡 竟敢命令手下在凡间收集活人灵魂 天界的北斗天尊知道此事后 更是派出八位仙人前来明界 擒拿仓虚 他们合力召唤出一把数百米长的斩魔剑 朝着仓虚的头顶压下 面对仙人的强势镇压 仓虚却丝毫不慌 一柄古朴的长剑更是在掌心缓缓鸣线 很快两股能量在碰撞的瞬间发生爆炸 散溢出来的能量化为一圈圈连一向外扩散 随着轰隆一声 仓虚承受不住八位仙人的威力 直接从空中摔落到地面 他亮枪起身 不想将整个冥界拖入战争 我的所作所为 一切与冥界无关 也在此刻 仓虚的三位汉将赶到现场 吴王 属下日影 分水 恶龙前来相助 可仓虚却让他们退下 我叫你们来 不是为了此事 这一战 不关你们的事 都下去吧 可三人却愣在原地不愿退去 仓虚的脸色瞬间转了 我命令你们下去 听不懂吗 随后他抬手一挥 一股阴气也随之扑去 将三位鬼王鬼将 全都拍飞了出去 心想这一战 是我这个冥界叛徒 和仙人的较量 你们能有这份忠心 便已经足够了 莫再跟着我一起 当冥界的罪人 说罢他提表 扶出一层浓郁的阴气 身上的衣服 竞树被这股阴气腐蚀 我早就看你们这些 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的仙人们 不顺眼了 心欲正好 让我看看你们 这些仙人到底有何能耐 很快浓郁的阴气缓缓凝食 化为了一件紫禁战甲 与此同时 那把蓝色巨剑 在此刻光芒大作 狠狠地再次朝仓须的头顶压下 只见仓须长发舞 一柄古古的长剑 再次迎了上去 很快蓝色巨剑上 顿时出现了无数条裂纹 并且还不断咔嚓 往上蔓延着 不多时 抚军垫上空被巨大气流席卷 一朵璀璨又华丽的蘑菇云 在上空绽放开来 仓须冷冷嘲笑 仙人吗 也不过如此 面对讥讽 那仙人脸色极其难看 真是可恶 看来我们低估了 仓须抚军的实力 可这般回去 必然会被同僚嘲笑的 可不等他多想 一只巨大的金色手臂 突然在天穷浮现 巨大的风压 更是让八位仙人身躯一阵 这是 天尊 他老人家居然亲自来了 随后众人立刻转身下跪 恭敬地行了一礼 无等 拜见天尊 这只巨手携天地为室 如同一座山岳 轰然而至 仓须脸色极其难看 他没想到为了擒拿自己 连天尊都出现了 此刻金色巨手缓缓压下 巨大的风压 更是席卷的万里 可渺小的仓须 却仍然迎了上去 很快常见 再触碰到手掌的 一瞬间碎裂四散 而仓须更是 直接被金色巨手拍中 他身上的金色战甲 也在此刻崩裂 身形坠落 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之上 此刻空中响起一个声音 冥完不灵 伺你一死 仓须心有不甘 挣扎着想要反抗 却发现在方圆树里的空间 都被起锁定 自己根本无法动弹 我要死了吗 我为此谋划了万年 可最后却要以这般姿态狼狈落幕 可笑 着实可笑 抱歉 我败了 而且败得很彻底 连我自己都还来不及反应 甚至都无法与你道别 这时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 那个女子的身影 那时候仓须大帝还不叫仓须 而是渊须大帝 而他也不是仓须府军 只是一个一心想要变强的一个少年王 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会一个在这里 是迷路了吗 一定很饿了吧 别害怕 我没有恶意的 拿去吃吧 低山蓝绿的女孩却赖上了他 仙 仙可 我叫仙可 求你别走 山里有狼 我害怕 就是这一遇 便是十万年扯不断的侵略 他为仙可保守了来自天界的秘密 而仙可也在逐渐的接触中 爱上了这个热衷于修炼的男子 后来在一次冤王军招兵中 仙虚惹上了一名鬼王的孩子 被打的冰死还差点丢掉了性命 也是那一次 仙虚心中更坚定的实力的重要 想要去改变自己脆弱的命运 仙可看在眼里 也在心中一直默默支持着 那时候的仙虚不懂变通 四处碰壁 时常被人欺辱 几次冰死 如果不是仙可一直在身边照顾 他或许早就死了 男人得罪一名鬼王的孩子 因此被打的冰死还险些丢掉性命 女人为了让她的变强之路走 更加顺利 决定牺牲自己 从此成为了鬼王的女人 而天真的仙虚还以为鬼王赏识她 将她直接提拔到了鬼将 待她知晓的时候一切已经太晚 她只能戒酒消愁 喝了三天也醉了三天 三天后 仙虚硬是一人杀进了鬼王殿 而她也身负重伤难以逃脱 这时又是仙可归在鬼王面前苦苦哀求 这才又一次保住了仙虚的性命 但她那强大的自尊再次受复 发誓将来一定要夺回心爱的女子 就这样一步步 从鬼将到鬼王再到仙虚抚军 她真的做到了 也亲手斩下了那名鬼王的头颅 可此时仙可却不愿嫁给她 只是淡淡说了一句 一点朱唇万人长 怎配你这抚军王 那一刻仙虚既愤怒又无奈 为什么 我现在是执掌仙虚的抚军 难道还不够资格娶你吗 仙可却是凄美一笑 若无朱唇万人长 怎来你这抚军王 十万年的斩不断的情缘在最后依旧无 知道最后仙虚才知道 仙可乃是仙体 这数万年一直待在冥界 身上的仙缘早已耗尽 因此她不想成为拖累 这才拒绝仙虚想要安静的逝去 得知此事后仙虚变发了疯一样寻找天地灵才 可即便寻遍了仙虚大帝也仍然找不到救她的灵样 无奈之下她找到了冥界的主宰者之一封都大帝 从她口中得知 要想仙可活命 必须将她送回天界 寻找天仙及强者为其续仙缘 燃仙体 诱惑着吞下天界的神缘 方友一救 于是仙虚带着仙可踏上天亭路 可傲慢的仙人根本不理会 认为仙可以被阴气腐蚀 不配再为仙人 就在绝望之际 天门前却出现一位仙人 问仙虚愿不愿意背叛冥界 成为她手中的刀 若是答应 这女子便由她来救 无奈之下仙虚只好答应下来 只要能救下仙可 即便将来被整个冥界所唾弃也在所不惜 只可惜在三万年前 那位仙人就不愿出手为仙可虚命了 他认为天界与冥界已经不会再发动战争 因此仙虚也失去了利用价值 从那之后 仙虚一叶白发 他发誓将来要杀上天界 直接夺了他们的神缘 因此才会想到用活人灵魂制造傀儡大军 仙可不愿成为拖累便数次出逃 我迫不得已将其囚禁起来 为此我谋划万年 怎可就此功败垂长 去特么的仙人 我命由我不由天 他的话音落下 那金色手掌当即就压了下来 就在这时 一个仓老的声音飘扭在半空 北斗 你越界了 金色手掌却反问 丰都 仓虚触犯我们定下的规矩 你为何要保他 丰都大帝说道 犯错就要处罚 不过既然在我的地界 那便由我来处理好了 只见那金色手掌抬了起来 四周狂风大作 天穷上更是披下一道道惊雷 丰都大帝怒喝 你要战吗 男人以一人之力对抗八位仙人 最后却被天尊的金色手掌压制 这是冥界主宰之一的 丰都大帝突然现身 逼退了天界地位最高的 其中一位天尊 好吧 我给你丰都面子 不过此时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毕竟他犯的可不是小错误 如果没有满意的答复 两界之战不可避免 带众仙人走后 丰都大帝这才对仓虚叹气 我没想到你会走到这一步 仓虚跪在地上 大帝在上 我自知犯下弥天大错 我甘愿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 魂飞魄散 绝不拖累冥界 丰都大帝消失在天边 只留下一声叹息 了却后世 去吧 仓虚感激不尽 多谢大帝成全 回到府军殿 仓虚身披锦绣王袍 怀中抱着至爱说道 知道怎么写了吧 史官站好了笔 略有迟疑 吴王 真要如此吗 仓虚大御府军 是元元虚府军夺位 执政期间压榨仓虚生灵 终日荒棉女色 想要以一己之力 挑起先民大战 此等罪恶行径 经仓虚重势力商议 费其辅君之位 重拓之 仓虚点了点头 通知所有仓虚各域 仅是后人 仓虚此等大恶之人被除 天地共庆之 仙刻一靠在他怀中 奔波万载 却要成为被后人唾弃的恶君 你后悔吗 仓虚眼中满满爱意 只要你不气我 遭千万人唾弃又如何 这辈子迟了 仙刻倒下一杯酒 这次离去 别丢下我了 池来的浇杯酒 妾身嫁你 你可去 仓虚回答 去 随后两人手腕相交 一同将酒水饮下 随后两人的身体瞬间石化 在死亡前的那一刻 两人的手仍旧相交在一起 很快两道灵魂消失在了空中 或许一起离去 才是这十万载奔波中最好的解脱 画面转到奈何桥上 孟婆告诉仙刻 仓虚已经过桥 而且只喝了一碗 仙刻却是喝了一碗又一碗 再来一碗 我要跟上他 下辈子也要在一起 可是他已经喝下 孟婆递过来的十多碗汤药 最后还是忘不了仓虚 如果忘不了就无法过奈何桥 更加无法轮回 孟婆于心不忍 将一颗精纯的望穿水灵取了出来 我助你忘了他 喝了这个就忘了 仙刻为了跟上仓虚的步伐 只好带着哭腔将望穿水灵一饮而尽 很快他的表情变得木讷 我好像丢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可却又怎么都想不起来 为什么会哭呢 待仙刻走过奈何桥之后 孟婆突然开头 你决定了吗 随后一个男人从后面走来 这次罪过皆在于我 如若将我投入六道轮回 那和赦免又有何区别 此错已筑成 一人做事一人当 未有魂飞魄散才可赎罪 我不想连累风都大抵 更不想引发两界之战 男人和妻子一同饮下毒酒 身体在一瞬间双双化石 可来到奈何桥 他却让妻子喝下望穿水灵 独自投入了六道轮回 孟婆忍不住长叹一声 为之奈何 无可奈何 望穿河下的望穿门已开 此去便是烟消云散 世间在无你苍虚 可我孟婆记住你了 苍虚点了点头 望向了下方的望穿门 然后依然跳了下去 孟婆的声音再次响起 百世聂元 苍虚 我祝你唤醒前世记忆 看一看你们曾经的情缘 算是老玉最后所能做到的 第一事 我为君王 纵使君临天下 江山如画 终究不敌他眉眼诛杀 绝代风华 第二事 我为将军 纵使半生荣华 金戈铁马 终究不敌他青丝末法 孝夜如花 第三事 我为侠客 纵使仗剑天涯 鸣满天下 终究不敌他挥手舞袖 一身清华 第七事 我为书生 纵使繁华着锦 功成明达 终究不敌他自己婉约 比落奸佳 然而这一事 我为辅君 纵使阴兵百万 良将万千 终究不敌他回眸一笑 似水年华 纵使不往百世轮回 原来他一直都在我身边 百世情长 我仓虚一足以 就在仓虚的灵魂 被撕裂的最后一刻 一只罪恶的小手 突然从虚空中 深处将他抓住 画面一转 北离正报 着陆无大哭 陆无一脸问候 你这是在干嘛 北离说道 那个制造傀儡大军的 幕后人已经死了 而且我看到了他的记忆 好可怜 陆无也是一阵唏嘘 是很可怜 但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现在仓虚大帝 是无主之地 外富玩家在那发展 陆无唏嘘不已 堂堂仓虚抚军 就剩这么一点了吗 北离带着哭腔 是的 我已经在上面 鸣刻了神器的烙印 哪怕他恢复了意识 也不会背叛我们 不过现阶段 想要彻底恢复他很难 需要大量魂力滋养 仓虚抚军的实力很强 保守估计一千万魂币 但具体消耗或许会更高 听到这个天文数字 陆无顿时毛发炸弃 什么鬼 一千万 可恶啊 本以为马上就要拥有 一个爵士汉将 可似乎我根本养不起啊 这一刻我才体会到 那些养传玩家心中的悲痛 既然如此 那就加大剥削力度吧 让玩家再痛一些 这样才能缓解我的痛 这立马把北离整不会了 陆无 你真有一套 他本是北齐虚幻境内的一方鬼王 实力更是在盘石鬼王之上 可如今面对一群外来的入侵者 却被对方用石头当场砸落 陆斩连忙上前探查 却看见一只雪白的大鹅 栽倒在地上 那童挂鬼王自尊顿时受挫 辩解道 我是仙鹤 仙鹤呀 陆斩也不废话 直接举起一块比牛还大的石头 童挂当场吓破了打 等等 大鹅 我是大鹅 陆斩见他听话 放下了巨石 大鹅 你怎么会说话 你是不是能给我带来什么机缘 童挂心中吐槽 北齐王还在世的时候 我好歹也是一方受人敬仰的鬼王 现在却被这般弱小的生物欺负 见他迟迟没有反应 几个工会小弟也同时举起了石头 喂 我们老大问你话呢 童挂用幽怨的眼神扫过众人 机缘没有 此乃虚幻境 旧本仙鹤一人 此话一出 又是一块巨石迎面砸来 这你们也要砸我 痛死我了 本王和你们拼了 就这样童挂鬼王 被斩天蒙的人围起来暴走 然后奄奄一息地躺在了地上 陆斩不信他是鬼王 你这样的弱姬给我当作骑 我都嫌你笨足 还不快快从石招来 说吧 这虚幻境内到底有什么机缘 说了就饶你不死 童挂身无可恋 当初我被北齐王视为上兵 还划分了虚幻境给我 如今却沦落于此 我好恨了 这时一个提示弹了出来 童挂鬼王 虚幻境主宰 北齐大地最强守护灵化身 实力达至鬼王巅峰境 祝此生物极其凶险 请玩家尽量远离 陆斩觉得很可笑 又怎么会是极其凶险呢 这特么都要挂了呀 几个小时后 北离和陆五也发现了此事 有玩家在直播杀鬼王 而且观看人数高达二十万之多 只见陆斩抓住童挂的脖子 并且摆出一个胜利的手势 玩家们纷纷发弹幕吐槽 竟然真的是鬼王 但为何看起来像是一只狠飞的大龙 陆斩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回答道 这是仙鹤 不是大龙 接下来 我为大家表演单手杀鬼王 为了制造节目效果 陆斩想要用力掐断童挂的脖隔 童挂面临死亡奋力挣扎 然而他的力量还不如游魂 可恶 本王如今的力量根本挣脱不了这狗叉的所候 完了 本王竟要死得如此憋屈 北齐王大人 要是您还在就好了 北齐王 北齐王啊 就在这时 童挂的身躯一抖 一道青色流光从天而降将他身体覆盖 随着能量的加持 童挂体表流光肆意 体积也恢复到了昔日的强壮 啊哈哈 本大爷的能力又回来了 敢杀本王 你可真有勇气 说把他双翅狂震 出现在了陆斩的面前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单方面的毒打 这顿凶猛的拍击将陆斩彻底打猛 停停停一下 兄弟有话好好说 童挂眼中闪过一丝快影 不好意思 我喜欢用暴力解决一切 揍死你 我揍 可话还没说完 他就感觉到力量迅速外泻 体积也在一瞬间缩小 显然这是失去力量的症状 摔在地上的童挂立马切换了一张嘴脸 误会 误会 全都是误会 兄弟别动 我扶你起来 男人当着20万观众的面直播杀鬼王 不料鬼王的法力却突然恢复 反手就给他来了几个大逼兜 就在童挂准备下死手时 身上的光芒突然消散 显然又再次失去了法力 他一秒变脸 为陆斩胆走了身上的灰尘 兄弟 地上太凉站起来说话 陆斩顿了顿 仔细一想后表情逐渐争鸣 然后一巴掌就将童挂拍倒在地 我明白了 身上的光芒消失就意味着你失去了法力 变成了一只弱鸡 童挂头上起了的大包 一脸陪笑地表示 兄弟 我们这也算扯平了 以后有事喊我肯定帮忙 我童挂鬼王的威名在北齐这一带绝对好使 可话音刚落 陆斩又是一巴掌扫了过去 把好使听成了好死 好死是吧 那你就去死吧 随后右手又抄起一柄巨剑 在这生死关头 童挂养着脖子开始尖叫 杀赫啊 救命啊 赫可汝不可杀呀 你打我骂我 如我都行 但千万别杀我呀 可就在这时 一道裂缝在上空行程瞬间将其吸了进去 在神器空间内 陆屋盯着童挂鬼王 知道他是非常厉害的铸造师 曾经研究出符文战士的北齐第一铸造师 便是他的徒弟 因此也打算将他收为新的特殊NPC 方便玩家们自主锻造出更高难度的私人武器 这时北离嫌弃地说道 大鹅 你可真丢人 黄鹤可汝不可杀 你们鬼王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童挂认得他 原来是小黎啊 还不过来拜见本王 北离听闻 立马从手中凝聚出一柄大锤子 还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小黎给童挂鬼王您问好了 说话的同时 大锤已经狠狠地朝童挂砸了下去 随后又凝聚出一把四十米的大刀 童挂鬼王大人 还需要小黎问候吗 童挂连连摆手 哭着说道 小黎 有话好好说 先把锤子 不 大刀放下 陆屋还以为他俩曾经有仇 可北离却说 他以前仗着比我厉害 还抢过我好几次零食呢 他本是北齐虚幻境内的一方鬼王 可如今却屈服于北离的四十米大刀之下 北离很好奇他为何变得如此弱小 童挂表示 我修炼了随缘天法 只要缘分一刀 修为便可与陶屋匹 反之就会连游魂也敌不过 两人听闻顿时跑步大笑 童挂气愤的解释 你们可别笑 这随缘天法如果修炼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未见过如此百烂的游戏NPC 玩家们在外面拍了足足五分钟的门 他这才睡眼朦胧地走出来 吵什么吵 没看到板子上写的规矩吗 那玩家当场猛逼 之前在游戏中遇到的任何NPC都是以理相待 像他这般拽的还是第一次看见 这是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大了 我任务完成了 快给我打造一把史诗机武器 同挂文言正想回头骂人 呃 我你大爷的 可以转头就看见陆斩 顿时冷汗直流 又是你 心想要不是这个杀千刀的 自己也不会被迫沦为打工仔 陆斩见他不说话 便指着骂道 怎么了 有意见吗 同挂立马行了个礼 怎么会呢 爷 您这边请 就这样三天后 一条声讨铁被众玩家们顶到了首页 里面全是骂这个新NPC的句子 陆屋也很无奈 随他去吧 他毕竟曾经是个鬼王 只要完成任务量 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 与此同时 在冥界海边的某一处断崖旁 鬼王同挂和两名玩家喝得烂醉 叶晨和他产生了共鸣 他们更是相互以兄弟相称 同挂说道 既然你是我老弟了 当大哥的怎么说也不能亏待你 跟我修炼随缘天法吧 叶晨一听立马拒绝 生怕自己的随缘剑法更加随缘 同挂却说 老弟 你可别小瞧随缘天法 这栋修炼到极致是能够封神的 等咱练成了 到时候想怎么装逼就怎么装逼 说完他就注意到一旁的刘柴 兄弟 你这是咋了 怎么一直自己喝闷酒 刘柴十分懊悔 一时装逼一时爽 可装完了逼 我现在连副本都去不了 两个月多月的努力到现在什么都没了 叶晨知道他那场百成争霸赛 献祭了所有装备和等住 兄弟 你这逼装的确实大 极矮吧 同挂也在征战史册回看了这一场战役 刘柴兄弟 你也是我兄弟 既然叶老弟跟我学随缘天法 我也给你指一条名路吧 听到这话 刘柴的九一立马醒了三分 大哥说的名路是什么 同挂说道 在望虚海域有一座囚禁岛 那里住着一位拳法超群的强者 如果你的天赋能让他满意的话 也许能得到一个极强的传承 此人曾经和北齐网友过一战 戏败 不过我感觉他并未发挥全部势力 反正比当初的我强很多被救舍 只是此人性格古怪 而且给我的感觉他不像是一个生物 更像是一个被制作出来的傀儡 体内没有一丝魂力波动 当然 也许是他隐藏的好 简而言之他很难搞定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是一句死了近百年的骷髅架子 男人只是扫了一眼他面板上的介绍 便情不自禁地被感染了情绪 这些文字仿佛有魔力一般 太诡异了 赶紧留围上策 可就在这时 那具骷髅架子突然出现拦住了刘差的去路 刘差当即吓了一跳 你好 我来找人 那骷髅眼中闪烁诡异的绿毛 你挺有礼貌 可惜来晚了 已经死了 刘差心中震惊 拳法大师死了吗 心有不甘的刘差再次询问 能让我进去看看吗 那骷髅架子没有回答 而是抓住了刘差的右手 强者之心 是块好苗子 刘差感觉到手腕处的疼痛 连忙甩开了他的手 什么强者之心 你松手 骷髅却说 你不是想学拳吗 我可以教你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刘差愕然 你不是说他已经死了吗 骷髅淡淡说道 难道我还活着吗 刘差又惊又喜 原来你就是那个拳法大师 曾经大战北齐王 西拜的强者 那快来教我吧 骷髅点头 你还不算太傻 不过你得先答应我 帮忙寻找木之光丢失的记忆 答应我就教你 刘差愣住 木之光 什么玩意 他的话音落下 就看见骷髅将一道幽光 塞进了自己的脑袋里 一段信息也在此刻浮现 在这片旺虚海域 曾经有一个顶级势力 叫木特海之国 巅峰时期还统治过 整个旺虚海域 而木之光出生于 最高贵的家族未免全长 从小就认为 死亡的力量是最邪恶 掌握其力量会使人堕落 可当他长大 却发现自己一余族人 近具备最邪恶的死亡天赋 这让他陷入深深的焦虑和恐惧 族人更是将他囚禁起来 甚至想把他处死 可不久后 一个掌握死亡力量的势力 挑起了战争 木特帝国不敌 并逐渐走向没落 这时木之光却站了出来 用族人所厌恶的死亡力量 守护了他们 只是海底涌现的死亡漩涡 不仅将帝国吞噬 同时也将木特海之国扯碎 而那些族人更是被死之力感染 身体开始腐乱化 为了没有意识的事故 木之光不愿杀掉族人 只能把他们囚禁了起来 这是骷髅根据记忆所建造出来的精神寄托 他只记得族人是被囚禁在这么一座城堡中 刘差听到了重点 所以你就是木之光吗 可骷髅却否认了 我应该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我不是完整的木之光 所以无法唤起完整的记忆 刘差很诧异 我又如何去寻找他呢 骷髅说道 你去寻找木之光其余的残区 找回丢失的记忆 让我知道最后答案 刘差陷入思索 我是来学拳的 这和我最初的目的不符啊 那骷髅凑了过来 你可否愿意啊 很快一个天启传承任务谈了出来 死亡之子 寻找木之光的剩下的残区不见 任务奖励 未知 男人获得死亡之子的传承任务 可传授权法的人早已死亡 如今也只剩下一具白骨 就在他心生绝望之际 游戏提示出现 获得残缺传承 死亡之子 随后刘差的右臂充斥着狂暴的力量 在木之光的加持下强化了他的右臂 并且在死亡后化为王者之躯 全属性削弱50%可以继续战斗 持续10分钟 不过在得到力量的同时 也受到了木之光的诅咒 如果不再规定时间内完成主播 神之右臂将会自动碎裂 接着又是一个游戏提示弹粗 每收集一个躯体零件 就会获得木之光相对应的部分传承 可总残区的数量却是无法获取详细信息 刘差完弄着右臂 心想这个寻找残区不见的任务也太难了点 连指示都没有 去哪找都不知道 如果不完成任务右臂就会炸裂 看样子也只能去找鬼王铜瓜问问 此时在绝境断崖的山巅之上 那具盘坐在浮屠柱旁的骷髅似乎有了感应 喉颅内忽然诞生了一缕微弱的红火 与此同时 在山腰处的木屋中 正在瞌睡的白老头也忽然睁开了眼 悠喝 越来越热闹了 连木之光的传承都出现了 有意思 有意思啊 说完白老头便再次闭上眼睛 很快屋内就继续酣声如雷 另一边 刘差进入了囚禁岛的城堡之中 可内部却是空空如也 唯一能入眼的便是墙壁上 刻画着许多关于木特海之国的往事记录 刘差对这些提不起兴趣 正准备离开时却看到了熟悉的神明 卧槽 这特么不是海王吗 他正在对面前的人宣誓效忠 难道海王是木特海之国残存的后裔 他的话音刚落 那画壁上的海王却忽然闪烁起一双蓝色痛苦 是谁在呼喊我 你为何又有木特海之国专用的通讯应用 刘差甩了甩右臂 老子不但有 看到我的右手了没 我现在手里还有你老祖宗 海王文言大怒 你磕着死 信不信我一巴掌就拍死你 刘差继续叫嚣 来呀 五秒内见不到你 你就是个孬种 随后两人开始了隔空对骂 各种问候对方身边的朋友 家人以及正在沉睡的老祖宗 海王哪能是嘴强王者的对手 一拳就砸碎了座椅的扶手 来人啊 给我召集大军 与我出征 刘差竖起国际友好手势 挑起了陈年往事 来的时候记得带上海洋之子 别让我等太久了 说罢他右臂朝前一挥 拍散了这双蓝色的眼睛 也断掉了与海王的通讯 刘差一路小跑走出石头城堡 哈哈哈哈 带劲 装完逼就跑路 真刺激